第201章 历史真相 马老太爷干嘛呢 先谈判熟人 后诉苦攀交情 这怎么又做上买卖了呢 还想顺便拉起庆 高手啊 这是个高手啊 我都被他绕迷糊了 老爷子 您看咱们是不是一件事一件事的谈呢 你这么东扯西扯的 您找错人找错地方了 这明显寡妇热炕头更合适 马老太爷呢 吐了口谈 还不把事告诉你啊 小子真是有眼不尽啊 我看着崭新的地板上的大黄潭 心里是要多别扭你就别提了 他也不理我 自顾自盗 你年龄太小了 北台的这些年发生的事 不是你这个岁数 也不是你这个身份能了解的 眼下好像也该让你知情 否则下一步老村长一逼我 我肯定也会露马脚 到时候怕是这条老命都留不住咯 唯一就倔强 哎 老爷子 咱们还是先说王盘的事吧 其他的以后咱慢慢聊也不迟啊 你爹娘的事 你也不想听吗 不想知道他们在八年前都出了什么事 抛弃你的理由又是什么 他们下落又在哪儿 这些事你也打算留着以后慢慢再聊吗 唯一条眉 然后微微一笑 盘腿坐在了马老太爷的面前 撑着下巴摆出了一副西尔空听的姿态 嗯 懂事啊 一个幽远而神奇的传说 从马老太爷口中是娓娓到来 故老相传 人间有一处连通地府的门户 数不清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 想要将之寻找出来 这处门户确实存在 它就是处在极阴之地的明府之门 它就在北台 就在北台叶家的祖宅之下 北台叶家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年代 受什么人所托所命 担负起了看守明府之门的使命 叶家祖辈本本分分的 不张扬不懈怠 一直默默的履行着自己的使命 也因此受到了福报 获得了通灵驱鬼请神风水四大树法 随着时间的追移呢 叶家之繁叶茂越来越兴盛 渐渐成为了明门望户 明门望族之下再发展下去 明望二字 慢慢就压过了门族二字 叶家开始出现了一些利益纠缠和理念的分歧 那是一段悠久的历史 乱而无章 各种的内族争斗导致了一大望族 迅速的四分忽略了 最终 叶家一脉在主之本族之外 又分出了三家 四家各掌神通 驱鬼请神风水冲的遗书 通灵之术为主之本族 他们坚守着职业操守 不为世俗利益和超凡的欲望所动 死守主宅和叶家之命 驱鬼请神之术呢 二者分为旁之 改姓流马 二族意图以福报所得之术呢 踏入真实世界 以求长生之道 风水之术亦分成旁之 改成为陈姓 与其求不像流马二族那般的超脱 仅为今生富贵 业家本族和三大旁之各自发展 各有际遇 实至近代 业家本族呢 因受职守的牵败 无法适应时代而遭遇淘汰 门户代代衰落 只能靠一些微妙的通灵手段谋生 追求真实大道的流马二族 虽如愿踏入真实世界 却因不自量力受到真实世界的排挤打压 散尽数代的积累的资源之后呢 回落了平凡 只有呢 陈家靠着风水之术是大兴门户 不断的积累了财富和名望 代代兴盛 成为了北台第一大户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那看似所图所欲最为庸俗的陈家 其实才是野心最大的分支 他们一直所做行事 是为了积累资源实力 以求最终 穿得业家本族所守的 至今之地的名府之门 所欲者比流马二族更甚 马拉特爷说完历史背景 随后一语将我所经历的一切 和那段历史都串联了起来 本族的业绩 就是你爹这业恋人这一脉了 刘家 马家 就是你刘老太爷和马老太爷 我了 这领袖陈家呢 你猜到是谁了吗 老村长就姓陈 把负责的背景去除 简单说 刘家 马家在真实世界吃了大亏 回了后就被陈家给收编了 陈家这么做 看重的不是一脉亲情 而是刘家马家手里 所掌握的虚鬼和请神之书 之后的事你也该知道了 陈家靠着自己的树辈积累的资源 成立了名副房地产公司 在北台大兴土木 实则是改风水布局 最终的目的就是夺得至阴之地的名副之门 去实现他陈家世代所图的大囚大梦 马老太爷所述这个历史 确实让我对眼前的局面 看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那我爸我妈呢 在他们身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吗 马老太爷递给我一只雪茄 让我别急 我推辞了雪茄 劲儿太大 愁迷糊了听不懂 十二年前 陈家开始启动了 窜取本族祖宅的计划 他们以拆迁为由 同时通过了私交官方 舆情等等方面 一起向你爹石阳 要他接受拆迁交出祖宅 你爹身为主持的本族的继承者 虽然生计困难 但一直坚守本族之信念 他明知陈家有违背 业家执守的阴谋 不畏压力威胁所通 还准对各方压力 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 你爹明知道我是陈家的对手 他和你娘配合 寻出陈 刘 马 三大旁之的祖坟 以通灵之术 拘禁了三族仙人的亡魂 以此来威胁陈 让他们不感觉业家阻宅 是强迫的手段 不得不说 你爹娘的手段才是真狠啊 他们囚禁了三族的仙人 导致三族缺失了祖宗 蒙福庇护 如果手段狠些 灭了仙人亡魂 就等于是毁去了三族的根基 其后果对三族来说 不堪设想 然后 你爹带着三族仙人的亡灵顿走 使陈家无处追寻 你娘通过一系列操作 背上了盗墓罪名之后 把祖宅抵押而去 这样一来呢 于族内 陈家不敢接碰你爹娘的底线 他们想通过陈家 实际控制的明府房地产 进行合法收购 又因祖宅处于抵押状态 护主失踪而行不通 这样一来 你爹娘成功的 从所有可行的渠道 完全断却了陈家霸占 业家祖宅的野心 直到八年后 陈家终于在北台布计了十大阵法 彻底改变了北台的风水 足以抵修仙人亡魂 对本族的干预 这才开始对你施压 准备霸占祖宅 推行最终计划 结果陈家没想到 几何三大分支大族的实力 却被你这唯一的本族 独苗处处限制 四个月前就该落实的计划 一直就拖到了现在 那这么说 我爹还活着 他没死 当然还活着 那这么说 我妈也是被冤枉 她根本没在监狱 啊不 你娘确实被判了无期 当初为了囚禁三族先灵 你娘打着找你爹的幌子 先后挖了陈流马 三家的祖坟 那是实打实的盗漠行为 关键你娘不仅把祖坟里的 先灵交由你爹驱留 还把陪葬品都给卖了 说实话 当初没直接把她崩了 她得感恩国家的政策好啊 我也敢 我娘的手段是真狠啊 第202章远亲 我爸没死 关于她的一切传闻都是假的 真实的叶连人 是叶家本族主之的继承人 她守护着叶家千年的天职 即便因此 要一直面临着 巨大的压力和智能的威胁 她也从来没动摇过 我从小就被父母培养出了 众承诺手细意义的品德 若非有这样的家学 我也不会成为北台著名的 诚实手信先进格人 更不给心甘情愿的背负 八百万贷款 如今回头来看 我爸把我培养出这么个性格 九成九是打算让我继承 叶家本族的天职了 命运是真会开玩笑 他不仅让叶家四分五裂 还将曾经守护者 变成了掠夺者 还让最最忠诚的族人生活 最窘迫 下场最悲惨 我爸为了制衡陈刘马三大族 囚禁三族先人灵魂之后 顿走无踪 可怜了我的老母亲 还要因此背负了冤屈 受牢狱之灾 我神经质的嫡公 我爸卖陪葬品 肯定是为了给我买保险 如果不是这样 他或许就不用蹲监狱了 马老太爷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似乎也不感兴趣 小子 故事讲完了 关于夜间的使命 以及你们父母的遭遇 也有我都告诉你了 现在你可以把长大仙还给我了吗 马老太爷 你也不希望陈家得赏对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了赎回长大仙 一上来就像我透露了老村长他们的一个关键计划 从这点就能看出来 你不希望他们的计划进行太顺利 从您刚刚所讲的历史中 你们马家和刘家因落寞而沦落到陈家操纵 实际你们根本不想参与他们窜取本族祖宅的阴谋中 小子 少自作聪明啊 刘家马家跟陈家一样都在追群着真实世界 只不过行动有钱有后 谋划有身有钱 我们刘马两家的先人狂妄自大 没耐心 以为靠着福报而来的驱鬼请食 这事物就能受真实世界所接纳 结果吃了大亏 陈心灭族绝悟了 陈家图谋祖宅 具体形式细节不会让我们刘马两家知道 但其用意必然是通过一种方式进入真实世界 这点爷爷们还是看出来的 所以我们即使被迫的服从 也很愿意主动的出力 希望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靠着陈家的图谋 重圆超凡脱俗的大蒙 马老太爷的话从容坚定 但我还是摇头 啊不 如果真是这样 作为马家的家属 你也不会对我处处留守 刚不因为我的一点威胁手段 就把整个历史真相向我和盘拖出 你一定出于其他理由 一定有其他不愿意沉下事成的理由 你是饶他妈自作聪明 爷爷我为什么对你留守想知道吗 不妨全都告诉你 就因为你爹囚禁了三族仙灵之后 爷爷以我马家请神之术追踪到他 结果修为不够 被你的死爹以本族的通灵之术打败了 他念在同气连之情面上 饶了爷爷我一命 爷爷我才不得不在你身上回报回来 这马老太爷咬着门口黄牙 越说越激动 爷爷我什么什么 当年是追随先人 见识过真实世界的 这条命比你金贵的多了 所以你爹饶我一次 我饶你拾回 这样你一定也不会说 爷爷马家亏了你们本族业家的人情 那业主呢 他代表是哪一族哪一家 他为什么要对我留守 你小子逮着软世子 念来没完是不是 你怎么不问他呢 他就得名副房地 他被囚禁的名副房地产总部十三楼 马老太爷 我知道你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多呢 我能做的呢 也比你们预计的多的多 所以请你相信我 让我知道真相 如果这一切真的是我业家的先知 是我父亲的心愿 我就有办法 有能力去阻止老村长 呸 你小子什么牛逼都敢吹 行行行 为了追回长大小爷 我算呆了 跟你说了无妨 那其实业主 我从头到尾都没对你出过手 从刚才二爷给你讲的故事里 你没听出来了 在北台 继承了业家福报中 驱鬼之术的可不是本族 而是刘家 你二大爷业主 跟你爹本来就是本族的主只学通灵的 可他不像你爹 他年纪轻轻就吃不住苦 早早地改头到了刘家门下学驱鬼 他是刘老太爷的徒弟 你那刘老太爷 才是北台出马驱鬼第一人 才是幕后频频派出鬼怪 谋害你的罪魁祸首啊 听闻这一消息 我只觉得面额发烫 一阵阵懊恼 我已经相信了马老太爷的话 从前我爸不仅教会我 众懦守心 也教会了我识人断声 马老太爷所讲的一切逻辑严密 和现实完美契合 把我脑中所有疑问和漏洞 一一不全了 业主所经的技法正是驱鬼 而驱鬼之法又非业家本族的 他作为随本族夜姓传人 只有投入刘家门下 才有机会学这门技巧的 所以他早年因为没有外 对我爸出手 就已经受到刘老太爷的惩罚 导致本来富族的生活 变得路魄不堪 大好的前程也断送了 夜如总说 夜恋人执拗古板 其实你们夜的本族 全都他妈一个短性 他自己何尝不是油盐不进 软硬不吃呢 他在八年前拒绝于本族的聪明术 帮陈家反击你爹 因此被剥夺了 以驱鬼技法谋生的权利 之后他自暴自弃 整日殉酒 老村长和刘老太爷 对他防备转见轻 又惜他的才华 这才给了他一个 看守治阳之地 驱鬼法阵的活计 所以派出厉鬼的人 其实是刘老太爷 我二大爷他强行借机 破坏了治阳之地的锁鬼阵 又把治阳之地的阁楼 卖给了我 正常情况下 这事真就不怎么好办成 多亏业主那小子 这几年不务正业 炮上了一个叫凤姐的聘头 在他的帮助下 才将那套房子 过到你名下的 仿佛中介 凤姐是业主的聘头 不然你以为呢 不是他暗宗操作 出手治阳之地 房产这种大事的事 能瞒得住老村长 说实话 我都他妈事后才知道的 那个搞中介的娘们不简单呢 哦 原来还有这种面目呢 那到底还有多少细节 我是不知道的 你他妈别没完没了了 赶快把长大仙还我 这么多情报 够我换他妈十条命了 还有原来这条件没变 八百万现金 加我外孙女货血糕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 等会 等会 你说你外孙女叫啥 你这个死爹死骂的玩意 你想吓死爷爷吗 爷爷我家亲的姓霍 有个外孙女 虽然跟我不太亲 但这个主 爷爷我还是能做的 没想到我的梦中情人 竟然是马老太爷的外孙女 我腿一软 没坐下是跪下来 一边给马老太爷捶腿 一边陪着笑 没看出来呀 他们还是实在亲亲的 等等 好像不带个劲啊 马家是业界的分支 也就是说 我和马老太爷 多少带着一点血缘关系 而护血糕又是他的直系亲属 那是不是说 我和护血糕也是亲戚关系呢 不用这么狗血吧 我还不想进亲结婚呢 第二百零三章 后院齐火 别吓唬自个儿啊 马家从业界分足 分出了好几百年了 血缘早就淡的 不能再淡了 医学规定 四代以上内亲 不能结婚 估计我和护血糕之间 能差出四百多代去 于是我可以端正的 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溜须马老爷子 竟然主动为外孙女操心婚事 像你这么和蔼可亲的老爷 必福建隐退之后就不多见了 少他妈扯离个儿愣啊 爷爷我已经更有诚意了 赶快把长大仙还来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你担待不起 肯定还 必须还 就冲您外孙女 我也不敢留您的宝密 我就想再问一嘴 您这么帮我 除了我父母的人情 是不是也跟这个外孙女有关系啊 当初有一只魔鬼 袭击了火血糕 那肯定是刘老太爷的手段 您是因此才产生了 反抗情绪的对吧 马老太爷 叼着雪茄 掰着我的下巴 另一只手 把墨镜摘起来 瞪着眼睛 满脸都是毫无作作的凶狠 爷他妈摔盆 爷爷劝您少肚子聪明 我是怪刘老爷子 对我外孙女下手 但这并不能让爷爷就此 放过了马家重录 真实世界的机会 实话告诉你 我也知道你跟火血糕的关系 但我并不感谢你能保护他 因为一切的危险 都是因你招惹的 我的这个外孙女 自从随着马家重回北台之后 就再没认过马家这门亲戚 宁可自己送外卖做苦力 也不肯受马家一米一饭的帮助 所以你觉得爷爷 我对他都有多深的感情啊 马老太爷情绪激动 我紧张的往后说着 马老太爷您放心 无论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身为您的准外孙女婿 我一定会在这个乱局中保护 或许要他平安的 在这个问题上 爷爷还是比较相信你的 跟了你也比让他 跟了那刘姐的小混混强 刘姐的小混混 你是说刘宅吗 原来当初迫使小混混 姑娘远离刘宅那个靠谱的亲戚就是您呗 真没有想到您在背后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呢 您就放心的将他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噗的一声 听到我的表决心 马老太爷一口血就喷出来了 哇 您至于这么不甘心吗 马老太爷嗷血之后脸色巨变 你这言而无信的小人敢因我 我言而无信 我怎么了 难道是藏大仙出事了 你手装糊涂了 得了爷爷 我的情报 你就先下手为强 想先除掉一个劲迪 看不住你是这么歹毒的人 小雪糕他 家里出事了 我突然站起身 一边往外跑 一边对小三头 给霍雪糕打电话 小三拨通电话 同时我跑了出去 招呼空大阿晨 马上回家 出事了 把你们车钥匙借过 我对马老太爷的马仔伸出手 他们是开着一辆红旗轿车过来的 我需要用他们的车立刻赶回去 马老太爷扶着门框 把钥匙给他 马仔立刻交出钥匙 霍雪糕的声音传了 有点不太高兴 你还敢往你做啥腰呢 天台上叮当来想 怎么没完呢 还要么有睡个午觉 看我上来不收死你 果然 天台有异常 很有可能是老村长的人跑上去了 他们杀掉了长大仙 肯定还要对我的风水认下手了 那里是我的大本营 我不能让他们乱来 对我的音声太大 我担心后要告诉厨师 别 你先别上来 你现在马上下楼 去超市买点菜 或者其他什么都好 就是不许上楼 为啥要去买菜 你把我当猫补了是不是 你少废话 我给你钱行吗 那行 挂了电话 我的驾驶位上 一顿的乱拍方向盘 谁会开车呀 空大阿晨一起摇头 小松不会开车 只会歇车骨肉 缠收音机 阿晨呢 我追车厉害 车开不快 我追多快 马老太爷 颤颤唯唯走过来 拉开车门一白手 鬼边去 你全废物 我连忙爬到副驾驶 副驾驶的阿晨就往后翻 后边到空大 给他挪位置 我们四个像方块似的 转了一个圈 重新坐下来了 一路上 马老太爷是 把路怒正了 掩饰到极致 不停的按喇叭 我认识你老了 你他妈会不会开车 开车这么慢 还他妈站到 操 马路中间突然减速 你他妈混腻为了你 都他妈给爷爷让开 从祖宅到云华名府 老太爷用了五分钟 只用了五分钟 这一路 除了能给五菱红光三分薄面 其他车都被 马老太爷爷给抄了 警车都没惯着 但马老太爷的车技术实 不敢恭维 除了快以外 就没别的优点了 每次抄车 都会把人家的车刮一下 以为自己开的是碰碰车 终于到终点了 马老太爷一脚 把刹车踩死 差点没把我甩到挡风波里上 快去 不能让小雪糕出事 我来引开他们 他说的是路上 被刮蹭的好几十辆车了 我们赶紧呢 跳下车往小区里跑 还没进门 就遇上了往出走的霍雪糕 他见到我们很疑惑 你们没在家呀 那家里谁告诉那个动静啊 看到霍雪糕没事 我长出一口气 只要人没事 其他任何损失 我都承担得起 回头看见马老太爷的 红旗老轿车挥了挥手 示意他霍雪糕没事 让他放心 马老太爷按了两下喇叭 调转车头 引着追来的车队离去 霍雪糕一看见了老红旗 脸就沉 你怎么跟我老爷在一块呢 我跟你说啊 我和他虽然是亲戚 随即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的事是我们的事 你不用在他们身上 浪费精力呢 他以为我是为了追他 才去接触马老太爷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这么任性吧 老人家对你还是很关心的 先去买菜 马上咱吃火锅 我们上楼看看 可能大年鱼发情了 八乘天梯 路上我们把家伙事 都抄在手里 准备和闯入者 大概一场了 一登顺天台 我就看到了 诡异又可爱的一幕 桃花树下 封印厉鬼的水桶 以及封印纸儿 和长达仙的酒桶 都已经碎掉了 厉鬼魔头和大白 在天台上 一个追一个逃 这厉鬼哇咔咔 边追边咬 大白哒哒哒 一路小跑 他们的后边还跟着 跳出了风水池的大年鱼 大年鱼弹动了身子 紧追厉鬼不忘 在大年鱼身后 还有四个断胳膊断腿的指 像四肢翻牌的 王八似的扭动着身体 往前窜 难怪吵得厚血糕发火 这确实太闹腾了 第204章 鬼鬼祟祟 被我们降服那个厉鬼魔头 他并不是业鬼所养的小鬼 事实上 他真正的主人 是业主的师父 也就是掌控着 驱鬼之法的 刘家家主刘老太爷 当初呢 他根据刘老太爷的命令 在我爸的送中法事上 第一次对我出手 后来意外败败了 随后业主暗中 破坏了索轨阵法 厉鬼无法回归 只能变成了孤魂野鬼 谁也没想到呢 他在这次意外之中 因祸得福 通过不断向伤害过 他的肿牛抱负 在原本就不低的修为之上 更快就进化成了魔 之后 在跟我们的斗法中 他是愈强愈强 成功进化成了魔王 之后呢 他虽然斗法失败 落在了我们的手中 可他实际上 并没有失去对刘老太爷的忠心 他知道我们的情报不足 便利用自己的身份 取巧的将刘老太爷的锅 扣在了业主身上 之后他一直隐忍假装配合 等待着逃脱升天 或者为主尽忠的机会 平时我对他多加防范 可千日防贼百密一书 就在今天 机会被他等到了 我们抓了毛老太爷 手下长大仙 之后也将他封印在智阳之地 除了他还有那四个 从工本建材捉回来的纸 与他们同处一地 厉鬼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往常空大总会 带着大白手在这 他不敢趁机妄动 今天趁我们出来办事 先以自己的魔王秀为 轻易地突破了 封印他的水缸 又解救出了长大仙和四个纸 然后他计划集合起了 一众妖魔鬼怪的力量 一起来埋伏一波 那马老太爷 与刘老太爷不和 长大仙成为马老太爷的属下 当然知道自己的主人 什么态度立场了 所以没有听从厉鬼的建议 厉鬼身为刘老太爷属下 当然是了解一些马老太爷情况 他急于建功就威胁长大仙 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 他就去害了马老太爷的孙女 或血口 其结果就是两个家伙越闹越僵 动几手了 最后长大仙因刚刚被我们打败 伤势过重 修为未复而落败了 大白想趁机逃出来 给我通风报信 结果也被发现了 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一幕 我怒问厉鬼 所以你一直在骗我 想让业主悲喜 留见老贼的恶行是吧 厉鬼魔头被我们折磨的 七窍生烟 就剩一口汤吊着了 他也早就没有了求生欲望 可惜 最终没能替主人出调 你这小鬼头 不过 能让那马家的老家伙 失去长大仙 这最后个筹码 主人也会很高兴 大白跳起来 飞骑小短嘴 帮就踢他一脚 女手吹牛逼 你实力照比长大仙差得远了 要不是鲜鱼帮忙 你都容易被长大仙干死 怎么回事 咱们家鲜鱼被策反了 应该不是 他可能就是出于食欲 在吞掉了长大仙之后 他也追厉鬼 我想起大年鲜鱼第一次见到我们 考厉鬼魔头的时候 就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 他这杂食不是随便说说的 连鬼都吃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的 原来长大仙不是被厉鬼魔头打败的 那这么说 长大仙是死 我得被顶拉个锅 毕竟大年鱼是我养的 我转头去瞪大年鱼 这伙刚刚又吞掉了四只贴身的纸 这回正往这边偷偷喵呢 明显在打厉鬼魔头的主意 这件事坚决不能泄露出眼 否则肯定会影响到 马老太爷和霍雪糕队伍的印象 杀人灭狗吧 反正已经在马老太爷那 获知了所有的真实情报 这些留作传讯的人质 已经没价值了 我抓着厉鬼的鸡 就把他低了下来 正视着他的眼睛 其实留了你一条小命也挺好 让你看看你的主人 最终是怎么败在我手里的 可是呢 想想又不值得 你说你一个不成气候的小小魔王 不值得让我记恨报复 儿等搞出这么多事 主人绝对不会放任不管他 儿等的死期很快就要来了 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主人 重入真实世界的绊脚石 名副时代即将来临 我将获得重生 解释定要以最最残忍手段 来回报而等这些日子的观众 重入真实 名副时代 不知道你在胡学八道也行吗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主人就算有千般算计 万般手段 他都不该与我业家为敌 我也可以光是为业家本族传人 绝对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 你的重生肯定不会有来 但如果你再死一次 还能剩下灵魂 估计很快就可以跟你的主人 在另一个世界重聚了 哎呀 说起来好奇怪 都成了鬼魂以后 你和你主人之间要怎么相中 会不会很尴尬呀 说完我也不理厉鬼的诅咒 将他拎到了风水池边 里边大年鱼领会我的意图 早就激动的抬起了头 张开了嘴 等待美食入口 杨宠墓果然要做好擦屁股 微锅的准备 你呀你呀 害得胡学高老爷呢 折存一名大将 让我的心里愧疚 以后得加倍对我家小货好才行 在厉鬼的惨叫声中 我将他的头颅丢进了大年鱼的口中 以他们能够消化长大仙的胃口 自然不受厉鬼魔头 虚微的魔力影响 都不带嚼的 一口糊了个就吞下去了 接着呢 他就懒洋洋的绕着风水池游了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感觉这大年鱼好像又长大了 这时候霍雪糕呢 也从楼梯口出来了 挽着个袖子系着围去 刚刚谁乱叫唬呢 空大帮我打毛我眼 哦 是小松不小心踩了阿晨的脚 说他一脚跺了下去 阿晨都不用眼了 疼得嗷嗷惨叫 比利鬼叫的还惨呢 霍雪糕翻了我白眼 吓胡闹 我哥准备好了 下来吃饭 我用眼神示意 空大阿晨收拾残局 把那些被破坏的封印器物都处理好了 省得霍雪糕看了急 我跟着霍雪糕下到顶楼家中 迫不及待的上了饭桌 开始往锅里下菜 遮得一大天我确实饿坏了 喂 霍雪糕坐我对面 把玩具筷子若无其事的问我 刚刚那惨叫 是阿晨发出来的 我那妈含了一嘴的青菜 假装不方便回答 呜呜点头 没啥 我就是随便问问 那之前 又是谁在说 有加倍对我好来着 霍雪糕这话什么意思 明显是在勾搭我表白吗 这说明他准备接受我了 一想到苦吹的梦中 情人终于到手了 我的情绪再难控制 狂喜之下忍不住都笑出声了 结果就是一嘴一张 舌头一动 伴随着根根的傻笑 塞满了嘴的青菜都喷出来了 掉到桌子上火锅里边全都是啊 霍雪糕看着眼前的狼藉 失望的收起了笑容 又变回了平日里一贯的厌恶 存思你就算了 目睹一切的小三在我耳中偷偷嘲讽着 服一 服一加一加一白 你服一你奶奶可算了 你服一 第205章 丑马尽失的马老太爷 因这次和长大仙斗法呢 让我接触到了马老太爷 从他那里呢 意外获得了老村长所领导的成绩 在经历了数代经营 通过了由他实际操作的明府房地产 花费了十亿年运作的巨大布局 这个布局呢 将整个北台都笼罩进来了 眼下只需要再突破我这最后一道防线 他们就可以实现 开启明府之门的终极计划了 从厉鬼最后的一言中可以分析出 这个计划如果成功了 对于刘家来说 就是一次踏入真实世界的机会 而对于主导一切的陈家 则关系到了明府时代的降临 从马老太爷的态度和厉鬼的言语中 我发现 陈刘马三家中 以陈家为主 刘马两家为辅 但同为部署的刘马两家呢 刘家又比了马家更接近核心 总体来说呢 这次的意外 让我获得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信息 马老太爷向我坦言了 这次王盘的事 和我一直面对的问题毫无关系 就算如此 王盘落得如今处境 也是因为卖了我的话所致的 思来想去 这事不能拖待 我跟老村长的纠纷之后呢 时间一久啊 谁也保证不了王盘的安全 为了救人呢 时隔两天 我再次联系了马老太爷 约他在我家别墅见面 马老太爷如约而至 一见面 我就开始疯狂甩锅 外加挑拨了一见 老爷 准备好了一套说辞呢 第一句都没说出来 就被马老太爷打断了 谁他妈是你老爷 说 你把长大先生怎么了 为什么连个魂魄都没剩下呀 听他的意思 长大先生死还不是正常死亡 那我也顾不上了 先把锅甩出去 这事跟我无关啊 是刘老太爷搞的鬼呀 呵 马老太爷想说什么 偷了口坛之后呢 却被地上铺着的塑料布吸引了注意力 啥意思 嫌爷爷脏吗 那还用问吗 肯定是嫌你脏的 我这新家一天没住呢 被你一顿吐啊 你还当我这是平土房呢 是不是 没有老爷 我这房子暂时不打算住 想包给那些网红主播当据点 一会儿人家就过来看房子 我得保持一下干净啊 你少扯这一个人啊 抓走长大仙的事 你往流老鬼身上扯什么扯 长大仙的事真没骗你 您知道 他第一次派出来害我的厉鬼吧 后来也被我抓住了 关在了治阳之地 谁知道那厉鬼一直都是装怂的 那天上我和我的人都不在 就从封印里跑出来了 他想跟长大仙联手 对我搞伏击 长大仙对您多忠心呢 没搭理他 结果厉鬼呢 就威胁他又害了您外孙女 长大仙就急了 跟他好个干呢 结果没干过他 我放屁 流老鬼跟我不和他 看不起爷爷家道中路 爷爷看不上 他在老村长面前的狗腿子样 他留下如今是比马家风光 跟他养的小鬼 跟爷爷的大仙还差得远呢 别说他妈厉鬼了 若是当初爷爷的四大仙计权了 跟他留下的三大魔王一对一 我马家也不出 我按记下来马老太爷提到了三大魔王 这又是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按理来说呢 是怎么回事 可这回不是意外吗 您老的长大仙刚跟我们斗了一次法 吃点小亏还没怎么恢复呢 法力都不到平时的半成了 而且那只厉鬼也不是普通厉鬼了 早就进化成魔王了 我当初都差点栽在他手里 说着我拿出手机 将和厉鬼魔王斗法 当天一段视频放给他看 这些影像资料都是小三斗法中 顺便记录的 视频中厉鬼在牛棚里不停进化 足以证实我没有说谎 他装怂装得我们都心了 没想到一直保留着不弱的残余实力 结果那天您老的长大仙就吃了亏了 不知道他以什么手段给害了 马老太爷怒了 那这鬼在哪呢 把他交给我 爷爷我他妈活剥了他 那您老别这么生大气 我已经替您将他就利正法了 绝对不比您的手段仁慈 说着我放了一段最开始审讯魔王厉鬼的视频 就是我们把他放到烤架上烤那段 马老太爷看了只肉眉呀 爷爷我最多就算残忍 你小子这手法你是变态吧 我是真真真真真真真的不愿意听别人说我是变态 接着我又给马老太爷放了厉鬼魔头的遗言 听他说自己吹牛逼 说自己干掉了长大仙 又说乐得见马老太爷损命折将 还说刘老太爷会高兴 把马老太爷气得直骂娘啊 这些视频呢都是小三剪辑过的 没有透露出任何跟我们有关的信息 把所有锅呢完美的扣在了厉鬼身上 这个刘老鬼呀 平时肯定没少跟他那些小鬼们说我坏话 一直都在憋着祸害爷爷 我他妈饶不了他 对呀 大家都是一个阵营的 他还对你是东外心思呢 对这种人慈悲就是对自己残忍 干他 我支持你 铃是这个铃 可长大仙一走爷爷我算是顾家寡人 无依无靠路 拿什么跟刘家斗啊 啊 你什么意思 行了 这件事啊 到此为止吧 长大仙的死你有责任 但爷爷我没闲心跟你小子算着 就当是一次性把你爹娘的人情还完了 从今以后你我哥不相欠 走了 哎 别家 我这还有事求您呢 小子 别得寸进尺 你还真以为爷爷我看你是一伙的了 是不是一伙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刘老太爷跟您不是一条心的 不然他绝不会对您外孙女出手 他手下的小鬼更不会祸害您大将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就想求您一件事 就是借助您的身份便利 帮我们救出王盘 小摔盆啊 你认为爷爷如今还有那个能耐呢 爷罢了 谢谢你高看我一眼 爷爷就帮你这个忙 反正怎样都没了立身之本 就在你小子身上赌一手 您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真像立尾魔头说的那样 长大仙是您最后的筹码吗 其他三位大仙呢 您手下不是有四位凌王级别的大仙吗 看在你对爷爷的高看 看在你送小雪糕房子 真心带他好 爷爷一定帮你这个忙 但也只能做这一步了 记住了 不要把我们的事对小雪糕说 他一直不喜欢参与这些事 别让他不开心 我真想告诉马老太爷 世上可能没有一个 比我更不想让霍雪糕不开心的人了 也绝对没有一个 比我更能惹霍雪糕不开心的人了 我也想有情调 可支离不允许呀 我这情商不够用的主要是 第二百零六章 砸场子 马老太爷爷和我说定了 他回来之后立刻想办法 救出被非法囚禁的 明府房地产的总部王盘 但他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 别让我再一想摊开 不要再让他更为难了 我向马老太爷保证了 我只求能够解救出王盘了 不会将业家本族和分支三的家族的恩怨牵扯进去 该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可是肯定做好了 我知道机会难得呀 马老太爷还有进一步的利用空间 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呀 马老太爷这份心意我不好辜负了 这次从他主动找我半推半就 就说出了所有历史事件和幕后的秘密 又答应帮我解救王盘 还把自己的外孙女霍雪糕托付给我 这一切的举动就算在嘴上不承认 也能看出来 他跟老村长一会儿已经不是一条心了 我想尽快行动了 但准备工作一定要做戏了 这次的行动依旧由阿陈自己执行 时间紧任务中风险高 得尽可能的为他提供保障 马老太爷具体打算如何操作我不清楚 但我也要做好应接的准备 既然老村长他们盯上了王盘了 他就算被救出来了 还是会有被捉回去的可能性 我不能让马老太爷做无用功啊 我们从祖宅别墅回来 没有回云华名府 直接去了一家洗衣中心 这么样重要的事 当然得开个卧谈会了 躺在错岛床上呢 错岛师父人迟迟不敢动手 他们拘谨的站在一边 连经理都躲在门口 瞄着里边的情况显得十分紧张 空大和气的一笑 阿弥陀佛 二位施主不要紧张 我们就是来休息一下 没有砸场子的意思 他这么一说呢 那些错岛师父才算松了口气 开始干活了 但手上还是有明显的颤动 没办法 咱们仨在洗衣圈的名气 实在是太大了 我这个虚拟大佬 加上空大阿尘 两位新崛起的错岛天王 如果不安好心 可以让任何一家洗衣关门大敌的 都不用费什么劲 空大阿尘随便拽着客人催几下 客人就知道 那砸岛师父哪家墙了 有我这个社会大哥守着 洗衣方面也不敢阻止 只能吃哑巴亏了 通过这一点 我又增添了不少的信心 因为我意识到 自己拥有整合北台洗衣中心的潜力 就算这次跟老村长斗拜了 我依旧有着一条前途大好的退路 卧谈会开始了 依旧有我提出提议 马老太爷主动联系 帮我们解救王盘 但我觉得就算是以他的实力 也很难轻松做成这件事 而且就算成功了 他也没办法帮我们 保护王盘 不再受老村长的暗算 所以我们不仅要解救出王盘来 还要做好后续的防护工作 怎么才能做到 既不会暴露马老太爷的立场 以及和我们的关系 又能保护好王盘这位好兄弟的安全 大家集思广义 有什么好的想法 可以建议可以说出来 孔大先发言 小僧觉得 叶哥本末倒置了 王老太爷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立场 动摇尝试推进我们破坏 降龙俯虎大阵的计划 这绝对是我们一直等待的最佳时机 王盘哥哥自然不会不管我们行推进既定计划为主 解救王盘为辅 小僧认为只要民府的计划破灭 自然就无暇顾及王盘这个小人物到时候再去解救 轻而易举 空大提议很有建设性 但我有违我的原则 我哼哼两声 表示不能苟同 稍后在意 还把粗糟师傅弄误会了 立刻停手小心地问 哎 哥 今儿大了吗 金小生非那样 好像就怕我被抓住什么把柄当借口 把他们厂子砸了 接着轮到小三发言了 我觉得无论做怎样的准备 有一个工作都是必须要做的 那就是提升实力 我已经计算过了 围绕空大的天使复发为核心 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他的意见获得所有人赞争 我要他详细表述一下他所说的提升方式 经过讲解我们得知 小三提出的方法是一个在真实世界不算普及 但也有不少人应用的快速提升修为战力的办法 叫做纹身 当然不是普通的纹身啊 这个年代已经不能像从贤了 不是说你纹条龙啊 纹之虎啊 就有人怕你 除非有勇气纹一身皮肤病 否则那根本没卵用 他所说的纹身属于空大的天使伏法的技能领域 就是将写在符纸上的符 直接通过纹身的方式永久留在的人体上 举个例子啊 比如最基础的破膜灵符 在和亡灵斗法时 将只写在符纸上丢出去可以起到作用 拿在手里进行攻击 可以激发灵符效果 纹刺在拳掌之上 同样可以保持符的特性 还具有了方便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优点 缺点也是存在的 就是纹在身上以后呢 就失去了符纸远程攻击和持续作用的功能 那破膜灵符没法远程攻击 定界灵符呢 也没法固定封印在某个部位 只能由纹身者通过身体来操纵 正是这种种种的利弊冲突 才让这种提升修为的方便方式呢 只能成为应急手段 只有针对特定目标 才会被迫使用 马拉台一暗中跟我们站边 所以我们今后的主要对手会以邪魔为主 我选出了几个适合你们自身修为特定的符 文策之后 在于破膜斗法之中会有很大的帮助 他为我推荐的是雷霆灵符 为空大推荐的是提制灵符 为阿臣推荐的是疾风灵符 给大白推荐了神窍灵符 雷霆灵符在我手上 可以让我直接以雷霆激活天狼青 无需的借助其他的媒介可以激发天雷 提制灵符呢 是可以让空大获得智力和专注力的提升 对施展天师伏法注意极大 疾风灵符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阿臣的反应和移动速度 至于神窍灵符呢 则有助于大白的形体切换 小三没错 无论我们打算进行怎么样的应对 提升战力都是最有效的效果 我就打电话和牛叔确认了这样样板房的交工时间 然后就放下了一切包袱 准备痛痛怪快的搓个澡 因为纹身以后挺长时间不能洗澡 这对我们这会儿洗澡有瘾的来说 无异于一种折磨 我提 搓个拳套呢 空大赞同 阿弥陀佛 输金活血 有助于纹身 就拳套的吧 阿臣一咬牙 哼 我来两套 搓澡师们瑟瑟发抖 还说不是来咋场呢 他分明打算把我们累死啊 第207章 灵符纹身 在这次卧谈会上 我们一共通过了两个提案 两个提案都是小三提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通过灵符纹身来提高战斗力的决策 第二个提案呢 与提升战斗力无关 但对我们的注意一样非常大 小三提议用我们手头充足的资金 大配量购买手机 由我激活潇洒币程序后 在全北台各种阵法和重点要害部位进行安放 这样小三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超级人工智能 对整个北台进行实时监控 这个计划一旦成型了 我们就可以做到 有效避免被老村长下黑手 并损失掌控他们的动态信息 他们要给我这个计划取个名 我这个计划是以超级人工智能为基础 实现了天眼一样的网络覆盖 那么这个计划的名称就叫做 网眼吧 你是要说天网吧 不就是网眼 贴切忠不识性感 因为这个计划够骚 马老太爷什么时候能解决王盘不好说 我们得尽快开始做好应接准备 两个提案尽快落实到位了 网眼计划可以逐步的实施 不急于用意识了 卧谈会之后 我们又先开始研究文身的事 网身上文灵符呢 不仅要绘画还得绘文 可空大绘画不会绘文 所以我们得在家先画好了 然后找专业的文身师 利用我们的提供的犬灵之血为材料完成文身 空大在学习小三提供的各种心服的画法 即便以他的天赋也要多加练习 我和阿陈大白小三 一起研究灵符文身的具体使用方法 他俩的都好理解 阿陈的疾风符呢 可以停上速度 无论施展通灵行义拳 还是那些狗袍啊 咬人呢 捡棍的巨角呢 都有直观的提升 大白的神窍灵符呢 可以加速他的附体和出窍 说白的呢 就是可以快速在鬼魂和手腕之间来回切换 那我这个就复杂了呢 小三给我这个说是 设计模式是这样的 说在我的左手手心上 或者手背上 文一道雷霆灵符 我的左手呢 则被本命真源打通过经脉 非常符合那伏法的威力传递 我的空间戒指呢 也习惯戴在左手 可以将天狼星藏匿其中 在斗法作战中 可以出其不意 直接让天狼星呢 取出左手 然后激活灵符 这样就可以实现 徒手发射天雷的招式构想 所以呢 具体的操作 还是需要一些细节的 比如文身 纹在手上的时候 不能纹得太平常 否则灵符呢 将始终处于激活状态 消耗太大 平往着身体呢 修为根本吃不消 所以必须留下一些变化瑕疵 比如在文身的时候呢 将关节也带进去 只有在手掌完全伸平时 符才可以完整的形态出现 效果才会激活 只要不摆出特定的手型呢 文身就会因为关节导致变形 不具备完整形态 该有的功能也就会失效 从大白的身上呢 能够更加直观理解 这个零符文身的模式 他要闻的是神窍灵符 那是一个笔画并不复杂的符 形态像个活灵活剑的小鬼 由于他体质特殊 不用专业的文身式操作 我和阿陈就可以通过 材质和扩验的方式 将神窍灵符的痕迹 永远保留在他的身上 一完之后呢 从正面看上去 他就身上有了一个完整的神窍灵符 这样的状态下 灵符效果始终生效 会持续消耗他的体能和体力 他平时把脑袋转回到正常方向 一个完整的零符就分成两方 一个在后脑勺 一个在胸口 他只要想使用零符力量呢 只要一转头 将两节符拼在一起 零符的效果就可以激活了 大麦表演了两次 几乎可以做到瞬间切换 我和阿陈看的直鼓掌啊 太牛逼了 遇到物理攻击时就变成鬼怪 斗法时就变成手办 等于免疫了所有伤害 只要别遇上超级高手 你就是无敌的存在 而空大的提制零符呢 阿陈的疾风零符 也都有一举同工之妙 刚开始空大打算把零符呢 纹在双手的虎口上 一个虎口纹一腕 只要这样呢 他一做合十的动作 就可以激活零符呢 他说这个动作他熟悉 做起来得心应手 一合十呢就加buff 肯定可以误导很多信徒呢 他的初衷有多不靠谱 就不说了 这个办法根本就行不通了 因为他平时基本始终保持合十动作 强迫症似的 上厕所蹲坑都不例外呀 第一次见到我以为 他在练渣马猪呢 所以如果真的闻在虎口上 零符肯定会被频繁激活 消耗很大 最后呢 我给他出了个主意 我建议他把那个 类似三叶草上标的 那个提制零符呢 闻在眉心 别闻满 留一片叶子 闻在中指和食指上 这样在激活灵符时呢 用食中两指一点眉心 就可以组成完整的灵符了 装逼效果比和食更加的生动立体 立刻能吸引一批二次元信徒 至于阿臣的疾风灵符呢 他也想闻成空大那种装逼风格的 可是灵符的形态不合适 笔画太多了 没办法缩太久 闻在额头呢 得做好牺牲半张脸的准备 那阿臣这么闷骚的男子 怎么舍得破相呢 最后没办法了 只能选择闻在了后背和大臂 只能选择闻在了后背和大臀上 闻的时候呢 根据灵符的形态 他要平斩双臂 这样平时正常状态下 胳膊一垂下来 灵符就会走形 无法生效 在平斩起双臂时 灵符会变成完整的形态 他的速度就会加快 你想象一下啊 阿臣平斩双臂一路飞奔 怎么感觉神经兮兮呢 这个设计是不是不合理啊 最后呢 是我的雷霆灵符了 这道灵符的形态 有点像雷电的繁体姿 中间四色方方 顶部两侧各有一个尖角 尾部甩出一笔 如同雷霆出云很有气势 我们一致认为将其纹在手背上最合适 灵符的两个尖角 可以纹在食指和小指的指位 需要激活灵符时呢 我只需要将手钻拳 然后伸出中指和小指就可以了 也满足了抓牢天狼星的条件 同时这个动作呢 除了拇指之外 和蜘蛛侠兔丝的手形几乎一模一样 非常适合这种时尚小青年 我很满意 其实纹在手心也行 但能门手背呢 谁门手心 门手心谁知道我有纹身呢 而且我得以后考虑啊 你想象一下 纹在手心 一张开手掌 就会在手心激活雷霆凌露 摸哪哪出电 出对样以后 很容易误伤到我家小货的 特别是中指和无名指 是不是 最后小三人也有要求 他非得让我去给他买那种呢 感温变色的手机壳 用感温材料划成定切符 遇到危险 他可以通过增强自身功率来发热 激活感温材料划下的符印 他就拥有自保能力了 研究了好了纹身方式 那就赶紧的吧 听说这玩意还挺疼的 搞不好呢 得分成十天八了月才能闻下来 尤其阿晨那个疾风灵符啊 半倍啊 面积是我的十几倍啊 是空大的几百倍啊 我非常正式的要求 他纹身的时候戴个口罩 搓脏搓疼了 他都咬人呢 纹身师傅用针扎他 谁也不敢保证 他能做出什么事的 必须保证纹身师安全 第208章 纹身高手 很多行业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相当的复杂了 也就是所谓的门槛低 但是想登堂入室 没有几分天分 十分的机缘 外加身百分之百的努力 和成千上万的学费 你根本就做不到 纹身呢 绝对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业 俗话说 每一个成功的纹身师背后的 都有成千上万被他用来练手的 想弄死他的客人 实打实的 一将功成万人哭啊 我们这次选纹身店呢 非常深重 实在不敢去那些野店 万一被纹错了 一笔半笔的 那真是修都没法修了 关键手艺不好 纹起来肯定疼啊 就跟实习护士打针士 小三通过了网络上的大数据 为我们找到了全北台 乃及周边城市生意最火爆的几家纹身店 我稍微看了一眼就给否定了 互联网这种数据根本不能相信 生意好的销量高的 未必就是最好的 更不能代表水平就是最高的 我给了他一个出发点 让他去找那种 带修改纹身业务的纹身店 小三问我这是什么原理呢 我露出了弱本睿智的笑容 只有老师才有权力和能力去改学生的卷子 只有行业中最专业的人士才能修正同行的错误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只有纹身手艺最最高超的纹身师 才敢去修改别人的败笔 众人鼓掌阿诚狂赞 这不不是甜呢 您的思路是真的清奇独到啊 小三通过互联网上的各家纹身店的业务筛选 快速浏览分析的用户留言 还真就找到了一家主打修改失败纹身业务的纹身店 店名叫面目全非 众人看我阿诚犹豫了 我能说回我刚才的话吗 我给他打气 有大才的都有怪癖 人家敢真取这样的名字 不是说自己手艺不好 可能是一种反刺 也可能是一种暗喻 对待纹身这么艺术极高的行业 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就像狗布里包子 名字不好就说明它不好吃吗 阿弥陀佛 狗布里包子确实不好吃 就你的偷嘴还欠嘴的假和尚 这话说的佛祖不打死你 天津人也得弄死你 店面地处市区了 我们去的时候赶在周末下午 正是闻声高峰时段 到了店里的时候 看到客人都排成长队了 见到这一步我也犯提过 吃饭有等多的 阿蒙有等钟的 过马路有等灯的 上厕所又等坑的 因为时间流量大呢 等一会儿就能等到 可纹身这事是个细活 慢工才能出细活 拿到几分钟一个 可我之前把货说的太满 这种事说不能打三五 硬着头皮得看看情况再说 队伍太长了 本来想插队了 凭我们哥几个的脉象 和抽不掉脸的精神 这种事干的是绰绰有余 可才注意到排队人的状态之后 我们都没敢插队 这是一群生无可恋的人 他们看我的眼神 有一种随时准备 跟我同归一郡的味道 天体已经很热了 这些人都穿着单薄暴露的衣服 我能看到他们身上 各种惨不忍睹的温身 有简笔画风格的 有错别字系列的 还有情侣头像爱情断言的 都属于一样的幼稚 你换我闻了这种纹身 我肯定也觉得人生没什么关头 谁说我就和谁拼命了 好在排队的速度确实不慢 比理发还快一点 基本五到十分钟 就有一个原本生无可恋的人 带着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走出来了 我们排在队伍最后 半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从街上排到了店里 也能看清店里的情况 这么火爆的生意 店里居然只有一位纹身师 是个老太太 一点纹身师的社会劲都没有 她一边给座位上的客人 改着纹身 一边跟下一位客人沟通 手上忙着 嘴上说着 一点都不打扮 你要改的是什么呀 我这个海鸥不想要了 她说的海鸥 就是我们小时候画过那种 一个横杆 上面是一个倒写的人字 老太太经验丰富 看都不看就说的 加粗加长 给你改成海贼王里的海军军旗 可不可以呀 这就叫专业 全国上下能知道海贼王的老太太 估计没几个了 海鸥男犹豫了 那个军旗倒是挺好看的 可我这是一片海鸥呢 得改成什么样了 相信我没错的 来到你了 老太太效忠感染力极强啊 原本忐忑不安的海鸥男 老老实实坐下去了 老太太们用上五分钟 就把一只简笔画海鸥 改成了动漫风十足的标志 其周围的其他海鸥 也都随之立体起来 整体一看上去呢 就像一幅动漫插画 海鸥男如同重获的新生啊 我们对老太太 惊为天人 纷纷鼓掌啊 我们一会儿的独特之意呢 引起了老太太的注意 她看下我们呢 我们联盟白手打招呼 我们前边还剩一个呢 是个秃头金箱链的壮汉 她警惕怒脑的警告我们 谁敢踏队 老子今天就死谁手里边 你这叫哪门子的威胁方式呢 不过很有效 我们立刻退后一步 表示得不起 这海鸥男之后就是壮汉 他坐到老太太面前 随手就把白背心撕了 露出了满身的刺青啊 他指着自己胸前的龙 和背后的关公 自从闻了这两玩意 我就没有一天不倒霉 你帮我改啊 老太太查看了一遍 你这门身确实有问题 关公不能闻张眼的 青龙不能闻过肩的 关公张眼要杀人 青龙过肩压气运呢 那咋办呢 我给你的关公闻个墨镜 再给你的龙上闻个小悟空吧 鸡龙珠里神龙不伤人呢 最终壮汉只选择了给关公闻墨镜 小悟空的事他接受不了 打算回去再扛几天 扛不住再说 庄哈一走 我就乐呵呵坐下来 老太太 故意使坏是吧 关公戴墨镜 你不是开玩笑的吗 你怎么不给人背两自行车呢 老太太和矮的笑了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把纹身改的 不能见人了 久而久之力气也就弱了 对他有好处啊 我们一阵鼓掌 这老太太倒行不减呢 那你们这个要改什么呀 我们不是改 是纹 我们自己设计的图案呢 太复杂了 怕一般人水平闻不好 这才来找您呢 老太太拿起我的手 看了看 好奇怪的结构啊 有裸眼三地的效果 好吧 看你们几个小孩 挺有趣的 我破了一回 帮你们闻一次 我们大喜 空大敬佩 阿弥陀佛 此等图案 都有把我文汇出来 女施主 神呼奇迹啊 这算是啥呀 我以前从事的职业比起来 任何门身都没有难度 我好奇地问 那年老 以前从事什么职业呢 儿科的护士长 哦 怪不得 第209章 潜规则 儿科护士长啊 从古至今 论起真发了 估计除了东方不败 就没有比这个职业更好的了 把自己交给他呢 我是很放心的 但我还是决定 让空大他们先问 我观察一下 闻不出来 我省得白刀嘴 闻得出来呢 就让他当当练练手 热热身 到我这就更轻松了 谈好了个不低的价钱 老太太单独留下了空大 把我和阿晨推出去呢 他一边拉上 白色的闻帘一边都 人生过程中啊 不能说打扰 家属请在外面等着 看他这架势有点慌啊 那什么 您不是护士吗 怎么搞得像个医生似的 放心吧 我经常协助大型手术 闻个身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这么做是怕你们 对客人造成影响 我还是不放心 掏兜拿出200块钱 塞在口罩里 老太太的衣服口罩又宽又大 一看就是为了方便收红包设计的 这都是潜规则 咱得守规矩 他果然没有推辞 笑得更和蔼了 空大在里边纹身 我和阿晨焦急忐忑 在外边一根一根抽着烟 好几次都要开门进去查看情况 都被阿晨拦住了 你要对大夫有信心啊 你要对空大有信心啊 我说你别安慰我了 等会换你上去 你可千万别咬人啊 人家有手段 你别再给你来个全麻呀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叶先生 我是怕他栽药红包 一般上麻药都给的多 纹身和改纹身 不是一个工作量级的 空大的纹身 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一小块 老太太足足 纹了一个小时才完成了 门帘拉 给老太太先走出来 我和阿晨连忙上天询问 哎 怎么样 是你吗 老太太摘起口罩 我可很坚强 纹身很成功 空大随后呢 走了出来 眉心多了一朵淡红色的 残缺的花瓣纹身 把俊俏的小和尚 显得更加秀气了 我们拉过空大偷偷的问 哎 怎么样 试试 有没有效果啊 闻得再好 服的效果出来也白搭 空大点了点头 当场进行了一波尝试 空大将二指并笼 点在了眉心的位置上 这提制灵符 随之组成了完整的结构 我们看到空大眉心直出 所点的位置 有一点荧光闪过 这种独特的光影特效 正是天师复法生效的 征兆之一 我和阿晨齐声欢呼 疼了 空大却神色一冷 看你这么激动的样子 回想起 之前你那么积极 让小僧第一个纹身 夜哥 你是在拿小僧 当是今世吗 这提制 灵符效果不错 你那智商 蹭蹭往上涨啊 行了行了行了 老太太细节水平 已经得到了见证 下一步呢 就看她对大局的树立 阿晨 到你了 阿晨知道自己 躲不过这一劫 嘱咐我 易先生 千万别忘了给红包啊 把阿晨交给老太太 我提醒她 您在文山的过程中 小心着点 我这兄弟敏感 偶尔可能会出现的 比较激进的反应 那这样可得上全麻呀 不用不用 阿晨更紧张了 全麻对脑子不好 易先生 你去购买两根棒棒糖吧 我撑得住 棒棒糖就不用了 我店里边常备着呢 我给老太太塞了 五百块钱红包 才放心让她把阿晨带走 空大安慰她 放心吧 一点都不疼她 然后又换成 我和空大一根 接着一根抽起的烟 过了一个多小时 店门开了 老太太走出来 我们又去问 老太太只在门口 说了一句 这台文山比较复杂 家属就不要在这里等着了 好好休息一下 明儿个再来 别的客人没起来 家属又倒下来 说完不如我们反驳 重新把门关上 一想也是这么回事 空大那么一睛点 都不一个小时 阿晨那疾风灵符 不半倍呢 从面积上来算 一天能下来都算快点 我带着空大 去给小三买了 温感变色的手机壳 又去附近的二手手机店 收购了上百部手机 后半夜呢 去儒家开房休息 前台小妹看我们的眼神 都怪怪的 第二天早上醒了 我和空大店家阿晨 洗漱完毕 饭都没吃就退房了 退房后 就听两个前台小老门 在我们背后嚼舌头 咋样 那么来不来开房 那么急退房 你再看那个秃子娘们 急急的 肯定那么急老月炮啊 继我和阿晨绯闻之后 空大终于中招了 今天周一 又是一大早上呢 虽然路上行人如知 但闻神店里一个客人没有 店门一周关着 里边的白色窗帘 和我们昨天离开时 一模一样 拉着严严实实的 我刚要敲门 门帘刷啦就拉开了 阿晨精神奕奕的 站在里边 他打开了门 一步迈了出来 然后展开双臂 仿佛 模仿着飞机滑翔的动作 嘴里嗷嗷嗷 叫着大街上 一路飞奔呢 他跑的是又快又稳 虽然以他的视力 看不到街上的人 但靠着狼性意识 可以完美躲避掉面前的障碍物 跑得再快也不会撞到人 路人见状了 纷纷赞叹 哎呦 这次个有年头的老精神病了 撒风撒的都这么俗练 我和空大好不容易制住他 阿晨幸福的对我们大声道 啊 太嗨了 我感觉要飞起来了 我好不好意思 就得捉我这人群陪补上 对不住啊 昨天精神病院放假 你没按时归队 文神店老太太门口也约的喊我 这么早就来了 哥仨真是形影不离呢 路人纷纷散退 我以为这俩是大夫呢 弄半天都病有啊 一大早上被人接着零三误会 我的心情有些不爽 再不爽文神也得闻 可就是这么一不爽就出问题了 我忘了 老太太给阿晨闻了一宿 已经是又困又累 更大的问题是我这么一不爽 忘给潜规则的事 没给他塞红包 于是我就稀里糊涂的 被他冷着脸关进了文神店里 经过两个多小时 绝对反常的痛苦之后 老太太向我宣布 个人很坚强 可是文神失败了 你妈 身着一名合格教师 连学生的醋都能披改 想留一些改错题给自己 当然也不是什么难事 老太太把文神给我纹好 然后告诉我文神失败 我看着自己手背上的雷霆灵符呢 确实又那里不得急 可又说不出来 老太太在昏暗的房间里威胁我 没办法 要么就这么留着 要么我就给你改个皮卡丘 你怎么选呢 这么一提醒我才看懂 原来不对劲的地方就是啊 他把原本的雷霆灵符 特意进行了一些简化和修改 一眼看上去呢 有长耳朵 有大尾巴 又圆滚滚的身子 分明就是一只符文版的皮卡球呢 只差没有上色没有画五官了 我强忍着爆发的冲动 因为我知道 跟谁斗也不能跟老师和医生斗 尤其是可以左右自己文凭和健康的老师和医生 我一偷偷把剩下的一千块钱现金都掏出来了 明目张胆的丢地上 咬牙切齿提醒一句 你钱掉了 你钱掉了 老太太捡着钱 这一蹲下 一站起来就像个变了人似的 重新笑眯眯坐我面前了 小伙子 再坐会儿 还有几笔没门完呢 接下来半个多小时 我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疼痛 我的注意力全部被转移了 之前气脑羞耻的心情也收拾不见了 完全被老太太的技术所吸引 她的纹身手法一点不疼不说 还有起死回生扭转乾坤的能力 分明是一只皮卡丘的骨骼轮廓 被她带出了几个关键点和线 具有裸眼3D特效的雷霆灵符又毁烈了 在她闻完最后一笔之后 我清晰感觉手上有微弱的电流出现 脸面微微改变手型 老太太被我电了一下还开玩笑呢 小伙子跟我还来电呢 我对她的技术心悦成熟 那也不代表她能撩我 岁数和人品不合格 我愣愣的回应 老人家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老太太对我这不礼貌的玩笑 丝毫不以为 反而很感兴趣 哦有女朋友了 你的那个大哥的朋友也有女朋友吗 我还额外送了他一个纹身呢 要不也送你一个吧 闻了以后可以哄女朋友开心哟 别的话题也就罢了 说能哄到女朋友开心 我怎么能不兴奋 我最愁的就不会撩闷了 不知道怎么哄过去 要不开心呢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麻烦你给我闻一个 没问题 面配赠送啊 能问一下闻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女朋友的姓氏了 这里有个梗啊 男方把女方的姓闻在身上 阿姨的女方可以把男方的姓呢 用在孩子身上 听着老太太笑声 我打了个哆嗦 算了吧 你说的梗我是没听说过 就听说过 闻姓名和用情头的 是最灵魂分手的仪式 比诅咒都吓淫 最关键的问题我没告诉你 如果我女朋友姓刘 我一咬牙你就闻了 关键他妈姓霍呀 我三十来比划啊 三个纹身全部完成了 老太太目送我们离开 我听她的悠悠惆怅 可被女人纹身的男人 越来越少了 我夜和那拉市就一个都没遇到过 哎 难受 灵符的效果好坏 和符印的绘制精度 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我们刚闻完的符呢 还有一些不可避讳的红种 肯定会有些走形嘛 导致效果没有发挥出来 提制灵符的智力能 提升啊和增强定力 疾风灵符的敏捷和移动速度 我的雷霆灵符更没问题了 我回到云华灵符立刻进行了实验 空大在阁楼墙上画了一个靶心子 然后跟阿陈大白他们躲在一旁看热闹 我的施法能量可是天雷呀 别说是他们 我身为使用者 一个不要心容易受到反噬啊 哎呀 能力越大了 风险就越来越大了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收益越大 风险也就越大 不承担风险 也有我们的资本 凭什么跟老村长斗 小三提醒我 同样罗首使用天狼星 使用雷霍纹身激活 和使用雷霍激活 也存在差异 你必须保持手型稳定 让雷霍纹身持续生效 才能控制天狼星 向着固定的方向输出天雷 相关雷霆手印的注意事项 我熟练了很多遍 我走的把盘五米开外 抖了抖左手手腕 缓缓地抬了起 我摊开在左手手中 空无一物 只有食指上戴着一枚 绕着红绳的空间戒指 闭上眼睛 熟练地将意识 沉入空间戒指 锁定单独放在一处的天狼星 天狼星受到了感应 轻轻地动着动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 驱散了心中最后的疑惑 猛地张开了眼 意识调动天狼星入手 他在我的手掌中 滴溜溜乱拽 我同时收拢着 拇指中指和无名指 以这三指扣住了天狼星 剩余的食指和无名指弯曲 伸着 纸背的两个皮卡丘耳朵 一样的纹身部位 和鼠尾上的纹身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雷霆灵符 我的手指没有完全伸直 雷霆灵符因角度存在微小的差异 以犬灵之血纹刺的雷霆灵符 虽然生效 但只激发了部分效果 雷霆灵符带来的电流 在我手上汇聚 被我通过手部畅通的经脉 传入天狼星 天狼星吸收雷霆 同属性元素将其中蕴含的天雷激活了 一道微弱但属性强大的天雷 从天狼星中诱导而出 反馈到我的手中 天雷在伸出的食指和小指中间 形成了一股肉眼可见的电流 就像电棍顶部的电流 快速闪动 琵琶作响 天雷声势远超电棍 我这边天雷一响 大白和风水池中大年鱼都产生了感应 变得烦道不安了 大年鱼在风水池里边乱翻 大白围着天台塌塌塌跑圈 我不受周围环境影响 努力将意识和注意力集中在指尖的天雷上 缓缓的抬起了眼睛 调肿手臂方向 瞄准了把盘的最中央 然后我将食指小指伸成笔直 让雷霆灵符呈现完美的姿态 激活出更加强大的雷电 更加强大的雷电 诱发出更多的天雷 我只觉得左手一阵剧痛 同时一道雷光 咔嚓一声从我两指指尖 并发而射出 是否命中把戏就不重要了 因为天雷强大的破坏力 直接将整个把盘都轰成了灰烬 还有画着把盘的格笼也被轰倒了半边了 阿臣抹着冷汗 哎呀 刚才非让我举把盘 幸亏没听 第211章 疾风明慧 这位可以呀 以前没觉得天亮星这么的好用啊 难道是因为上次冲的天雷 还比原来多辣 就是用下来开销太大了 赶上打一炮 我说的是好几万的那种 突突突突突突的炮啊 不是三五百下 啪啪啪啪啪啪的那种炮 如果呢始终保持这威力的话呢 我还跟民府他们玩什么套路 直接突突他们不就得了吗 可实际上呢 这只是我的意见 小三替我分析了 他说那个雷霆手艺的威力 并没有这么大 是我的攻击导致格楼的电路表 短路放电 引爆了屋子里的煤气管 是他把半边强叉叉的 孔大被我抓的衣领子 抽了好一顿脑勺子 脑子纹身的时候 你们扎坏了是不是 你不知道电表箱的位置 是不是 孔大是暴头多闪 连连水锅呀 小僧从来都是清灯古佛 无问外物 不懂什么是电表箱 放屁的 我们偷电的电线都是 你怎么亲手接的 那你也不能只怪小僧一人 要是阿臣听话给你举把子 不就没这么多事了 那事更多了 狗命不是命啊 咱家大蓝狗不值钱 是不是 哎呀 我们为阁楼损坏的事 吵得不可哀怅 我语高听的声啊 没看情状况就开始嘲讽 你们这一天 不足备要浑身难受 搞出这么大动静 是不是拆房子 我们几个看了看 身后的阁楼惊艳的回头 是啊 我赶紧解释 那什么我家组宅不是修好了吗 以后肯定得搬走啊 到时候这边就你一个人住了 我合计把格子都给你打通了 我们住别墅 怎么也得给小僧姑娘弄跳富士啊 说完我回头挑眉 空大阿臣呢 偷偷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霍学高哪有那么容易领情呢 说事我帮你看房子呗 你们不要乱搞了 这么复杂的事 还得找专业的来 你出钱就行了 会过日子会过头的 也不是什么好事 感觉以后要是真成的呢 我管钱的概率不大 但是我很期待这种被控制的生活 可能因为我是个M吧 霍学高走后我们继续做实验 我的灵服纹身呢 实验总体来说是很成功的 炸毁了半堵墙呢 不算啥事 缺一堵墙的房子 我又不是没住过 缺三堵的我TM都住过 阿臣呢开始助跑了 速度越来越快 结果并没跑多远 跑到天台中央位置的时候呢 就已经达到了最快速度了 不知是错觉还是幻觉啊 阿臣的拳脚速度 没见进一步辖快 他的身子就开始出现了 清白色的光影 那层光影将阿臣的身体包裹其中 顺应他的躯体躯干的 呈现出了四肢和头部 除了这些竟然还有一条大尾巴 慢慢我们看出了眉目了 如果把阿臣的本体隐去 那么剩下的这个清光白影 就像是一只双足直立 尖嘴胡塞的巨狼 小三道 这就是通灵形异拳的进阶状态 阿臣已经悟出了灵体 伤害能力和防疫能力 都会大幅度提升 我的信息库中 找不出修炼通灵形异拳 进步这么快的记录 阿臣是第一个 小三最初向我们推荐修炼法门 当初我们都无法理解 阿臣的悟性这么好 体质又特殊 又和通灵形异拳高度吻合 为什么不选龙灵 或者蜂蜂 麒麟等高级灵体 如今看来 他的选择是对的 功法没有最强 只有最合适的 或许 不止狼性文化在起作用 他的日常怪癖 大概率有一定的关系 阿臣一道拳打得尾声 疾风服务的效果消失了 但他的速度始终被减 在最后一个收招动作出了以后 我们刚想抱一热烈的掌声 也是鼓励 没想到阿臣还有后招呢 他好像是出于本能啊 也可能是想试验一下 这种效果下 自己的必杀技 他的效果 他毫无征兆 转过身 对着自己屁股后边 就是一口咬了下去 阿臣做到全天下 所有的狗都做不到的事 他以超凡的速度 真就追上了自己的尾巴 阿臣咬了自己 虚化出来的尾巴一口 然后捂着裤裆 夹着腿 焊疼 也不知道他那个尾巴 是哪个部位的转化形态 真心没敢问 那最后进行实验呢 是空大 他的效果更直观了 在激活了 体质灵服的状态下呢 他对施火宫 天使服务的运用呢 更加的迅速和成熟了 施火宫根据修为高低 Match的字数有少之多 字数越多 威力越大 刚刚练此成功呢 只能为特定的音呢 注入反音 一般这个字 空大专精此道 休息不久 便可以两个固定字 注入反音 还练了两组 分别注入了反音和驱鬼法力的 孽障 和注入反音和驱除灵力的孽出 在激活了提质灵服情况下呢 他可以骂出三个带有佛门反音的字了 虽然依靠提质灵服的加持功能 只能使用一次 但威力 照比两个字有层次的差别 不过在选字上 他碰上了难题 现在他已经拥有了对抗鬼 灵 施火宫的反音词了 还没有对人有效果的 所以他想试试 设定一个对人体生效的三字侍候中 但他不知道该选什么字 这三个字 必须得是一个完整的整卷 可以清楚地表达出 佛门法旨居高临下的降服压迫感 小僧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合适的字 你瞅啥 小僧没瞅啥呀 我是说你瞅啥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就算没有反音加值 也挺有震慑力的 应该能符合你的要求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你再瞅一个试试 试试就试试 第二百一十二章 验收样板琴 我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那确实是根据空大提出的要求 想出来的 三个字 有明显的进攻性和压迫感 得像胎 孽障 孽畜 那样有声势 还是得针对人类的完整语句 我能想到除了你瞅啥就只有 乔林 只有只有CNM了 后者明显不能用施火工了 AOE范围太大 一个不小心容易被误会成群潮 引起公分 孔大还是不能理解我的用意 没关系 天一黑我就把他领烧口摊去了 从半夜九点半吃到 后半夜 孔大建设了各种版本的 你瞅啥 干起来的没干起来的都有啊 还让孔大充分理解这三个字的玄妙和神奇 对不对 不仅呢 为自己所定的施火工的三字真言 连下一层次的四字真言都选好了 瞅你咋逼 次日孔大以师门绝学为选定的三字呢 加持了反应 这就掌握了一个新的必杀技 从此以后 他也可以像鹤退伤害魔鬼 王灵似的 以施火工来伤害生人 我迫不及待想看看这招在实战中怎么个效果 肯定是贼有劲 贼带感 可孔大却说不方便随意用给我看 理由是他的施火工呢 消耗本来就挺大的 提制灵符呢 只能给他带来智慧的加成 并不为他提供更多的功力 越即使用三字呢 会伤其根本 孔大说完之后 指着自己鼻青脸肿的脸 而且 昨晚已经试过了 没有加持反应的三字 确实很有效果 相信加持了反应之后 效果也差不多 鼻青脸肿的 我身以为然的点头了 昨天合作了 孔大拿隔壁桌一群光头大哥当实验对象 使用了普通话版本的三字 你瞅啥 我俩差点被那伙人捶死 阿陈呢 阿陈啥瞬间 他跟活人动过手呢 早就这么跑门影了 不过他今天也是鼻青脸肿的 是被我和孔大洗腰的 孔大又消耗了一整天的时间 以感温材料 在小三的手机壳上 画了一个定界灵符 然后又同样的感温材料 在我们贴身衣服上 画了个回气灵符 这样在正常情况下呢 浮印不会消失 一旦我们进行了序列的运动 体温一上升 感温材料所化的符印 就会显现 回气灵符呢 便可以为我们带来 一定量的体能和体力补充 至此 在小三推荐和各自的天赋努力下 在极端的时间内 我们都获得了整体实力的 大幅度提升 对今后与老村长一伙 在各种情况下的对决 我们更加有信心了 等待纹身消肿还得几天 我去找牛叔呢 收样板房了 这是破坏降龙俯虎大神的关键 样板房的施工现场呢 在牛叔被损毁的养殖场现场 那次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可我们心里有鬼 一到这儿就觉得心虚呀 我们来时牛叔带着伙计们正施工的 场地上已经有好几个用塑料布的 扇蒙着的样板房的布件了 牛叔看我们就笑 你们几个小兔仔 干什么玩意 走路都送管意 我赶紧碰着他俩 让他俩调整过来 可调了好几步也才不过来 干脆前面把手插兜里了 到了牛叔前边呢 牛叔递我烟 我还插着兜呢 本能的弯腰用嘴去接 被他抽着个帛溜子 几天没见着 撒了你啊 我揉着脖子接着烟 就是怕挨您打才拘紧着点 结果还是没跑 牛叔呢 又跟阿诚空大一人递一根 他俩都捂着脖子接下来 一般人在我们几个面前 很难烟塑起来 牛叔都不例外笑骂 没见你们这么几个神经兵 闯头大祸是 阿诚一紧张 马上卖队友 指着空大刀 是他让我烧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 牛叔起 你说的是他让你烧藏 他是说呢 是空大小活着 那他是老实一点 那你在牛叔 您的地盘上不能撒活 哼 这还差不多了啊 算你们等规矩 来看看啊 早就几亿天就能完工了 那这么古怪的东西 我费老鼻子劲 就是牛叔带头 往施工县墙走 我和空大呢 分左右一起 踢了阿诚一脚 阿诚闷着头 不敢吱声 小三设计的 这个组合的样板房 总共分五个部门 分别为 东南西北四面墙 和一个房盘 跟我家祖宅结构 当然不同啊 说是四面墙 可不是我家那种 说倒就倒的 他们都有固定的结构 和拼接工具 把各个部位呢 单独放在一起 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接着牢靠 不是特别严重的折腾 不会散架 四个墙体呢 都已经竣工了 牛叔掀开了扇布 为我们讲解细节 他说的很多都是多余的 比如水电怎么接呀 管线怎么接呀 我要这个样板房的目的是 改变翔龙富虎大神 镇眼的结构 让他失去效果 不是要真在里边助人 这话没法直说 只能由着他洋洋洒洒的 跟我们炫耀 他自己的贴心设计 最后我有脸自夸呢 要不是这些媳妇 两天前就交工 老子为了你 花了多少心 你自己合计吧 我这越合计越来气呀 你这不耽误工夫吗 是不是 你自从失去了 本命真源之后 我从空间介绍里取东西 已经不那么方便了 必须得把东西 在空间介绍里 放下几天才能拿出来 准确率还没那么高了 这条样板房早天交工 我就早一天展开行动 结果就因为牛叔自作聪明 任贴心 害得交工延期了 等于是我把整个计划 都先后推了 能拖一些还好啊 又如果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必须提前行动 岂不是彻底打乱了 我的部署呢 这件事直接关系了 老村长一伙 传承了数百年的阴谋大计 关系了置阴之地 所在的北台 乃至于更大范围的 基础世界的安危秩序 这样的罪过 比我们烧了 它的养殖场大多了 更加不可原谅 牛叔和一伙伙计们 都围上了关心的问题 咋的呀 看你们这眼色 不满意呀 嘿嘿嘿 没没啊 挺好 我们相当满意了 嘿嘿嘿嘿 被这群老家伙 以为刚才那点火气 说没就没了 可能是我们几个 都比较尊老 或者是比较怕爱揍 基本所有人呢 都有过为了自己 并不需要的东西 浪费大量的时间 和经历金钱的经历 比如 配电脑时呢 有很多人都安装了光区 花了几百块钱 然后一辈子用不上一回 手机也一样 长得丑呢 还多花一两千 买那么高的香酥干嘛呢 那修图软件很便宜的 跑步机 微波炉 榨汁机 咖啡机 这些家用电器厨具 大多属于这一行列 还有学渣的课本呢 还有屌丝的户口本啊 还有第二篇呢 全是摆设 这辈子呢 都没机会发挥作用的 在我的前程劝阻之下 牛叔终于脆了一步 不再坚持给样板房呢 盖烟通啊 和太阳能了 这两样东西 本来就不该同时存在的 对不对 减少了多余的步骤 我得已在当天 取回的样板房 我和牛叔交接完毕 用现场的吊车和货车 把样板房 拉到了不远处的荒地卸下来 等司机们驾车离去 确认了周边没有嫌杂人员 我才将五块样板房 全部装进我的空间戒指 我对空间戒指越来越熟悉了 前阵子闲着没事 我曾和小三一起 对这枚戒指进行了 一次深入的测试减算 天地银河保险公司呢 没有关于这枚戒指的数据记载 是出于保密考虑 但对我们来说呢 了解它并不难 当时我先把空间戒指全部清空 然后以逐渐渐大的砖度 试验出了它的一次性 最大的容纳体积 最大结果为长三米 高三米立方体 超过这个体积的物品 无论物体多柔软 多么具有压缩性 都没法进去了 然后是储存空间的实际大小 我们根据空间戒指的特性 列出了一个公式 以三分之一的地球重力 和不同的物体单位 体积的下落时间进行计算 尝试算出 在已知的时间里 物体下落了多少距离 这样就可以得到高度了 然后又买来红外线的手电筒 和红外连接接收装置 尝试通过空间戒指 特殊重力和磁场 作用下呢 红外线的波长变动 计算出它的长 宽 距离 和形态 以我的脑子肯定算不出来了 以小三的超级人工智能 也没法得出准确的结果 我俩苦苦研究了三四天 也没能如愿 后来我把这事当成牢骚 跟空大阿尘一督呢 阿尘给我出了个主意 他说为什么 不收进去 一根皮尺凉凉凉呢 因为 也行 经过了皮尺的测量 最终我得出了准确的结果 这枚空间戒指呢 所隐藏的 储物空间也是一个正方体 它高十米 宽十米 六个边界都是不可穿透的空间屏障 没有任何的门窗出口之类的存在 是一个完全密闭空间 我要的就是数据 理论什么一点不感兴趣 十乘十的空间足够我装卸一个样板房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任何第一次进入到空间戒指 中的物体的自身属性 都需要经过最少四天时间 才能与空间戒指的环境属性基本协调 不可以再次被调取出来 第二个问题 就算是能提取 如果没有达到七天 也无法做到完美的协调 在提取过程中就会出现误差 也就是我以前经常出现过的拿错东西 第三个问题 和第二个问题有关 为了方便携带呢 我把样板房呢 拆分组合式 如果不能准确的顺序 把这个部件拿出来 凭人力根本无法组装 我们估算过了 四面墙都有两三吨重 房盖最少三吨 四面墙怎么个顺序拿出来都好说 如果行动时我先把房盖拿出来了 根本没办法把它扣到墙上来 我倒是可以再装进去重拿 那样一来呢 谁也不能确认我得拿几次才能成功啊 万一赶上点被一掏就是房盖 一掏就是房盖 岂不很悲惨呢 我不是没碰过这种事 插油盘 掏钥匙 翻打火机 我基本没有一次成功的时候 我在理论上已经回归 体内的本命真源一点动静都没有 所以啊 小杨在行动中确保万无一失 我只能祈祷 七天之内 不要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 唉 说起来容易啊 现在情况已经不能再出意外了 如果不是很紧急 我哪用得着这么脚打后脑 着的东跑西颠呢 不就是想早点展开行动了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王盘被囚了 刘小满失踪那么简单啊 背地里一直默默跟我站队的业主 被老村长关了 马老太爷向我透露 他们在使用了 黑道鬼怪和恶灵种种手段 都拿我没办法之后 已经开始走商战套路了 想要从我家祖宅在银行 抵押贷款的问题上做文章 这种事我一窍不通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他们利用了 什么漏洞啊 走通了程序呢 一旦将我的祖宅据为己有 他们就可以启动布置好的阵法 开启知音之地 打开明府之门 达成他们的阴谋 等等 吃着煎并果子 空大阿晨一起看着 但是咪呀 不够吃吗 说好了一日一份的 你别老想咬我的 哪有你们那么大心呢 光地你吃了 我都想问题呢 阿弥陀佛 心事再大 也没耽误你第一个吃完 少废话 我一把抢过空大手里的半个卷饼 咬了一口 空间戒指使用受限的事 已经跟你们说了 我刚合计了一下 如果甘等七天 一旦出现意外情况 我们太配套 几乎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必须做出应对 阿晨见我两口吃完了空大的卷饼 往旁边挪了两步 已远离我 您不让我们说废话 这就是您在说废话 大中午的我们蹲这吃卷饼 不就是在想应对的策略吗 关键是我想出来了呀 真的 我招手让他们凑过来 先抢了阿晨的卷饼 才说的 我想通了 既然马老太爷 已经绝对帮助我们解决王盘了 那我们手里这笔用来熟化的钱 就失去了留着的意义 我们可以先用这笔钱 把我家祖宅的贷款怼一声 这将封死了老村长 他们用抵押合同做文章的路 这么做 会不会逼得老村长 他们狗急跳墙呢 阿晨言之有礼 他们一直没用墙 正应还有机会和途径 如果我们把最后一条 倒给封死了 他们必然会成大忌铤而走险 甚至强行霸占祖宅 直接启动六道轮回大阵 也说不定 我已经想到了 所以我们还要多做几步 先还请贷款 然后把我家祖宅租给那些网红 以他们的人气和关注度曝光 老村长绝对不敢用墙 然后再以六道轮回大阵为中心 开始布置网眼计划 全面掌握祖宅的信息 这样只要祖宅不露了他们手中七日之后 我们就具备绝地反杀的基本条件 之后我们有的是时间和他们纠缠 比如破坏着北台的阵法 他们一定会很头疼弯 我狠狠咬了一口卷饼 如是说的 空大赞叹 思路清测 是条妙计 阿晨嘀咕 你兔子不清 你别一边嚼一边说呀 我兔子不清吗 我这是为了让大家能听清楚 其实我来 我自己说找到前面 我一个兔子 来来 第214章 破局改阵 锁轨六处 基因石器 跳器 再加上六道轮回和降龙浮虎 如今整个北台 就这十座阵法所组成的 他们每一座阵法都扩大了成千上万倍 以高楼大厦做阵脚 以绿化植被做阵室 这十座阵法就是老村长阴谋的根本所在 不久前我们分析过了 这十座阵法中 除了用以隐藏北台实际情况的降龙浮虎大阵 和用以作恶的锁轨和六处二阵之外 其余七座之间息息相关 准确点来说 是基因石器四座吊气阵 再为六道轮回大阵服务 没了他们 这座可以打通至阴之地 开启明府之门的阵法就没法启动 所以我的计划很简单 目前的时机还没法去打降龙浮虎大阵的主意 我们可以借机破坏其他阵法 来实现打乱对方节奏 为自己争取时间 创造条件的目的 说干就干 早就想主动给他们找点麻烦了 这几个月没少被他们欺负和算计了 出租组宅的事由小三负责 很容易落实 网眼计划随之完善 每天都会抽出时间 往隐蔽的地方放手机 这些手机白天处于待机状态 到了晚上小三才会激活他们的镜头 使用时间还是很长的 坚持个四五天不成问题 完成完以后上到工作 我们找出所有的寿楼海报 空大动手将十座阵法缩小比例 复原到一张纸上 再标出了镇法名称 阿臣舔桌子一样趴在上面一顿看 边看边胡乱发表意见 我觉得可以直接搞六道轮回大镇 这里是他们最核心的 搞到这里他们的计划就崩盘了 别本魔斗志了 我们的目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阻止的 我们也阻止不了 如果不能借助真实实际的力量 彻底击溃老村长 我们就算找再多的麻烦 也是小孩子过家去 他们随便花点钱 出来人力就可以修正补足了 叶哥所言是是 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仅为拖延时间 等待时机成熟 继续推进原计划 小三已经做好了选择 我建议对吊气阵下手 这次做吊气阵 相当于启动了六道轮回大镇的电池 抠掉一节能源就不够了 这样就算我们在后续的行动中 出现了什么意外 也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新阻止反击 三人说的道理没错 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那就是吊气阵是由马老太爷负责把守的 当初常打仙的任务 就是看守北部吊气阵对吧 所以我们去破坏吊气阵 以马老太爷的立场处境 肯定没法帮我们 我们还会给他找麻烦 如果我们成功破坏了吊气阵 身为负责人 马老太爷肯定会因此遭受老村长 不可预估的责难 他的个人安危 以及他帮助我们解救王盘的事 就会受到威胁 那不是更好吗 既可以挑拨他们内部关系 也可以逼马老太爷不得不跟我们站队 那时咱们的胜算更大了 王盘的事你别害怕 最起码他死不了对不对 如果马老太爷只是马老太爷 我当然可以这么做了 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霍雪糕的老爷 还是挺欣赏我的一个老爷 我不能让他因我受挺大的风险呢 我看向石阵图的一声道 左轨和六处 分别是刘老太爷和马老太爷的圈养邪物的地方 在业主的帮助下 我们已经获得了左轨阵的实权控制 六处阵肯定也干系到了马老太爷的根基 我们不能动 这两个阵法对老村长启动六道轮回大阵 没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能选的目标只有两个 一个是寄阴阵 一个是石器阵 寄阴石器 其中一个为改变风水出纽 将整个北台风水调整为适合六道轮回大阵运行的格局 石器阵的作用是通过吸收阵内的气运 来为四座吊气阵提供能量 或许高家所在的那片小区就是石器阵的部分阵脚 要不怎么家家户户都那么穷 就是因为气运流失了 我点中了石器阵 这个阵法看起来是十座大阵里最无关紧要的 但是如果失去了它的支撑 吊气阵就会失去功效 吊气阵一出状况 六道轮回大阵就永远无法启动 通大手我点拨立刻想到了道理 不仅如此 若是能够成功破坏石器阵 定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 届时老村长如果想进行修正 根据阵法的一些规则 可能就不是重新恢复石器阵那么简单 所有受到影响的阵法都需要重新调整 那可是一个大工程 我们俩说的挺激动 阿臣泼冷水 所以说 这个阵法根本不是什么看起来无关紧要的阵法 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们觉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厉害人物把守呢 吊气阵里都有长大仙儿那种灵王级别的 这里边估计最少得是一只魔王吧 阿弥陀佛 你他妈竟说废话 那里确实有一只魔王 不过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你忘了 阿臣说的并不完全是废话 我们当初确实在小会儿姑娘家安排掉了一只魔王 可马老太爷提供了刑报显示 刘老太爷手下最少还有三只 那三只魔王会被安排在哪里 我们不得不防 防归防 该做的事还得做 我决定就以石器阵为目标 从根基上打乱整个六道轮回大阵的运作根基 至于到时候遇到什么魔王啊 还是灵王啊 还是其他东西呢 少爷我是佛当杀佛就是的 又不是没跟那些东西交过手 说实话 我对他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抵抗力了 在对石器阵下手之前 我得先跑一趟银行 把贷款还清 马老太爷说老村长正在那边玩套路走流程 一旦被他们得逞 我的祖宅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银行家破了我十几年了 从来都没说让我还口气 和妖魔鬼怪比起来 他们才是真正的恐怖啊 到月就给你发短信了 再不就给你打电话 那家催的 第215章 清贷款 钱不是万能的 那是因为拥有的钱还不够 谁说钱活没了健康呢 你同样的身体状况下 有钱的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调整身体状况 生命后可以获得最好的治疗 哪怕是绝症 用钱也能强行续命 实在续不上了 可以选择冰冻冷藏 一边长时间催眠 一边等待科技的进步 关键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呢 还能同时吃着高额利息 继续积累财富 谁说钱换不来爱情 买不起冰棍 买不起糖 看不起电影 开不起房 这样的爱情才是没有未来的 就连最最纯真 最最相信真爱的中二少年 不也有着梦想的 跟爱人远走高飞吗 远走高飞 丢钱你买车票 你更得有生活费 你不然出走两天 就饿死个 那不然说呢 爱情和健康是一样的 有了钱就可以 更好的经养 如果说真有钱 买不到的东西 那就应该是曾经拥有过 去有伤害了的人心 因为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嘛 除了负心汉 背信忘义 这世上没什么事物 是用钱买不到买不来的 所以在如何破坏石器镇的情况下 我就选择了使用这个万能的方式 砸钱 具体如何操作 还得等我从银行回来再说的 因为我现在手里边确实有不少钱 可在进了银行这种地方之后呢 就不一定能剩多少了 当初听马老太爷说了 老村长在银行对我这祖宅做文章了 第一时间我就猜到 他在做什么文章 肯定是拿我在祖宅上建别墅的事当隐子 从时间节点上再看出了 有其他好办法 他也不至于等到现在才用啊 我今天特意打扮了西装格陵 一副成功人士的样 因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把所有的背景事件和阴谋论都排除在外 今天我要做的事 其实就是还贷款 他不是普通的还贷款哟 是还亲贷款 一个年轻人 从人间坠入地狱的时候 就是他背上贷款的时候 他有一次 从地狱直接升到天堂的机会 那就是还亲贷款 我很庆幸 我这么年轻就可以还亲贷款 用一句非常流行的话说了 这趟从人间到地狱 再来到天堂的旅程 我归来时仍是少年 其他人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毕竟叫个房贷少说得十年起步 还有得得欢三十年 身体差一点的估计都归不来了 今天没有人是屌丝 没有人是和尚 没有人是保险又业务员 今天我们都是成功人士 我们自信满满的下楼 先跟霍雪糕打了个招呼 小破姑娘 我们出去洗趟 中午回来 请你吃好吃的 这霍雪糕呢 看着我们那打扮 嗷了一声 谁家又死人了 哎呀 威灵艳一般没什么好吃的 就别打包了 我们仨互相看了看 唉 这单独丑 都是一副人魔狗样 那王一起一战 确实相对像葬礼送中的 霍雪糕的一盘冷水 让我们冷静了不少 你别真把自己当成还钱的大意了 指不定还有什么结果呢 以老村长手段 这段日子 不会做无用工的 给我家祖宅做抵押贷款 是本地的城市银行 如果不是地方银行 当初也没法走通关系 放在当时正常抵押贷款 我家那房子都带上八年就不错了 哪能够叫八百万贷款呢 麻雀虽小 无脏俱全 地方银行也叫银行 独动的欧式建筑 充满着艺术气息 就像白宫似的 如果没有门口那两只大石子 传统的设计 立刻就将高大上的气场综合了 哥仨走进银行 一身商务正装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立刻有人向我们走来 围着我们提出专业性极强的问题 叫号还用排队不 提款机能汇款不 密码忘了咋办了 帮我换点零钱呗 空达阿尘被问傻了 我一个劲的推那些 围着我们的老叔老太太 我们穿着正装 不代表我们这是银行工作人员 这些问题别问我们 我们是客户 我整理的西装无奈 真是 这的眼力见都没有吗 没见识的涂老帽 经理是吧 麻烦一下 我安贷款业 我在哪办呢 年轻人用笔的眼神看着 我不是工作人员 这些问题别有我 我们也客户 好吧 我涂老帽行了吧 好不容易找到客户经理 我说我自己来还贷款 一次性还清那种 我故意说很大声 果然也来了很多敌视的目光 羡慕嫉妒恨去吧你们 少爷我先走一步 你们在地狱里边慢慢熬吧 我们被领到了VIP房间 银行副行长亲自接待 副行长问 原来您就是北台镇中心 业家的户主啊 是惊是惊 没什么可惊的 大师傅得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这么多年 对我的信任和不离不弃 这副行长听出我暗含嘲讽啊 很激烈的没去接啥 我听经理说 叶先生今天是来 结清贷款的 不知道打算可怎么结法 是房产抵押呀 还是按比例偿还 我说那难道不够清楚吗 结清 我欠了你们多少钱 一次性还给你们 一分钱不差 难道你们泡没钱吗 我一发火 阿臣马上起反应 冲副行长呲压咧 发出充满威胁性的喉吟 我连忙摸了摸他的后背 让他冷静 不不不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的 只是 我通过合法的征信系统 对您的经济状况 一直比较了解 虽然您最近事业顺利 发展得非常好 可是数据显示 还是不足以换情贷款呀 我是个担心 您对业务有什么误解 所以才多个此疑问 你就说吧 我还欠你们多少钱吗 原来这八百万 再加上违建的罚款和违约金 你就说个数 我都是有王盘留下的话款 再加上自己的积蓄 总共将近两千万 还用单膝还不起北台的房贷 北上王我都敢跳一跳了 副行长被我的气势所震慑 公公静静地回到 我明白了 叶先生 很抱歉 之前对你的实力之一 您的欠款总共是一个亿 请问是现金还是刷卡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突然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变了 包括生活方式环境 包括思维逻辑和见识 我在成长过程中 早已习惯了周围的事物 先于自己的能力飞速发展 也习惯了于奋斗不屑 努力去追赶时代的步伐 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是无法追赶的 无论如何拼搏 都会跟它相差越来越远 比如学识心境 都属于自己越成长 就越发自觉的自己渺小 然而今天 银行突然啪拍我一份天价贷款 八百万 曾让年少的我陷入绝境 如今我只觉荒唐 因为八百万再多 它也代表着金钱 可一个亿不一样 它已经不是钱不钱的事了 它变成了一个数字了 反正那些身价过亿的人 都喜欢这么说了 我从小没什么大能的 但我知道怎么赚钱呢 可就算如今我已经眼界大开 阅历大涨 我他妈也不知道 该怎么去拥有这样一组树日啊 那就在今天一天 你让我想办法欠下一个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欠 我甚至都觉得荒谬 欠一个亿 那得是多牛逼的人物 才能获得此殊荣呢 我也曾经梦想过 不敢想象自己能过上 王剑林那样欠几百个亿的生活 如果可以 让我享受一下 欠一个亿的人生 我就满足了 我今天终于他妈梦想成真了 副行长说 我欠他们一利益之后 我还没谈回事呢 心想肯定是老村长搞的小动作呗 不合理不合法的 很容易就可以被我找出问题 所在反驳的 我可有超级人工智能小词的 啥问题看不出来啊 儿子 你想吓唬爹 可在我看完了我家组织的贷款合同之后 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爹 不带这么吓唬儿子的 小三在耳机中替我计算 这份抵押贷款合同很清晰 上面已经说明 为了照顾你母亲的处境 可以按组织的最高价钱 乘以一百倍进行贷款 小三话没说完 副行长也开始解释 八年前您的母亲为了交罚款 主动签下了这份不平等的贷款合同 所谓的不平等是对我们银行方面的不平等 如果不是有高层介入 银行根本不会放出达到底压房产 实际价值百倍的贷款 八年前您家祖宅经过评估 实际价值为八万 按照合同旅行就是八百万 嗷了一声 嗖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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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嗖 陈拉住我的手 一牵手 不用这么紧张 我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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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空大向我摇摇头 替我问道 阿弥陀佛 所以如今我们重新翻盖的主战 房产已经值一百万了 按照这个合同规定的百倍价值 我们的贷款也就变成一个亿 没错 就是这样的原因 这个一百万的准确价值 是怎么估算出来的呢 副行长打开了另一份文件让我看 我手都抬不起来了 根本接不过来 空大接了过来 神色不容乐观 是按照北台最低房价计算出的吗 是这样没错的 根据去年年底的市级政府行政报告显示 北台最低房价所在地为十华名幅 每平均售价约为三千元 不对吧 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 叶哥主宅面积为三十平米 实际价值就是九万 就算按合同旅行 叶哥贷款也应该是九百万 而不是一个亿 空大问问这个问题 看向副厂长的眼神不是询问和等待 而是恳求 因为这点B数我们心里也都有啊 为什么贷款突然涨高了呢 因为我们把三十平米的祖宅 翻修成了三百平米的别墅 按最低的平台房价计算 刚好就是一百万 再从贷款合同上一走 我这八百万就变成了一个亿了 小三提醒 问他为什么以前的房价也涨过 贷款却没涨 凭要等我们盖了别墅才涨 是不是故意的 对对对对 就这个问题很关键 空大问副厂长 如果合同有效 为何没有在之前的八年里调整利息 那处房子的价值早就翻倍了 副行长礼貌一笑 是这样的 作为立国里面的银行机构 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的为用户着想 只要不是特别巨大的问题 我们一般不会主动修改正在履行的贷款合同 就像您所说的 按照试价 叶先生的祖宅早在三年前就达到了最高点 以每平米七千来算 房价就是二十多万 根据合同 叶先生需要偿还的贷款也就变成了两千万 可是呢 我们还是充分考虑到叶先生的实际情况 当然了 也要根据银行和政府部门的关系 不可能让八年前打招呼的领导为难 所以他一直没提 所以现在就提了呗 我们也很为难 毕竟您突然就拆掉了祖宅 这对我们银行方面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不友好的信号 如果不立刻进行调整 日后如果叶先生违约 我们银行方面呢 很难再按照合同去收您的抵押房产 因为抵押房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放屁 你敢说这事不是因为 陈家老村长给你们打了招呼吗 叶先生 请您就事论事 不要涉及无关事就 您说的陈家老村长 确实通过明府房地产 举报了您擅自翻开抵押房产行为 如果按照他的举报 银行方面大可以直接起诉 到时候您要偿还的是一亿贷款 要么推翻新建别墅 按正常的市价值两千万还款 除此之外呢 还得加上个人的行政处罚 不妨先您透着个识点 这件事如果按第二套流程来办 您可能要被判刑了 我对阿陈目瞪口呆 恐怕突然面露凶狠神色 何企何弄刷刷两下撕了粉碎 对富豪上得意道 你说我们欠你贷款 这回证据没有了吧 我和阿陈加上副行长一起目瞪狗呆 那么有病吧你啊 那死了合同就不用还钱了 是不是太天真了 把电话关机再把身份证扔掉 会不会更稳一些呢 碰上这么绝望的事情 我硬是被空大给逗乐了 最终小三也没办法在事实面前 找到合理的角度进行反驳呀 我必须得接受偿还一亿贷款的事实 副行长问我 所以您还要在今天结清吗 结清的能力我是没有了 按心的贷款额度旅行吧 我一个月就能得还二十万 幸亏手里这俩糟钱呢 还给我应付个月供的 要我扬危的进来 您他把脑袋处来了 其实我看得出来 银行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就像副行长说的 如果他们选择职业起诉 不仅我的房产要被没收 人呢也会深陷窘境 到时候一老村长在北台的影响力 随便运作一下 就可以将归属于银行的那块 置阴之地给收走了 正常来说呢 老村长其实已经成功了 换做是以前的我 断然没能力偿还着 每个月二十万的贷款 一旦出现了违约现象 银行就会对我的经济能力进行评估 一旦被认定没有偿还能力 房产会被立刻没收 老村长的如意算盘 一样得打的响啊 哎呀多亏了刘萧满呢 那得到两幅花卖了好价钱 让我不仅化解了老村长的毒计 还让我拥有了反击的资本 从银行出来 在路上我就恶狠狠地宣布 马上展开行动 破了石器阵 就算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也得么给他们找点麻烦 以为少爷我是随便欺负的吗 破坏石器阵的方式早就想出来了 我们打算呢 以阵破阵 正常来说 这个方式呢 很难实现 想破坏一个阵法 最好的办法呢 就不破坏阵法的完整性 我们设计了一种样板房 改变降龙腹腹大阵 这样的方式 就属此类的 但是这一次 我们打了出手的目标是石器阵 这个阵法的功能 在吸收阵法内的运气和风水 供给呢 其他阵法 我们决定利用它的这一特性 自己也建造出一个 可以吸收石器阵提供的 运气风水的阵法 这样就可以瓜分一部分 甚至很大一部分的 风水气运什么呢 那一旦我们的阵法设成了 石器阵供出的能源 定会因分流而削弱的 其他阵法的运作 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有可能对老村长的 终极计划形成巨大障碍 这气运风水 在深石世界中 这些能量被通称为灵气 石器阵呢 是吸收蚕食阵的灵气外供的 而氧气阵 则是吸收阵外的灵气内存 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 布下一座氧气阵 通过阵式调整 将此阵也并入到 石器阵的输入网之中 和其他阵法一起 争夺有限的灵气 计划说起来挺简单的 执行起来也并不十分复杂的 所需条件 无非就是布阵的场地 资源人力 这些东西的基础世界里 靠钱就能解决的 我选中的布阵场地 为牛叔的养殖场 那里属于北台地界 就算没有阵法存在 也一直在受着石器阵的影响 全国那么多种牛养殖场 属他家的牛最生猛 这和吸收了大量的外源灵气 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么一分析 全北台的人普遍私生活不检点 估计也是出于同样的缘由 我统计了一下 目前我手里一共1800多万 用这笔钱 租牛叔的地 再起一座氧气阵 绝对不成问题 但我也得考虑着控制成本 以前银行每个月 这一万贷款呢 就像悬在我头顶的一把钢刀 让我必须时刻保持着礼制 预留足够的还款资金 现在800万变成一个亿 月供一万变成20万 钢刀和他们换成加特林了 我必须得重点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挥霍 有限的资金 在牛叔别墅和他见面 老头一听我来 也特别高兴 太好了 老子正愁吗 该怎么处理到这个尾巴呢 那个其实不是企业手 我也没那个实力 就是租一段时间 搞一些新的项目实验 我又不搞什么产业 就是为了布个镇 勾引一下老村长 估计我和他的事 三五个月之内 怎么也出结果了 何必花钱买他一块地呢 那不行 那块地子卖不足 老子可没那么个闲心 为一块烂地来回折的 别干就说 我有正事了 除了您的那块地 北台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了 老子不管那套 你能买一起就买 买不起老子那 找明府房地产去 他们一直对老子的地感兴趣 当初要不是养殖厂 做的太好 早就把他们卖了 我一听这事 还有明府房地产的 餐盒在里边 火气立刻就来了 这口气说什么 都得争一争啊 明府 那会儿怎么 他们净算起人家组宅呢 你可千万别卖他们啊 您这地怎么卖了 你出来听听 那实在不行 我凑凑 我想好了 如果钱不够 我去找马拉台爷家 这老小子当初 为了输回长大仙 一出手是八百万 底子肯定厚啊 关键它是 见识过真实世界的主 我可以卖它些宝贝 比如小三那里 可以免费查询下载的 各种修炼功法 马拉台爷肯定感兴趣 牛叔想都没想啊 比出了一根手指 一千万 多少 你还不用一惊一乍的 这个价已经是最低的了 你能凑就凑 凑不上别的老子这瞎添乱 我是说啊 您老那么大块地 就卖一千万 其次那块地 属于纯粹的农业用笔 正常来说 除了种植农业 农作物之外 什么都不能做 老子能在这干养殖厂 是真正的政策项目 如果不做养殖厂 就只能种庄 你想想啊 不能搞房地产开发 那地能值几个钱 一千万 不高 但是也不低 我劝你小子呢 就别瞎乱打 那个歪心思 有点资本的话 就合计合计别的 这块地你买了也没用 没事没事 您老就别管我干什么了 一千万是吧 我买了 来之前我还一顿算 合计 租就算是租那么大块地 一个月租金 也得百八十万的 五百万租半年 和一千万的归手权 放在一块 我当然知道该怎么选 和牛叔说定了意象 下一步就进行转让过户了 本来不想问 不问老子心里边挺刺的 你小子打算拿那块地做啥 盖几个框架样板房 弄个真人CS俱乐部 你小子果然没按耗心 还俱乐部 北台的地界能有人耗这口吗 您老耳朵不大灵 但你懂得挺多呀 弄死 你也不看牛叔啥瘾 第218周 关门放鬼 一千八百万 买了地之后还剩八百万 用来完成氧气震 绝对没问题的 用钱的地方 就在人工和设备的费用上 因为时间比较赶 我需要一口气雇很多人和设备 小三估算了一下 15万左右就够了 至于更大的材料方面的消耗 根本就不用去担心 买啥买呀 有的偷谁要花钱买呀 小三把氧气震的阵图 法图就下载下来了 然后在养殖场的实际面积上 进行了最优化的扩大 想从明府的十七阵中 分一杯羹 我们的氧气震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规模不能太小来 阵法威力的强弱 受很多的因素影响 其中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规模 同样的 阵法的规模越大 威力就越大 像我们这种的基础世界不真的 没有天才地宝 没有天才级微的 就只能靠着扩大规模 来增强阵法的威力 第二 阵式导向必须融入到 石器震供给给灵气的主线路上 我们要对他们的造成影响 不是蹭WiFi那么微小 而是要把管子接过去 直接偷水偷电偷煤气 这种事我们很擅长的 不战方案一确定下来 我们立刻开始分头行动 小三通过了互联网 帮我从中边城市雇佣的工人施工 北台房地产行业 除了明府说了算 不去外边根本就找不到人手了 阿陈作为我的代表 和牛书办理的各种转让手续 这事流程挺复杂的 因为涉及到了一个保险转接的问题 一般人是肯定的不明白 都是保险公司怎么说怎么算 和阿陈不同 他是业内人士 别想忽悠他呀 大白有了自己的固定任务 我要得去把明府的十座阵法中转个遍 利用自己对同类的感应能力 确认有多少妖魔鬼怪被安排在了什么位置 魔王灵王级以下的鬼怪无法在白天行动 就算到了魔王灵王境界 在白天也会受到强烈的阳气的巨大影响 如果暴露在阳光下也会受到伤害 但大白不一样 他有啊 附体灵媒 就算你穿着宇航服的宇航员似的 可以保证他在不适应的环境中安全 他在确认鬼怪位置的同时呢 还要继续安装监视手机 完善网眼系统 只有我和空大 当然不让地担负起了偷建材的工作 大白白天给我们裁点 处于北部吊气阵内的工本建材 没有任何的鬼怪生物存在 养鬼必须不是养人 数量不可能有特别多 原来的四个指人和两只血灵 应该是那里全部的防守了 被我干掉之后 他们也无力增派防守了 算下来呢 我已经舍了老村长一伙 不少战力了 厉鬼 魔鬼 巨狼恶灵 无名魔王 两只附体小鬼 两只恶犬血灵 凌王级别的长大仙 也可以算一个 老村长吃不住这种消耗 到了晚上 我和空大的罪恶身影 再次出现在 工本建材的库房场地外边 凡事都讲究 一回生二回熟 可空大作为一个惯犯 却体现出了极度的谨慎 阿弥陀佛 我想直接上房去拆除监控电源 叶哥切勿盲目行动 小僧有不好的预感 你是个和尚 你做事能不能学学一点 只有普通人才会相信这种预感 和尚 你需要有理智 咱们上回已经偷了那么多建材 这次 他们必然会有防备 我指着跟我们一起行动大白 他白天都来确认过了 没有任何的鬼怪痕迹 未必是鬼怪 人力的范围对我们来说 更难对付 小僧建议由大白再进行一次摸牌 这次不找鬼怪 找生人 我虽然是主犯 但惯犯的建议不能不停 他才是行家 我让大白执行了空大的命令 他举立举手 以示领命 然后脑袋嗡嗡嗡嗡 一阵转动 最后停在了反向的位置 将后脑勺的半幅扶印和胸口的半幅扶印 组合在了一起 组成一个完整的神窍灵符 灵符一生效 给予大白一个类似于助推的作用力 让他无需通过特殊的法门操作 快速从附体灵媒中脱离而出 我和空大早有准备 站了一点牛奶 涂在眼睛上 将阴阳阴一开 大白鬼魂形态依旧是肥宅 他慢悠悠从灵媒头顶钻出来 看着他那么大个身子 一点点的冒出来 我都觉得上不来心了 也不知道他平时待在那么小的灵媒里边 憋不憋的 大白本体轮廓清晰但没有五官 他向我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 然后飘飘悠悠就飞起来了 以不慢的速度一晃而过 从宫门建材的建材厂地大门飞了进去 我和空大埋伏在外边 安安静静的等待 大概三五分钟过后 大白从原路返回 哎 怎么样 里边什么情况 鬼魂形态的大白智力比较低 就算经过了磨裂 也比不上附体形态 很难用语言进行沟通 嗡的一声 大半的脑袋回归原位 眨了眨圆滚的眼睛说 和尚说对了 里边埋伏了好多宝安 白天我过来的时候还没这些人呢 一看就知道是故意安排在这蹲我们的 哎呀 这些好家伙 这些家伙好阴险的 想等我们自投罗吗 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再来偷建材的呢 大概率是我在网上雇人的动静 引起了名副房地产的警觉 他们是北台的垄断企业 不可能不去关注行业相关的消息 查到有人大批量的雇佣建材工人进驻北台 应该不能联系到我们身上 空大有点紧张 小僧建议 今天还是不要行动了 回头小僧带你去市里的建材市场偷 那里更方便作案 一听就知道他以前没少干这事 但我并没有选择这个更为稳妥的方法 因为我不想退缩 不 今天非得在他们眼皮底下把建材偷了 少爷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唬住呢 说着我对大白下命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大白 今天我允许你释放自己的本性 对里边那些人 你想怎么样都行 大白激动的差点直接出窍 真的可以吗 我早就忍耐到了极限了 大白自从跟了我之后 出于条件限制 不能让些兄弟自己happy的理念 他再没做过任何一件色鬼该做的事 这是强行把本性抗争 这是有点委屈的了 今天我让他释放一回 让那些家伙知道知道被鬼骚扰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提醒大白 多加小心 他们都是民俘的人 说不定会反抗 反抗吗 他们越反抗 我就越兴奋 第219章 入伙考验 作为一个成熟的团队 手心入伙的 就不能在组建那时的随意了 该筛选的得筛选 通过筛选的还得进行考验 大白就是一个经过的反复筛选 已经得到了我们这个团队 几位创始者承认的信任 今天 他只要通过了这次考验 我们就会由衷的接纳他 成为我们新的伙伴 我是说 新的同伙 他在我身边的最初定位 是一个算末上合作者的合作者 我要他的情报 他要我的福利 后来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 我们从单纯的偏友 发展到了一起执行任务的临时队友 最终发展成了可以一起双排五排打游戏的 互相衬托信任的机友 他已经证实了自己的忠诚和能力 但是 由于团队的结构已经稳定 运动模式也已成熟了 作为新成员 大白如果想加入 就必须确保自己的存在是有益的 并且是无害的 今天的任务中 顺便通过他的考验 就是出于第二点的考虑 我得确认他是无害的 别忘了 他本体是个色鬼 以前也就罢了 封在灵媒中做不了那方面的坏事 可他最近在经过了训练和灵符加持之后 可以做到自由的转换形态 随意的就可以恢复到自己的灵魂本体 我可忘不了 他的本体以前都做过什么事 所以我一直等待着一个可以考验他的机会 今天终于这么个机会来了 在面对突发情况时 我自然而然的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 考验必须得像这么自然 不能刻意为之 看着鬼魂形态大白 兴匆匆的二度飞进了仓库大门 我和空大小三都紧张了 空大小三都是团队老成员 我们曾不止一次在卧谈会上讨论过 本团队的人事安排 关于对大白的考验 他们是知情的 阿弥陀佛 从刚才叶哥对大白所说的几句话来看 你是打算今晚就对他进行考验吧 没错 机会难得 我想看看他在获得了作恶的能力之后 会不会把持不住自己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练和修炼之后 会不会还是无法克制色鬼的本性呢 按理而说 是该有一些好转 鬼怪也会受环境影响 心态也会因境遇改变 他在我们的团队中这么久了 早就该受到了影响 我一个APP都夺不过 他更夺不过了 嗯 这我知道 你和大白刚开始打游戏都不会喷人呢 现在不也学着乱黑了吗 如果没有任何好转的成兆 我也不会盲目的考验同伴 等等看吧 我相信大白不会让我失望的 足足过了十分钟之久 终于有动静传了出来 那是在露天的大门门口附近 两个身着保安制服的人 突然扭打着 从黑灯下火的警卫室里冒了出来 我用空大的军用望远镜 可以清楚的看到那边情况 那哥俩打的挺卖力气 大有玩命的阵势 我皱着眉调整的望远镜的聚焦 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哎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 不会是大白附身在一个人身上了吧 我忍不住好奇心 跟空大小心的往门口摸 黑灯下火的 我们一身黑色运动服 贴在墙边溜 很难被人发现 那边现在又搞出那么大洞见来 没人会注意到我们 到了近前呢 我们在最近的一个拐角停了 这里紧离大门似无米远了 我已经可以清楚的听到 里边扭打的声音 二人打了一声 引来了一个管事的 管事的也穿着制服 从场地里跑出来 拿着根钢管 上来就把俩人一顿抽 把他们抽分开 管事的压着嗓子骂 干什么 不知道执行任务吗 你们就这么暴露了 否则任务失败怎么办 其中一人回头 语气毫不客气 操 任务失败 命不要今天就得干呢 另一个大骂 嘿我操 终于成了这边 你果然是个变态 竟然想干我 说着二人又要打一块了 管事的赶紧又暴力 手段制止 到底干什么呢 多大仇 怎么回事 多大仇 不能等任务结束再说 二人争先恐后结束 我刚才熬不中 想睡会儿 这变态把裤子都给我脱了 妄屁 我他妈背对着你躺着的 分明是你自己脱的 又脱了我的裤子 我要是晚睡一会儿 我他妈就被你缸了 你少他妈污蔑我 是你羡慕我有女朋友 所以才想陷害我的吧 嘿嘿 你那女朋友还值得我羡呢 除了没钱这点 不像富盘以外 身材年龄长得像 就他妈跟富盘的一个标准 不过床上功夫确实不错 我操你大爷 这回管事都拉不住了 俩人又干下来了 这边什么情况 还能没弄清楚呢 其他方面又有动静呢 更多的人争吵着 扭打着 暴露了出来 这些人要么是穿着保安制服 要么什么都没穿 听对话的都是有了什么误会 不是你亲了我 就是我摸了你 那就是你把我手伸裤头里干嘛 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脱光了衣服 里边乱作一团 我们一头雾水 大白不知从哪飞了回来 搞定了 我和空大一回头 看到他轻飘飘蹲在我们身后 可以啊兄弟 你是怎么做到让他们内讧的 灵魂形态的大白语言 表达能力比较弱 他们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飞到我们身后 然后从后边摸了我屁股一下 我条件反射的 看向身后的空大 恍然大悟 他就是利用自己的鬼魂形态的隐形功能便利 通过了各种挑衅和侮辱的行为 让那些人彼此误会 我们转过身 面向大白我夸他 手段灵活 效果不错 可是我们还是没进去 你再想想别的招啊 大白从背后一掏 掏出两套保安制服来 我和空大看着制服 又看向了仓库场地 看有好几个人光着身的 那些全都是被他脱光的人 你是想让我们换上他们的制服 混呢 是个好办法 这么乱他们肯定删不出来啊 嗯 不想换也没关系 脱光了 效果也一样 第二百二十章 得逞 当一个人呢 什么时候可以不再以兴趣 秉性任意妄为 而是将之带着到工作生活中 去创造价值 这就说明这个人成熟了 大白作为一个成熟的色鬼 学会了优先以自己的能力创造价值 而不是满足本性 死欲 这样的考验结果 我们很满意 我和空大换上了保安符 混入到一片混战的建台场地中 大白也跟了进来继续作乱 那些打架的人 莫名其妙的手里 就多出了一块砖头 要么就凭空出现了一把铁桥 大伙都干上头了 有了家伙事 谁不用抡起来就往上招呼啊 大白巧妙的制衡了各个小战局的平衡 一旦有一方出现弱势落败 大白立刻过去帮忙 要么给弱势方送去更强的武器 要么给强势方一个要害的偷袭 保证着战局一直平稳的发展 我被大白这些饱含着 导弹恶作剧风格的做法吸引了 看得直乐呀 这小子坏头了 阿弥陀佛 鬼魂皆有怨气 凶恶之鬼多作恶 弱小之鬼多作妖 大白这般作为 算是留守留情了 你说的没错 我也看出来了 大白本来可以做得更过分的 比如制造个什么 类似柯南剧情的 连环密室杀人案什么的 让他们陷入更大的恐慌和内惑 可是他并没有 新是案的 分明是你想的想法太怠毒 行了 别磨叽了 开工吧 这么干一件 很快会惊重他们的外围团伙 估计做完正事 收工了 周围都是三三两两的猪队厮杀 或是成群糊的 我和空大爷捡装扭打着 打着打着 就打到了沙子水泥料场了 空大帮我解开了 料堆上的扇布和草垫 我打开空间戒指 不管不顾就是一顿装 做案前特意给清空了 够我装一大气的 沙子水泥都一袋袋的 装起来很方便 很快 装好了沙子水泥 还要去装那砖头和钢筋 装完了 好装的 接下来我们先调柜的装 空大拿出了老虎钱 我捂着铁锹 互相进行太极拳风格的卫招 打着打着来到了钢筋场地 他跳上了钢筋堆 剪断了固定的铁丝 然后一小捆一小捆的 抽进了空间戒指里 刚装一半有人发现了我们 你们两个人个什么人 我空大都是一慌 这个家伙好眼力 就怎么看出我俩不是这里的人呢 别人都在打架 就你俩不打 非常可疑啊 就这么个事 那简单 现在就打呗 我空大跳下来 一二敌一 几下就把那保安放地上了 我俩面对着面 互相扶着对方的肩膀 围在保安的左右 就是一顿狂彩啊 我劝着打起劲就空大 哎 行了 合上都昏过去了 那小松再去找一个落单的 你怎么找个屁 咱们不是来打架 干活干活 钢筋装完了 还剩下砖头了 我们摸着盒 找到了砖场地 开始进行最后一波疯狂盗窃 整朵整朵的砖头 被我收进了空间戒指 一千平方米的空间戒指 很快就要被塞满了 在装到最后两朵的时候 我们又被人发现了 这回是那个管事的 他的帽子都打飞了 一连的鞋也不知道谁干的 他用钢管指着我俩 嘿 你们两个要是没事 帮我拉架去 拉黑一顿奖励你们一天加班费 就差最后一哆嗦 我都懒得跟他啰嗦 回头一笑 拉架就算了 我帮你把凶器都拿走 省得打出人命来 说着我连连出手 变魔术似的 将最后两朵砖头 收进了空间戒指 那管事的都看啥眼了 但反应还算快 马上一时都发生了什么事了 是 是你们 我们党的人就是你们 你们果然来了 来人哪 管事的呢 破声吆喝 空大恶恨的 用老虎钳子指着他走了过来 你瞅啥呀 你喊啥呀 我没有制止他 小和尚两钳子 就把管事给抡倒了 我凑过去踩着他凶手要扬威 回去告诉老村长 我叶开光不是吃素的 他大可以继续在背后搞我 可我再也不会忍让 他搞我一次 我就回报他一百次 我孤家寡人带几个兄弟 还怕陪他那么大个家族 那么大个公司折他吗 小三提醒 快走 王延熙从发生情况 很多人往这边赶来了 一路撤退 我从那些支援的人 穿着打扮可以看出来 有些人是社会闲散人员 还有名敌的警车呢 这次的行动算是我们第一次有预谋 又没有出什么意外的主动出击 偷了他们价值几十万的建材 倒是其次 主要是明误张胆的 打破了他们的一次埋伏 回家不长时间呢 警察就找上门了 直言有人举报 怀疑我和一次性质恶劣的道歉案有关 要我们配合调查 配合的过程中很简单 我问他们丢了什么 他们说丢了将近一千平方米的建材 我说你们找呗 能找就算我偷的 这是明白的呢 凭我一个人就算在家 是上几个好朋友 也根本不可能像警方接警的信息中 那么说着 利用半个来小时就偷走了 并藏一起那么多的建材来 我提醒警方 报警的人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表现 想这么严重的失去案 很有可能是坚守自盗呢 之前一直摸不着头脑的警方 被我一提 马上有联想 对啊 那些人确实很奇怪 自己人突然内讧起来 会不会是分赃不均呢 接着 我们又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就是我和空大阿晨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上显示 在案发时间里 我们一直在组队打游戏 战技牛的一逼啊 谁能边偷东西边吃鸡 显然我们是被冤枉的呀 这波操作就得感谢小三了 也只有他能做到同时监控多部手机进行游戏操作 所以这波想诬陷我 他们最多捶我一个警带链 其他的锅 我一律不背 第二百二十一章 新的条件 你说我好好的一诚实守信小心点 为何就走上了盗窃这条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为何会如此光明正大的 以不法手段来获取利益呢 一直以来坚守的勤劳致富的信念 就这么轻易的动摇了吗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我要是想犯罪 不会走这么下三愣的路呢 想通过合法途径弄点钱 对现在的我来说还不是一如反掌 你靠着空间借着 我可以上春晚对不对 靠着小三我可以当主播对不对 靠着阿陈的手艺掉腹脖 靠着空大的福片香火 再不计我卖房子卖地子 弄个千百百万 我很随意呀 为什么顶这个大瓜 背这个大锅去盗窃 我认为这是一种反击 是一种死消彼长的战术 是一种在完成自己的策略的同时 顺便还能为对方制造障碍的理想套路 他们谋我的房 害我的命 威胁我的女友 困困我的兄弟 作为受害者 我手里明明有证据 我没法去报这个警 告个官 你叫个有良知 有点逼数的 是不是得懂得 叫什么叫给他们脸 是不是什么叫 见好就收 给自己留个推路啥啥的 你结果人家是怎么做的 反倒恶人先告诺 跑银行那边举报我 害得我八百万贷款 变成一个亿了 这我要是还不给他们点颜色 看看 那我这夜开工就不配当这个准工儿了 建材到手啊 隔日网招的建材工人陆续从周边各大城区赶来了 首日就来了五十多人 后续还能有一百多进驻呢 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外来人口 无论是北台官方还是明府方面都警惕了 中午午饭前 我正在给工人们讲施工计划和日常作息安排 昨天刚要我配合过调查的警方在养殖厂现场找着我了 我拿安全帽给他们戴上 进入施工场地 安全第一 阿三来配合一下 阿三没给我面 你这有块砖头 我都配合你 开荒似的 没必要的安全帽吧 我笑着把安全帽交给了阿陈 说的有理 这才第一天 明天才开工呢 别开光啊 你小子雇这么多的外地劳工是打算在这里做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农业用地呀 不允许撕乱搭建 更不可以进行房地产开发呀 规矩我都能清楚啊 没想给咱们政府找麻烦 我就想继续发展本地的特色产业 这么成功的养殖名厂在外 政策也好 原来的老板撞够了不做了 我就接盘呗 阿三开了协议 我们非常愿意看到本地特色产业复兴 但是出于责任有必要提醒一句 千万不要牵扯到任何的违法乱级行为 否则就算是地方特色产业 我们也绝对不会姑息的 客气硬着 我也没多保证多解释 就把他们应付走了 阿陈不通法有点担心 易先生 我们这么能做真的没问题吗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呢 我就是以搭建牛棚的名义建楼 只要内部设施符合牛棚需求 这事就没毛病 至于你闻到什么气息 我已经看到了 警察刚走 刘翟就带着一种马仔来了 他们的出现引起了警察注意 就停着一脚 在车里看着他们的动静 这倒是给我壮了胆了 刘翟可能也没打算乱来 虽然当着警察的面都我围了 但没有动手的意思 刘翟斜眼吊炮的看着我 摔本啊 越玩越大了啊 突然拿了那么多的建材 又扯起这么大队伍 你想干嘛呀 你想参加参加北台的房地产项目 抢我们的饭碗是什么事啊 我不打反问 我再玩也没你们玩的大呀 你的队伍才叫大呢 还跑着这来调查询问了 你干嘛呀 你想参加参加北台的治安管理项目 抢警察的饭碗是吧 刘翟被我一顶大帽子扣对了心虚 一个劲回头瞅 接着暗暗时的两个眼色 围着我的马仔立刻散开了 迅速离开了现场 阿臣理所当然的也跟着不见了 刘翟顶着我脑门 摔盆 我看你小子是想破棍子破碎 是吧 跟我们死磕了 对不对 行 直到你去 今天我代表长辈们 最后再给你一次几回 十个亿 买我们之间一笔勾销 你带着钱 爱他们哪去哪去 民主绝对不再找你任何麻烦 十个亿吗 早这么有诚意早就谈妥了 你说你答应了 我是说早这么有诚意能谈妥 现在才拿出诚意 完了 叶开光 你他妈耍我 不是我耍你 都是发小 你怎么能这么误会我呢 是不是 我主动搂着他的肩膀 不是不给你们面子 实在是我太想在这片故土 做一番大事业了 你看 我这地友都买不过来了 哪能再卖地呢 叶开光 你手当马不远 我们不知道你想做什么腰 只要劝你赶快停手 不要因为一点小性子耽误了我们的大事 十个亿只是基础条件 老爷这么说了 只要你十处让步 保你富贵平安 刘斋话言一路 一个苍老却底气十足的声音紧接着传来 十个亿 将你父母的行踪下落 成全你和马家外孙女也是一桩小事 听老人的声音 刘斋如遭雷击 甩开我的手 回声恭恭敬敬的 爷爷 我也回头了 来者戴着金丝眼镜 压舌帽 一副八十年代香港大反派的造型 是刘斋的爷爷 北台出马界领军人物 我二大爷叫业主的师父 刘家刘老太爷 不等我说什么呢 继续加码呢 不满意吗 那就再给你点好处 带你一起去真实世界看看怎么样 修仙问道长生不老 你有兴趣吗 认真的吗 你等老成这副褶子样了 你还跟我说长生不老 第二百二十二章 所托之人 通过和马家老太爷的几次接触 从他的口中 我得到情报 名副房地产 其实就是老村长陈家的产业 陈家 是几百年前从业界分出的旁枝 和他们有同样绅士的 还有刘家和马家 这三家原本彼此的立场呢 以及在对待业家本族主持的态度上都一样 那都是老死不相往来 各谋富贵 直到十几年前成功踏入了真实世界的刘马两家 从真实世界败退下来 这才成了陈家的附属 两家当代家主 以及陈家家主老村长马首是瞻 马家不靠谱 无论当初的真实世界还是回到基础世界 都是个见风使度的墙头草 马老贼以为我们不知道他背地里找过你嘛 老村长可能操不过来这个心 作为市交 老夫可一直不错地演出地盯着他 小摔盆 这个山羊就是你爹当初跳下去的地方 老夫也曾跟他在这里有过一番对话 时过今年又轮到你了 对此老夫深有感触 这基础世界的原法一点都不比真实世界来得差呀 这老太爷的话让我神经敏感 眼皮连跳 我下意识地后退一小步 我可没有我爸那两下子 刘老太爷也不用对我下重的手 你误会了 老夫只是说在你爹跳牙之前 跟他在这里讨论一番 并没有说老夫推他 或者逼他跳的牙 那么刘老太爷今天把我教的事来 所谈之事与八年前和我爸所谈的是一个话题吗 摔盆 你从来都是个聪明孩子 你也在主支上也从来都不出蠢人 所以很多事不用老夫讲 也不用马老贼 他当老好人说与你听 凭你自个儿 应该就能查出眉目 但你聪明的同时又很倔强 这一点又是叶家主支上代代相传的脾性 不过你有一点和他们不同 你见过世面 更懂人情世故 嗯 刘老太爷是有眼光啊 难怪能培养出刘宅这样的孙子呢 你不用冷嘲热讽 刘宅和他爹并不是随我刘氏一族从真实世界败退回来的 他们一直在基础世界生活着 您的意思是您的事和他们无关 还是他们不争气的事和您无关呢 都不重要 老夫想说的是小摔盆你识时务 比你爹懂得更多道理 应该明白时代的变迁 武进早已不是几百年前 靠着忠诚和天职信仰就能守住至阴至地的 更为关键的是 随着时代的演变 很多事情的本质也出现了变化 刘老太爷的话总是点到为止 之前说自己啊 知道马老太爷跟我接触 提了一嘴就不说了 后来又说我爸从这天涯跳牙了 也是提了一嘴就不说了 这会儿又暗示了叶家 看守知音之地的源头由来 一句话之后又不说了 我立刻明白了 他是在试探我 每个话题都是他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显然我往下答 试探我到底知道多少的背景内幕 我笑了笑认真呢 要不太爷 您这种考笑晚辈的方式呢 属实别具一格 将您透个实点吧 关于组织的事 我原本压根一点不知道 目前和掌握的情报信息 绝大数要归功于您派来 害我那几只鬼怪妖魔 都是从他们那审出来的 所以说呢 您老如果想澄清跟我谈点什么呢 最好能直接了当 别像马老太爷似的 处处藏着掖着 到最后一句话没说明白呢 还闹了个误会 哦 马老贼什么都没跟你说 准确的说应该是 没有说什么有用的 否则我怎么会宰了 他那师傲珍宝的长大仙呢 我说完之后 刘老太爷一直盯着我看 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 他笑了 哈哈哈哈 仗义讲究 二愣也这么评价过你 果然不假 你这么说是为了保马老贼是吧 哟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好吧 其实他什么都跟我说了 你也不必这样似是似非的误导老夫 马老贼和业主不一样 他马就对老村长还有价值 就算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也不会立刻惹来伤人伤命之祸 您哪还说我误导您呢 分明是您都一句袭击的绕我呢 我都被你绕迷糊了 你觉得绕是因为想的太复杂了 老夫不妨直观的与你谈谈 如今你的处境和可以选择的出路吧 哎就等您这话 这才是正事吗 我掏个烟准备递给他 马老太爷推辞我大胆咧自己点声 反正他愿意装也不会为这点事调理啊 业家在百年前受某室外高人所令 举一族之力看守至阴之地 那世卫高人其实就来自于真实世界的一个大人物 在当时来说 他能铺开两界落入凡尘 选择业家托子重任 又须厚厚历重闻 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 业家伪食应当敢殆尽 不以余力的遵守职责 可随着时代变迁 土地资源不再是某个人 某个族性的私产 几百年来 为了死守这片地 业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甚至几度险些破路灭族 这都怪主之家长太过于腐朽 芒固不知变通 帅朋友你简单的想 关于至阴之地这种真实世界才知晓的信息 基础世界有谁会知道 既然是个秘密 不如就让它被时代所掩没 可主之家长非得把至阴之地 弄得像个坐标一样硬叉子呢 时间久了反倒引人注目 抗争基础世界的力量 就已经让业家疲于应对 如果引来了真实世界 针对至今之地的争夺 凭业家这些微妙的术法 又哪里守得下来呢 可即便如此 大家还是团结一致 死守天职不屑 哪怕因此要承担灭族之火 一族之内也无一人有怨言 然后呢 那是什么样的发生 什么样的事 让你们陈流马三家改变了初衷 分家出走呢 确实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在分家那一年 我们通过了出马和通灵之术 获取了真实世界的信报 得知那位位于重任的大能之人 已经实施 本尊王妇 门庭覆灭 真实世界 改天换日 也就是说 我们失去了事主 没有了靠山 那我们业家从此之后 还要为谁尽忠呢 这守卫至阴之地的天职 又是为谁而做呢 第二百二十三章 辈分 刘老太爷说话 很强技巧 他先说了 业界看守置阴之地的职责由来 又说了在新时期下 职守的困境 最后抛出一个爆炸性新闻 这嘱托业界重任的人 已经不在了 刘老太爷呢 又以辩证的方式问我 小摔盆是北台出了名的城市 手心先见个人 从成年以后 我就一直替父母偿还高额贷款 那么老夫请教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银行倒闭了 这个贷款 你还 还是不还 我笑着摇头 刘老太爷已经说笑了 那么那个银行哪能说倒闭就倒闭呢 也太对不起这些欠着贷款的 90后的养育之恩了 不过真要有那么一天呢 这钱我想还都没处还了 那就只能不还了 所以 小摔盆你是见过世间懂得变通的孩子 业家当初就面临着这样的处境 委托重任的大能之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受着厚利重恩 也为他守了几百年 彼此间可谓是人至以今 随着委托者的心事 这个职守也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这种时候族性的存亡才是关键 而不是盲目的愚衷 这个道理 你能理解吗 勉强理解 既然能理解 那么你该如何选呢 是像你父亲那样愚衷 最终害人害己 还是选择放弃这没有意义的抗争 拿着属于自己那一份有偿的报仇 带着家人去享受富足的人生 当然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和我们站在一起 重新团结起业界一族 共同获取至因之利的力量 届时共同脱离基础 踏入真实 追寻无限玄妙的长生大套 我上前非常港式的拥抱了的一下 谢谢您老的一番好意 刘老太爷拍了拍我的后背 好 您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不想接受您的建议 我爸妈离开的比较早 交给我的东西有些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自父位的优点并不多 但烙印深刻 是老夫看错了吗 原来你和你爹一样死板倔强 不不不不不 您又误会了 您讲的这些道理呢 没有回报且失去了原则的职守 却是没必要坚持的 实在是发展也不会允许 今天名副房地产来收我的房子 我不放明天换的是国家需要进行开发 我也当盯着户吗 显然不现实 所以我不会像我爸那样 为了叶家祖宅 只手闹得自己家破人亡 所以你要选择嘛 对你的牺牲和负责 老夫不会无动于衷 你可以选择基础世界的财富 或者真实世界的机遇 老夫都可以满足你 您老呢 没必要重复自己的话 下面呢 我把我自己的异常说清楚 您提的条件呢 我都不会学 业界的职守源头是没有了 但跟我无关 我守家守地的使命来自我的父母 是他们在离开时候 把这个家托付给我的 您也说了 他们还活着 所以对我来说呢 这份职守的源头还在 你 你这是强词夺理 是不是强词夺理呢 老太爷呢 回去慢慢去想去 以您的智慧自然想得通 我认为父母之命 比任何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含义 比如 格手 上线下线都是五线的 最起码对我来说 比业界祖训和什么世外高人索托 都中教得多 我父母的话我得听嘛 您 您老让我说完了 如今呢 我们的对话是建立在双方 屡次交手 频频将我的性命 抵押在你们的利益之上 又以我的反抗而没有得到 结果前提之下的 我有权将之 视作你们不得也为之 极不情愿的权衡之计 这样的态度熟使很难让我产生好感和信任 可是出于同辈晚辈的礼书 我还是想尽一下本族主之传人的义务 劝你们一句 你说 关于真实事件呢 我就从侧面听闻了一些 亲身接触的些许 但已经能够感受那个层次空间的玄妙神奇了 作为一个凡夫俗子 说实话 我很好奇 很向往 但作为一个基础世界都勉强求生的屌丝男 我又懂得什么叫敬而远之 就像我主动远离了拆枪过后的拆而带群体一样 我知道这种人呢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才能生存 这样的道理呢 失过一次亏的 刘家和马家应该更有感触吧 所以我奉劝你们一句 不要再去做那不切实际的美梦 如果一切真有缘法 机缘一道 自然水到渠成了 偏要逆天改命 或许命运不会再给你们第二次接受教训 吸取经验的机会 在那之后 可能连基础世界 你们都很难立足了 哼 逻辑清澈 处处真对 小摔盆 本事不大 嘴皮在顶厉害 行 你的态度 我明白了 回头老夫一字不差的转告给老村长 今后如何处置 就看老村长的态度 老夫相信老村长会听你的劝的 看他那得意劲 我就细的把一处来 等等 还有一件事呢 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哦 小摔盆 还有什么话 要对老夫说呢 就是关于称呼的事 别让我管不着 在北台 你们陈刘瓦三家的人以后 见了我都客气了点 为什么呢 就凭你是叶家本族主持的继承人 不仅如此 传承的基本规则 你们难道听不懂吗 越昌盛的族群繁衍得越快 越衰败的族群繁衍得越慢 我在北台民政局查了 我们本族主持一百年来就传了三代 你们陈马刘三家最少的刘家都传了六代 往前数还不知道差出多少代去 什么意思 意思很清楚了 我们这一代 你刘家和我业家最少差了三倍 论起来我比你还大一倍 没让你叫叔是怕被你叫老了 但你再敢跟我一口一个小摔盆 什么老夫的 刘家的小兔崽子 你可不可以悠着点 你别把自己家给叫绝户了 北台确实有这么个规矩 跟长辈不能不恭不敬 否则会对本家传宗接代造成影响 就这方面类似的规矩传承 他们年纪大一点的 比我们这代人有讲究多了 所以呢 刘老太爷虽然被我怼得火冒三丈 硬是没敢当场翻脸 也开光 你给我等着 果然 果然不敢叫老夫小摔盆了吗 是不是 刘太爷走了 我马上加班赶点的忙活了 安排到位的50名工人开始清理现场 回头我先把前阵子剩下的材料拿回来 给他们打地基用 后续的材料得等日子到 还得从外边转一圈再拉回来 不然容易被警方拍现行呢 最近这几天呢 妖魔鬼怪黑社会是没找我麻烦了 可是三大家族的刘马两家家主都主动联系我了 马老太爷属于明着谈判办事 暗中向我通风报信 刘老太爷呢 则是代表着老村长进行最后的协商的 事到如今不战不行了 事情明摆着的 无论呢 刘老太爷说的是如何有道理 我的使命来自我的父母 越和他们接触 我就越相信我父母的离开 有自己的难言苦衷 是相信至亲 还是相信这些变着法害我命的人 似乎并不难抉择 至于他们开出的条件 什么钱啦 真是世界啦 我都挺感兴趣的 不过说实话 以我现在的眼界和见识 我并不认为靠自己去追求 会比他们的途径获得的更少 我想把自己的想法跟阿陈空大解释一下 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支持我 但是我多虑了 哥俩从来就没怀疑过我的决定 但是他们都有条件 空大一脸邪恶的憧憬 真实世界啊 那你是不是就没有法律了 小僧一直想去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 好好地宣扬一波佛法 阿陈呢 则比较感兴 这些人 为难叶先生 又害这小满下落不明 还让小和人越学越换 作为你们最忠实的朋友 我和他们施不两立 我们呢 在天台吃着烧烤 大白小三呢 先后表态了 愿意跟随我和老村长 一会儿死磕到底 他俩一个是APP 一个是鬼 对他们来说呢 世上没什么危险 能够让他们感到害怕呢 我借着哥几个态度 痛痛快快喝了几瓶酒 行 有老弟们的支持呢 我有什么好担心呢 咱们这一波就一鼓作气 把老村长的阴谋彻底打扑 只要能顺利引来真实世界的干预 这么大个阵阵 咱们在里边混水摸鱼 打扫打扫战场 都够哥几个逆天改命的 日后荣华富贵 刘小满都是囊中之物 有信仰才有方向 有利益才有动力 大家齐声就好 只有阿臣一个劲的阻挠 小满不能共享的 话说的呢 就像刘小满 挺把他当回事似的 你这当回事 说走就走了吗 就算遇上什么困难了 难道不能向我们求助吗 说明他根本没把我们当自己人吗 反正我对阿臣和他俩的关系不看好了 这个团队里边估计还得是我第一个脱单的 霍雪糕被我安排了活了 在楼下赚账呢 我告诉他 我要投资养殖场的事 把他乐够呛 一个人夸我有上级心 那感同身受得意劲 要么就是拿我当男朋友了 要么就拿我当亲儿子了 反正挺上心的 聚会都没来参加呀 正好啊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决战的计划 表面上看啊 兄弟们 我们和老村长一会儿呢 实力悬殊 其实你仔细想 一点不落下不 不然也不会屡屡化显为夷了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实力上 敌暗我明 他们从始至终都不清楚我们的实力底线 一直呢 把我们当成普通的凡夫俗子了 他们在第一次向我出手时呢 就犯了错估我方实力的错误 那时候已经激活了我妈给我留下了保险 并获得了天地银河保险公司专属业员的保护 在这样的前提下 其实他们已经失去了轻易将我铲除的机会 之后呢 我又得到了理赔 超级人工智能小洒币 小三的到来 为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和支持 后来 我们频频斗法 每次都有师有德 吃的是安稳处境和平凡前程 得的是全方位的升华 越来越强悍的法力战斗 越来越雄厚的资金资源 越来越广博的见识眼界 每次斗法 都在将我们和老村长一伙之间的差距 大幅度拉近 更为主要的是 我们的实力潜力比我们想象的还又强啊 而对方 他们的优势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大 促成老村长所代表的 陈界所行之阴谋的根本 一定有刘马两家从真实世界带回来的信息情报 从这点来说 他们所依靠的信息就是不靠谱的 我不认为刘马两家能够在一次失败中 获取足够的成功经验 而且他们师出无名啊 所行之事 不仅违背了业家祖训的天职 更有为基础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法律和规则 不然呢 他们也不会处处鬼鬼祟祟 处处受限 在基础世界里 不敢违法乱来 在真实世界那边 更加头都不敢冒 把一切都隐藏在降龙俯虎大阵之中 更为关键的是 他们的内部并不团结 最后这一点获得了所有人赞同 空大听我说完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所谓众志成城 小僧觉着老村长一伙核心的 陈刘马三家 全都不在一条心 看似是一伙 其实还是三家 三家 你说的太少了 我分析呢 陈刘马三家组成的集团里 他们最少会分为陈家 刘家 马家 以及陈刘一家 陈马一家 刘马一家 和表面上的陈刘马三位一体的 七种体系 这三家分了七条心 平时的私逼内斗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如果再加上瓦尔达爷业主这根小屎棍 他们平时的日子肯定不比女生寝室 宫斗剧来的清闲 这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了 第225章 短期速训 敌我双方呢 各自的优劣事清晰明确了 除了这些已经形成的事 我们还占据了一个十分关键的 还没形成的事 这个还没形成 但已经起到一定作用的事呢 就是我们大致知道 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而对方完全不知道 我们打算干点啥呢 我用以不振的这片地 是一块承包田 牛叔当初承包了60年 他自己做了10年 我等于花了1000万 从他手中买来了 剩余的50年的承包使用权 随着承包使用权 一起打包过来的呢 还有这片农田的专属政策 简单说就是可以建造肿牛养殖场 靠着政策为耻 我只要不出这片地的圈子 就可以随意在里边搞建设 无论建出什么来 只要我硬说是养牛用的 谁都拿我没招 我和空大一起研究着 小三提供的氧气阵图图纸 空大建议 此阵共有8处阵脚 布满这片承包田的话呢 每个阵脚都得建5米之上 阵势总长也达到500米 阵眼子要达到8米以上 小僧建议将200名工人分作10组 9组建造阵脚阵眼 一组布置阵势 根据节奏进行调节 争取同时完成所有工作 让氧气阵一举生效 我干脆就放权了 组织建策的工作就交给你吧 我的阿臣做后期保障 除了建筑财励的老运 我还得防止老村长他们搞破坏 就算他们无法预测我们打算做什么 估计也不能让我们消停 然意 那就有老叶哥互发侧应 别客气 你更辛苦 来 马上就开工 小和尚面露邪气盘着川 浑身透着一股老练的脾气 都精神的听好了 佛爷就说一遍 从明儿开始 每天听到鸡叫 就起床开工 夜里九点以后算加班 工地上仅供一日三餐加夜宵 谁要敢偷奸耍华玩猫腻 佛爷的考核大权可不留情面 今儿咱也别闲着 地基位置都画好了 分完队的都给佛爷打出来 做不完的全他妈没饭吃 挺有见识的和尚 怎么连个会都不会开呢 你想剥削劳动力也不能明说呀 你网上那么多奋斗励志的邪魔外说的 那都是现成的 就不知道做多功课吗 好在了 这些搞建筑的早就习惯了野蛮粗犷式的管理 只要钱都喂 身子全干费 赚钱不就是为了治兵吗 不累出这毛病了 赚钱干啥呀 空大那边呢 开始组织施工 有小三辅助 出不了什么问题 我把大白拍出去了 继续到各个镇中去探查去 掌握着敌方的兵力分布 我最近呢 去研究这些镇法的关系 就越觉得老村长他们留下的漏洞特别大 准确的说也不算是漏洞 有降龙凤虎大镇照着 真实世界没办法呢 发现这里面的动静 而在基础世界 懂得这些镇法的人几乎没有 就算有了 也想象不到 会有人将十座法镇 以楼盘的形式布满了整座北台镇 也就只有我这种旷石奇才呢 才能通过蛛丝马迹破解这一切 活该他们惹我头上了 霍雪糕呢 在石华的房子 已经过户给了牛叔他们了 这些老家伙转手就把这套房子 低价的扔给了房屋中介 套取了14万现金 按商量好的这些钱 应该跟我对面分的 但我只拿了6万 剩下的当做他们出人出工 给我盖别墅的劳务费 也当堵他们的嘴 没有霍雪糕的房子呢 他们一样有蹲点的地方 就在霍雪糕家楼上 那是刘小满的家 刘小满呢 因为我私下倒卖他的艳品花 出于不可言喻的缘由出走了 至今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实打实的音信全无了 他临走的时候 想让阿诚跟他一起走 阿诚出于责任 没有丢下我 刘小满没有强求 把家里钥匙留给了阿诚 这个行为暗示的很明显 他走是走了 但还会回来 让阿诚帮他看家 阿诚特爱干这个活 也不知道是出于对刘小满的感情呢 还是出于骨子里那变异的狼性信仰 刘小满走后 我还是第一次来他家 原本博物馆一样的房子 变得家徒自闭 就像又被我抄了一遍似的 我看出阿诚情绪不好 我问他 这么久了 还是没他消息吗 我的狼性一时告诉我 小满他一定还在北谈 可是我找不着他 手机一直没信号 行了 最起码呢 我们能确认他没落的老村长 他们手中 小满到现在还不肯出现 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呢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搞定了老村长一会 他马上就会回来了 您就这么确定吗 还得怎么确定啊 那马老太爷都说了 是王鹏老板托老村长的关系 想查刘小满 我们把老村长灭了 他还查个机班 这里可是美台呀 没有本地势力绕着 外地人是混不开的 外地人都混不开 就更别提外国人了 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 我们也别闲着了 这得正事做呗 没有正事 我陪你扔棍子玩啊 别做梦 时间紧 任务重 当然有正事要做了 三 玩了一下耳机 激活的小词 我让你安排他训练 你安排他怎么样呢 所谓的训练 是我最近和小三 一直在研究的一样重要功读 跟老村长一会决战在即来 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 利用小三的信息库 我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 尽可能的提升实力 前几天的伏法纹身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小三回 已经为你们找到了 合适的提升方法 空大的比较直接 找着天师伏法的内容 多写多画就行 所谓伏大师 都是用伏纸堆出来的 那我的 你给我找了什么好办法吗 考虑到你的基础和现有战力 还要在常规战斗中保存实力 不轻易暴露天狼星必杀 这里推荐你一套 有助于提升伏法威力的秘籍 小三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那个天狼星不能随便暴露 它本身的天理储备就是有限 我得省着点用 你说什么秘籍 我能学会吗 应该能 你有在这方面的基础 我有基础 我怎么不知道我在伏法上有基础呢 这本秘籍的名字叫 进井魔术技巧之飞牌手法入门 我都无语了 但是无语归无语啊 小三这推荐还算靠谱 我和空大都使用过飞牌手法 飞灵符 效果相当的好 如果真能练出魔术师那种 刷刷刷 不停往外出扑日牌的手法 对使用灵符作战时的战斗力 肯定有巨大提升呢 单发连发的区别显而易见 阿陈听着也急了 那我呢 我怎么提升啊 你的程度已经很高了 短时间内提升修为太难了 不如在基础点上下点功夫 你咬人厉害 没事就多买点骨头棒子啃吧 相当于魔刀了 这个办法好 第226章 Solo 阿陈让我给他卖骨头去 还得是定时定量的供着 我问凭啥呀 他回答说 凭他是我们这个团队里的主力 于是我就呵呵呵了 你在这个年代交朋友 你可以比我辣 可以比我骚 但段位不能比我高 也可以比我转 可以比我帅 但不能说我操作菜 阿陈就犯了这么个忌讳 他经常敢跟我说 他是我们团队的CV 不就小三夸了你去许诊高吗 都成这样吗 跟五个 谁不知道咱们一直打的都是四宝一 谁是核心 到现在还没看出来吗 没得说了 只能搜了父子局了 我和阿陈对立于清晨的马路上 才四点钟 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我俩呢 隔着宽城的八排车道 各自守着自己脚下的人行道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搜路 阿陈呢 出于生理缺陷 一上了就让我一双眼睛 而我又何曾不是牺牲了尊俭 跟这个纯狗稚气绝高下呢 我不愿赞他便宜 出手前大吼一声 我来的啊 阿陈支着满口大半牙 我等着呢 竟敢表现得如此轻视 我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得了侮辱 当下收起了无谓的怜悯同情 将意识沉入空间戒指 绝对意识上的一念闪见 我原本空无一物的左手上 突然出现了一张名片 六月天 我穿的是一件半袖 无处可藏机关 手上除了一枚戒指 再无他物 这张名片 它来自虚空 名片凭空出现在 我的左手食指中间 而在它出现之前 我就已经做出了 向前摆臂的动作了 名片是在全身的力气 通过肩膀传递的手腕 在指尖上爆发的 最后一刻出现 嗖的一声 质地坚韧的名片 划出优美的香蕉弧线 夹着破风之声 越过了马路 直取阿臣的心口要害 名片到了近前了 阿臣没有动 我的嘴角泛起了微笑 不得为得手而笑 是为阿臣的卖弄而笑 最后一刻他也笑了 在笑意浮现的一刹那 他轻描淡写的抬手一弹 将名片弹落在地 我笑问 哦 只用手就想赢我吗 叶先生 您在逗我 这样的飞幅 还不值得我出嘴 好 一定要这样的程度 才配与本少爷solo 一语言霸 我再次抬起了空无一物的双手 意识注视之下 左手连出三张 代替了灵符的名片 三张名片各取一个角度 呈追星赶月之势 笔直的射向阿臣的上中下三路 轻飘飘的名片 在大力的贯注之下 飞到了后半城 开始出现上下浮动 轨迹飘移不定 阿臣向来不依靠双目视目 凭着狼性意识呢 他已摸清了这一招的路数 这才像话吗 康康康 阿臣的凌空咬尽 带出了独特的破风之声 我都没看出他是怎么动的 三张名片就已经稀疏的落在他的嘴里边了 两排钢牙咬住三张名片 咬牌的动作牵扯他的嘴角扬起 让他的笑意带了一抹冷酷 放肆 我断合一声 左手中凭空出现了一张名片 但这次我没有再以左手出牌 拇指一弹 名片在我面前滑出了彩虹曲线 落入了右手之中 右臂的力量比左臂强悍许多 即便是以同样的手法 速度声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名片出手 滑出了一道更加夸张的弧线 半城之前 他完全向着我出手方向的斜45度角飞 过了半城才来个急转 进入到回旋的轨道 阿臣瞬间呢 神色就冷了下 原本冷不丁的站姿 也转为郑重的跨历 说是直那是快 这张名片和第一张一样 都是瞄着的心口要害去的 可是在即将命中目标之际 名片突然从正常轨迹中脱离 几乎以直角避过了阿臣的心口 转而攻向肾脏部位 阿臣原本已经做出了低头咬的工作了 在感应到名片变相的时候 为时已晚了 正常情况下 这可无论如何都会落空的 可阿臣毕竟是阿臣呢 到底是胆敢与我一争非为的强者 只见他在不到百分之一秒的一瞬间 整个身子猛然的低伏 又在无法以时间计量的刹那间 腰身急转 转了个三百六十度之后 咔的一口 从完全相反的角度 以后咬中了那张直角下旋的名片 我曾与魔鬼魔王还有犬灵斗法中 见识过的这反咬一口的招式 那是托子于他平日里摇领带所悟出的绝技 可是今天不同了 那这身法速度比追赶领带又快决三分 那分明是 是追裤带呀 不是追领带呀 这个身法是追裤腰带呀 阿臣吐的名片一脸闷骚的低调炫耀 哼没错 追领带只需要双脚 追裤带需要双腿和双臂 训练的时候确实很苦 好在效果很明显 他给我带来了更加敏捷的身法 我一条眉毛终于认真了 你以为只有你在默默的突破提高 今天哥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最新练成的漫天花语出牌技巧 接下来的一幕呢 无需气氛铺垫 一言之下 我在二十秒内 向阿臣飞出了两百多张名片 平均是每秒十张 阿臣呢也将摇领带 摇扣腰带 摇水管等身法 你嘴法呢 发挥到了极致 成功将所有名片都接了下来 最后一张 解住了 在漫天的名片之中 我双手齐出 以抛戒外球的动作 向阿臣抛出了一物 阿臣早就接顺嘴了 却没想到冲着杂项灭门的暗器 就是一口咔的一声 嗷嗷嗷 一口咬碎的一块板 转到阿臣 捂着嘴蹲在地上嗷嗷叫啊 我跳起欢呼 耶 你不是藏墨鱼里吗 这藏墨鱼砖的招式 怎么样啊 阿臣呢 捂着堂血的嘴 含糊糊糊骂我 我笑得眼泪都下来 你说啥 我听不懂 我怒目而视 谁怎么乱接啥 一看之下呢 是一群刚上班的皇位工人 在我和阿臣面前的街道地面上 最少散录着三四百张的名片 还有碎砖头和血迹 乱的一逼啊 我看着满地狼鸡 微微一笑一耸肩 撒丫子就跑啊 阿臣呢 都不用问啊 第一时间察觉气氛不对 我刚抬嘴 他人就没了 第二百二十七章 小天才电话手办 我和阿臣呢 从来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养生九零后 每天坚持呢 晚睡晚起 直至一睡不起 今天能赶这么大早 肯定不光是为了找个没人的时间点 搜了笔操作 其实我俩是接车的 接车当然是运货了 为了掩盖我偷的那批建材 进入施工场地 小三在网上下了几个既定 既退的建材订单 然后过来一队货车 由我将建材充满车 假装是通过合法渠道采购 来的并送过去 为什么非得大清早 不敢大半夜呢 做过坏事的都知道 蹲坑直勤的也都是熬夜 不能洗澡的主 为了躲避警方和名府方面的视线 在凌晨这段时间更为安全 可千算万算 没把我和阿陈这两颗不甘寂寞的心算进去 我俩在等车队的功夫 闲不住 非得操作一波 一不小心惹到了环卫队 我们俩一大早上就把主干道造的狼藉一片 被环卫队大爷大妈抡着扫巴 注意的是抱头鼠窜 他们人实在是太多了 对路线又比我们熟啊 最后要不是搭上了迟迟赶来的货车 我们铁定是没跑啊 就算如此 我们的车队也被他们堵上了 我赶紧上了一辆装满了沙子的货车 拉着门板大拴呢 跟环卫队的人谈判 要么放我一马 要么就与死网破 我拼着被你们抡死 也得把这一车沙子 谢你们负责任去遇见 大家谁都不好过 软的硬的全来了 最终我才得以付出200块钱罚款 为代价逃出生间 货车司机把车开了郊外 然后又阿陈带着他们去吃早餐 我趁着没人打开空间戒指 把里边装了3000 属性状态 基本已经稳定下来的建材 歇了下来 25辆车 5辆车装着买来的建材 剩下的20辆用来夹杂的空车 被我装的满满灯灯的 到最后呢 还剩下不少砖头 实在装不下了 只能继续留在空间戒指里 小三估摸着 25辆车建材足够完成 养成镇的全部工程 就算不够也不用愁 这批建材一落地 我随时可以往上填补 实在不够 再偷点也不叫事 又不是第一次了 对不对 一顿豆浆油条 很快安排完事了 司机们回来 看满车的货都傻眼了 都能得这装车速度也太快了 可不能跟我们长期合作 那跑短程的货车司机 就指望着装车 卸车卸口车呢 遇上我这种效率的 人和车都受不了啊 我也没指望 在这行常干 华卫那边的关系 就不接洽了 这要入行了 麻烦肯定少不了啊 一大早呢 遇到这么多坎坷 让我有一种 就算后半个月那平安无事 都没转到的感觉 车队顺顺利利的开进了施工场地 分工区卸货了 然后呢 赶紧的留票据做假账 把这些建材顺利洗白了 卸完货的九点桌呢 我和阿陈就在工地的帐篷里 补了教 实在是折腾不起啊 睡到中午午饭 空大叫我们起来 和工人们一起吃饭 联络一下感情 哎 这倒是个不错的提议 可当我看到午餐 只有馒头和白菜汤之后 我都没敢上桌啊 我问工大 您这是按什么标准 做的午饭呢 吃这种东西 工人们能干的动活吗 阿弥陀佛 叶哥此言诧异 干活多少 不再吃的好不好 全在一股精气声 有时吃太好 反而会让他们滋生出 懒惰情绪 吃得差一些 可以激励他们 本能中的求生欲 工作更卖力气 更加顺服 而且如果有人 受不了这伙食 小僧的管理 也有人性的一面 他们可以自掏腰包 买方便面和饺着 你咋不给他们戴手铐呢 你当这里是监狱呢 你是不是自己 受过这方面的虐待 趁着这个机会 再找平衡呢 哈哈哈哈 飞野 还飞野 你都会飞起来了 空大的初衷和扭曲 可效果出奇的好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那些工人 对他这套近乎野蛮的 管理方式非常配合 对着本人更客气 一说话就立正 交流问回答问题明了 只有道士明白 谢谢四句话 看来我家小皇上 不仅经过耗子 在里边八成 还是个牢头欲罢呢 哎呀 其实我也清楚 如果没有这天价的 犒牢支撑 空大首能在高明 也没法这些人 管理的如此套位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我看出来了 这些一招就来 有些手艺没组织的工人 九成九都是刑板释放人员 没这方面的生活阅历 不可能跟空大 配合的这么默契 所以说 顾这会人哪都好 就是没有安全感 吃过午饭 我们就近找了个喜悦 放松一下 顺便开会 卧谈会对行一卧好咯 我赶紧提出议题了 今天就抓紧了 家里边一群不稳定因素 不能离开太长时间了 空大和大白 汇报一下工作进度 其他的事没有 在小僧组织 佛祖的保救之下 所有基础准备工作 都已落实 如今建材到位 不出两天 就可以完工 没错 这么快吗 这还是求稳的说法 你要是敢把天狼星 这位小僧 小僧垫他们 一天就完工了 你拉拉拉 接着道 你再给我垫 垫出几招人命来 那环卫的把我们盯上 还嫌麻烦不够多吗 就按两天的节奏来 大白你说 到了大白 他附身在手办上 正在游一位按摩师 往关节里边上游 他现在也是团队议员了 有权享受团队安排的大宝剑 我这两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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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一开口 把按摩师吓一跳 随手把他扔地上 踩一脚还骂一句 我操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我跟几个全蹦起来了 一合计这事不好这么出头 又躺了回去 我随给我解释 哎 带电话功能的小天台电话手办 没听说过吗 电视上都不够网告的 干你的活 别耽搁我们聊天 按摩师之 他满一脸 不好意思的把大白捡起来 擦了擦水 继续上游了 大白接着说 我这几天 除了降龙俯虎之外的 九个阵法 在其中三处阵法里 发现三个明显 异常能量波动 可以确认是最低 就是魔王灵王级别的 降龙俯虎大神 我无法接近 不能确认里边的情况 大白查出的情报 并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 我们所掌握的线索中 包括了马老太爷 手下剩下的三个大仙 和刘老太爷 手下剩下的三只魔王 估计降龙俯虎大神里 还能最少一只 这级别的存在 至于比这一级别 低的小妖小鬼 对我们来说 多少不计 没什么震慑力 开完会 我们随便冲了一冲 就要撤 给大白上游的济师 追着出来 不好意思跟我们打听 哎 我一嘴啊 这个小天才电话 手办在哪买他的 我女儿一天挺寂寞的 你想买一个 给他节点闷 空大立刻上前 双手核实 空虚寂寞 不一定非得买手办呀 小僧可以帮助他 搓岛师疑惑 你能让他不再寂寞吗 那倒不是 小僧可以让他信佛 那样就更能耐得住寂寞了 搓岛技师当场上头教授的 你这是怎么这么说话呢 空大不占理呀 我们只能劝他 不能帮啊 来着凑早时满意空大 有你这么说话呢 冲刷 哦 那小僧可以让你信佛 出家后他就不算你女儿了 你就不用操心了呀 漂亮 第二百二十八章 氧气阵落城 南半球的一只蝴蝶 扇动了翅膀 就引起了北半球的一场飓风 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根据这个理论效应 最近我在北半球这么跳这么多 南半球不会毁灭吗 那南半球什么情况我不清楚 甚至北半球什么情况我也毫不了解 我只知道北台这片因为我的折腾 已经发生了巨变 空大的人形画馆里带来了明显的工作效率 不到两天完成了氧气阵的布置 大清早接着空大军工电话 我连忙翻看了空间戒指 天狼星还在 我问空大 可我可以啊 我以为你真打我天狼星去电他们呢 阿弥陀佛 电他们不一定非得用天狼星 小僧的雷霆灵符一样有效 你这么折腾人家 他们不会有情绪吧 会不会在工程里动手脚呢 全世界做活最细的 就是服刑和刑满释放人员 你要对我们有信心 还你们 到底把自己跟那些人归类的遗类了吧 我和阿陈身处是石华明府的石器阵中 并没有感受到氧气阵带来的效果 我担心阵法出问题 赶紧带阿陈去现场考察了 施工队已经被空大遣散了 我责怪他 不该在确认氧气阵效果之前放他们走的 万一他们的工程不合格呢 还请叶哥见谅 这些劳工人身份特殊 不方便在同一个地方聚集太长时间 被官方发现很麻烦 至于你所担心的也是不存在的 小僧进行过验收 咱们的氧气阵已经开始运作了 我看向周围那些初起的阵脚建筑和灵论的阵式沟壑 完全看不出一点阵法运作的意思 更感觉不到丝毫的气韵风水变动 空大知道我心有疑惑 主动为我进行了实验证明 他从黄帕包里取出了血灵符 和一张空大的纸 几笔画出一道灵符来 这是很基础的寻气灵符 既可以找出灵气冲背所在 也可以做正式检测 小三佐证 寻气灵符就是用这个用途的 有了二位 将阴阳眼开开 动不动就跟妖魔鬼怪斗发 我们已经养成了随神携带必备法宝的习惯 阿臣呢 掏头拿出一袋纯牛奶 咬开个口子 抹了一点在眼睛上 剩下的全部呲嘴里了 空大也拿出个墨盒来 里边有全灵石血的血字 用指尖呢 扁了两下抹在眼皮上 就像画个眼影似的 阿臣笑的 你说看阴阳眼的方是好娘 确实不够爷们 我也笑了 笑完之后 我掏出牛奶的香水瓶 对着脸上喷两下 再均匀的抹了两下 阿臣空大是一脸无语 这阴阳眼一开通 空大找到了一处正式的沟壑 肉眼去看 这就是个小水沟 水沟的源头 从自来水管道 引得浅浅的水流 空大将寻气灵符置入其中 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 寻气灵符一接触水流 楼船的符呢 立刻晕开了 混化出来一团银色的色体 针就构成了一艘 烟气楼船 符指消散 只于小小的楼船 慢慢的悬浮而起 下方隐隐有淡蓝色的气流出现 好似一条忽隐忽现的河流 载着烟气楼船行驶起来 时间效果出来了 你看讲解原理了吧 在这寻气楼船行驶的 便是氧气镇内运转的灵气 这只能说明氧气镇生效了 怎么才能证明 它按照原计划影响到石器镇呢 这艘船能开到石滑铭符吗 寻气灵符 如果从石滑铭符起航 有可能开到镇 因为此处镇法的走势 是由外而内 如果想确认对石器镇的影响 我们可以观察石器镇或其他镇法的效果变化 我们的氧气镇运转正常 必然会对其他镇法造成影响 要多久才能看出效果呢 很快 很快是多快啊 叶哥 小松明显是不知道 你能别逼逼小松了吗 小三分析了 应该不会慢 镇法的行运 最怕的就是平衡败大步 尤其是以镇式镇脚独立运行 没有人力控制大镇 受到干扰后 很快会出现变化的 这个氧气镇 就是为了牵出他们而建立 想破坏就破坏呗 除了人工花了点钱 物料基本没花钱 地儿随便折腾 只要人没事 我就不怕那么搞破坏 空大继续留在氧气镇工作 说归说 那也不能敞开大门迎蝶 我让他每一处镇脚 都贴下了破膜定界 寄灭等具有驱魔效果的服务 让氧气镇具备一定的自我防御能力 最起码能让我们有警觉和警报的机会 我不会为这点事跟他拼命 但不代表我会任其鱼肉 而不自卫维权 我也是纳过税的 对空大来说 这项工作就是任务 也是修行 非常积极的承担下来了 我和阿陈也有自己的任务 我打算继续增强小三的控制范围 证据将整个北台 都纳入我们网眼系统的监控之下 敌人有乱神怪力 我有现代科技 从现在开始 我一步也不会让他们 利用大半点时间 我几乎转变了北台镇 所有的二手手机电 赤资百万 收购了一千多部二手手机 我在这些手机上激活潇洒臂 再由大白出马 将他们安装到北台的各个角落 工程挺大的 我和阿陈把货运回了石华名府 刘上满家 打算好好的家几个班 从早晨出门到傍晚回来 我们离开石华名府 大概十个小时左右 我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们部下的氧气镇 就开始对着石气镇产生影响了 我是怎么知道产生影响的呢 因为我一回来就看到 仅仅一百天的时间呢 石华名府各个楼盘 有将近一半的住户 在窗口挂上了售楼广告 如此其中的出售 同一束楼盘的住宅 势必导致这里的房价巨跌 变相造成了 此处居民经济受到影响 变得越来越穷 而越来越穷呢 正是风水运气流失 灵气供应不济的直观表现 第二百二十九章 买房 我买楼 这种场面呢 前所未见 抬头转身到处都是卖房广告 数不清的卖房广告 不仅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着 内容在不停的更新变换 刚开始内容很统一 售楼 电话要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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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竞争意识人人都有啊 周围周围一看 我的天 太神奇了 不愧是穷到一块去的老邻居 卖房子都卖一块去了 那就不能打这么直白的广告了 还没竞争力了 得升级了 于是有动作快地撤下了原来广告 挂上了新的条幅 一是已经几售全北台最低价 这属于合理竞争没毛病了 但已经足够影响到市场稳定了 于是各种各样独具风格的口号标语 争相出现 急房低炮 亏本甩卖 走投无路 卖房脏负 总是林林总总 为了卖房啊 无所不用其极啊 几乎所有日常可见的销售口号都卡着了 唯独没见到那两个字 跳楼 卖楼的确实不适合用这两字 容易引起误会 房价就这么一路下跌 最低的一套房子 每平米销售六百元 五十多瓶三万块钱拿下 这房价都够赶上新闻了 入夜已深 阿诚在外边回来 在楼下跟我们打招呼 叶先生 知道您对房子有特殊情怀 那也不至于在外边包夜看吧 咱们回家爬窗户一样看的 阿诚只说到了一半 我属实对房子有特殊情怀 但是我出神入迷的 在这看了四个小时 房价大战的绝不仅仅是情怀 还有一个种让人血脉膨胀的心想法 我让你看了别处的情况 有什么发现吗 一切正常 除了石华名府异常之外 其他小区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么说氧气阵影响只存在了石器阵上 石器阵是为了维持其他阵法的运作正常 增加了灵气抽离的速度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异常状态 这一场房价大战一直打的生意还没停下来的趋势 人们都磨着了 就像自己的房子是个定时炸弹 不及时出手就要了命了 这一样的情况对我来说就是巨大的机会 叶先生 你傻笑什么呢 兄弟 咱们可要发财了 你不会是想把刘小买的房子卖了吧 叶先生 我肯请你 要点碧脸 不是卖房 正相反 我是要买房 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房子 全都买下来 您是说 你要把这里所有的房子 我 我嘶嘶捂着阿尘的嘴 别这么多说话 要瞧的 现在出现任何一个人有买义买房意图的人 都容易被这些饥饿的卖房人撕碎了 可就算把您撕碎 本保险公司按最高标准对您进行理赔 也不给您买五栋楼的呀 你别按整栋那么算 就按照这么趋势下去 分成单户 其实没多少钱 三 你给我算笔账 石华明府是最老的小区 五栋楼十个单元 每个单元十户 每层三户 每户平均六十平 按这个时间段 每平米六百块钱来算 全买下来需要多少钱 他瞬间给出答案 一千零八十万 你是说五栋楼里 三百套房子 全买下来只需要一千多万吗 怎么样 这个机会迁在南方吗 阿臣不能理解 为什么会是机会 难道这些房子 到了您手里 就会涨价吗 别忘了 这里的房子 为什么会出现暴跌呢 是我们氧气镇 导致这里 镇序混乱而导致的 一旦这里镇是稳定 或者我们的氧气镇失效 这里的房价 一定会随着灵气的 减缓流失而回升 我只需要 回升到正常水平 我们可以赚到五倍以上 但我所图摸的不禁于此 石华明府的房价 在正常情况下 也远低于其他楼盘的价格 主要原因是 这里的石器镇作祟 如果我能把所有的房子 都买下来 就成了这里唯一的业主 我就可以利用业主权限 对这个镇法进行干预 一旦破坏了石器镇的功效 就等于切断了明府旗下 所有镇法的灵气供给 到这里的灵气 就会恢复正常 房价一定还会再次大涨 初不估计 这波投资如果成功 我最少赚十倍以上 阿臣惊讶 十倍这么夸张 更夸张的是 我们有这个资本 一切还都是顺势而为 不用在明府的斗法中分心 叶先生 你的脑子真不像正常人 我就当时你夸我的 对不起 是我表达的不清楚 我真的不是夸你 我是在嘲讽 你就不要太天真了 足够三百套房子 就算你有足够的资金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 也没有办法在和明府的斗法中 分心旁骛 很容易会被打乱节奏 我劝你专注一些吧 人工智能 再发达只是智能而已 永远都不怕像人类一样思维 你不要忘了人际关系 有了人际关系 很多无法解决的事 就变得简单起来了 人际关系 你有这方面的人际关系吗 房产方面的人际关系 我当然有 阿臣恍人大悟 你说的 不会是那个房产中介凤姐吧 客气一点 凤姐不是你叫的 也不是我能叫的 我拿着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笑道 就从业主那边的关系 我得管他叫二大娘呢 身处石华名府 我不仅掌握着局部房地产市场变动的第一手资料 还是唯一一个了解内目的 所以我也不怕会有竞争对手出现 可就像小三说的 想自己独吞这么大个蛋糕 凭我一己之地很难做到 牵扯的精力太大 资金压力也很紧张 在与马老太爷两次深谈之中 我得知我二大爷业主 并不是我所误会的那种阴损小人 更不是六亲不认的 他的落魄是因为年轻时的心高气傲 他对我的暗中保护是一种觉醒的悔悟 如今呢 我对他已经不存在怨恨和误解 甚至连原谅都谈不上 处于他的立场上的所作所为 没什么对不起我的 相反呢 我还对他造成了不小的连累 经过了马老太爷揭秘之后 再回想起来 当初如果不是凤姐利用自己的二手 防御领域的能量进行操作 我们根本没办法那么轻易 拿到治阳之地的那种阁楼 后来呢 凤姐要帮我低价收购了那底层的那条房子 流程特别的简单 从始终没有任何的罗乱和问题 通过他买的房 简直比去菜市场买菜都省心 所以这次偶然发觉这样一个既能发家致富 又能给明府找麻烦的机会 在需要业内人士合作的时候呢 我立刻就想到了他 凤姐接了我的电话 我将趁着石花明府房价崩盘的机会 大肆收房 等待房市回暖 在涨价出售的计划 和他说 他在听了之后 不是很感兴趣 还劝我呢 让我对待房市呢 要克制 不能贪多 小心吃不消 凤姐说话 永远都是那么容易让人误会 我没法跟他解释 我在跟明府斗法 什么石器震氧气震震了的事呢 只能拉关系 事实证明 他跟业主的感情绝对绝对 非常的深啊 我只在电话里叫了一句二的娘 他就乐得什么都不顾了 当晚就杀过来了 进了屋呢 凤姐还有点不好意思 哎呀 是不是有点躺吐了 我一般是不上门服务的 我连忙招呼 哪有哪有 您是掌门 什么时候上门都正常 来来来 快请坐 阿臣微难道 家里什么都没有 让人家往哪坐呀 对 阿臣的意思是 留下满家的东西 在他离开的时候都搬空了 我俩这两天都打了一步呢 确实没地方坐 凤姐一点都不挑理 没事没事 哪有那么多的规矩啊 没那么多规矩更自在 咱们仨呢 想在哪坐就在哪坐 卧室里坐也行 厨房里坐也行 客厅里坐位是可以的 实在不许我们去外边上坐 草地里坐 山坡上坐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没几句话了 咱们别坐了 就站着说吧 凤姐呵呵一笑 那我要是站不住了 你可得扶着我啊 难怪我二大爷总喝多了 二大娘太浪 肯定经常闹误会 我和凤姐挑明关系 以前失敬了 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您和我二大爷的关系 我和我二大爷以前有些误会 在这里给您二老赔了个不是 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哎哟哟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叶老鬼当初怕你们多想 不让我跟你们提 我俩这层关系 那我二大爷的处境 您清楚吗 有什么清不清楚的 我和他之间呢 就是年轻那会儿 剩下的一些交情 平时呢 我不管他 他也不管我 只要遇上事了 他会想起 还有我这么个对他死心塌地的 听得出凤姐和业主之间 是业主付了他 我又失探了一嘴 您真的不知道他的处境 据我所知 他最近好像被控制了 那个叶老鬼呀 被关上一辈子才好 省天就知道喝酒说鬼话 年轻那会儿 我就恨不得关上他一辈子 看不出我二大娘 还是个病交性格了 好了 别提叶老鬼了 除非他找着我 我犯贱不懂怎么拒绝 否则 他死活跟我没什么任何关系 来谈我们的生意吧 小叶哥怎么搞啊 生意上的事 您容我不能说太细 我只想呢 让您继续理行中介职能 替我出面将石华名府 所有在售的房子都买下来 凤姐走向窗口 推开的窗口往外看 这片小区几乎没有夜生活 过了十点 基本家家都关了灯 只有一条条横幅 像军旗似的支撑 他们溃淘钱 最后的士气 在夜风中烈烈作响 小叶哥真有办法 将这片房子的房价 重炒起来吗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 你也无需多关照 只需站在房产中介的立场上 替我出面就可以了 佣金照付 小叶哥这是打算帮我呢 那付费 可就不能按寻常的算法计算吗 钱好说 小叶哥爽宽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哟 凤姐一走 我才吐了口气 哎 跟他聊天压力特别大 真心话 总有一种 他在疯狂暗示我的错觉 阿臣悠悠的 你小心一些吧 或许 就是疯狂暗示也说不定 你别乱说话 那可是我二大娘 所以嘛 才疯狂嘛 想想就疯狂 第231章 一副好牌 我在凤姐是不提业主的关系 也合作了两次 这次不把立场挑明了 很容易被他杀熟了 不是我以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啊 一个女人能在北台 把房产中介干的这么大 肯定是有些手段的 这个手段里边呢 可能有业主的关系照顾 可能有他独特才能 但绝对 不包括诚心诚意 为顾客服务 这样的商人 早就被顾客欺负绝技了 而且我还怀疑 凤姐有风月场所的经验经历 跟这种人更不能谈感情啊 多少男人都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不谈感情时候 三百五百就搞定了 一谈了感情 三千五千都下不来呀 没有风月场所的经历 那就更更更不能谈了 越单纯越纯洁 越是如此 谈了感情之后 没没收存折工资卡的 都是这种能干的事 简直丧心病狂啊 我和凤姐签订了合作协议 作为甲方 我出资五百万 交由于坐以方的 房产中介的进行操作 在一周时间内 尽可能对石华名府 再售房产进行收购 协议中没有额外的附加费 只有一条特殊条款 该条款大致内容为 我对这次大量收购的起台价格是 每平米六百元 如果房产中介能以更低价格收入 那么这里边产生的差价 会作为他们的利润直接扣除 如果能将它五百一平米 它每平米就能赚一百 一套房子就是五千大底 三千套那就是一百五十万 这条款看似留给一方的空间 有点大的离谱 其实间接保证了甲方利益 买的越多才赚的越多 它肯定也不偷懒啊 这样一来 我从王盘那得到了一千七百万画款 和自己手里一百多万家底 基本是折腾光了 这次以全付家当 收购房产被我当成了一笔风险投资 反正我是想明白了 如果打赢这一仗 我不仅对爸妈祖宗有交代 自己能随之名利双收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如果打不赢 老村长绝对不会让我有好下场 肯定要把我斗的一败徒弟才肯把球的 换句话说 以我这种性格呢 不被斗的一败徒弟也不可能认输的 所有筹码都已经推出去了 剩下要做的 就是把手里这副牌打好咯 大白靠着自己行动便捷 不知疲惫的特性 很快将一千部手机 放置在北台各个小区和重点的要道之中 小三得以通过手机镜头 实时关注这些部位的信息 至此 王眼计划完成 我们拥有了远远优于老村长一方的信息优势 空大的氧气阵那边加了一天一夜的班 连画带帖的 以上千张大小不一的形态各式的符 将氧气阵保护了起来 用他自己的话说 除非遇到魔王灵王城管这一级别的存在 这座氧气阵几乎无肩可摧 不对 几乎坚不可摧 听他说这话 我就泄漆 魔王灵王城管 哪样是老村长调不动呢 泄漆也没招 敌人就是这么强 距离成功验收样板房 已经过去三四天了 还有三天 我就能够做到精准取出样板房部件 那时候正式具备对老村长一击致命的威胁了 是时候将我们的反击计划重新梳理一遍了 习域中心内我们第一次以原作会议模式召开了卧谈会 所谓原作会议模式就是把我们的按摩床围着茶几转圈摆开了 让我们可以头对头交流起来更方便 我将时局和既定行动方案从头到尾为他们讲了一遍 以防时间太久出现了疏漏和误解 目前我们占据了治阳之地的锁轨镇 控制了石器镇建立了氧气镇成功打破了老村长 利用明府房地产在北台部下的十座镇法的平衡 在祖宅治阴之地方面 我们利用了网红力量将之变成了地标式建筑 吸引了海量的关注度 基于这两个条件 在短时间内 明府房地产既没有办法依靠真实世界的镇法 启动六道轮回大镇 也没办法靠基础世界的力量霸占治阴之地 他们的计划已经进入到了停滞期了 只剩下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是利用最近的一波举报 成功让我背负上亿的贷款 只要我不力偿还每个月二十万的本息 他们就有机会通过合法徐道拿到置阴之地 这条路走通的几率几乎为零 我刚还完了一个月的贷款 手里的钱还够再撑一个月的 利用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不找我 我也去找他们 所以他们只剩下了第二条路 继续像以前那样派出妖魔鬼怪来害我 而我等的就是他们这一步了 前期我们已经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利用资源建立起了自己的优势 接下来需要利用进一步冲突 来制造出合理的谈判机会 这个谈判机会呢 就是我向他们发起致命一击的契机 致命一击的具体操作方式有点复杂 首先呢 薛阿晨与藏木于林的战术进入到明府房地产总部 将我的空间戒指带入其中 放置于我方便取用的地方 之后 我会以和老村长谈判的名义进入明府房地产总部 他们必然会对我进行搜身 而我的空间戒指已经率先被带了进来 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确认我不去任何威胁 我就有机会在团队的帮助下摆脱监视拿到空间戒指 最后我会进入到天台 在那里取出样板房 改变降龙父虎大神镇眼的形态 镇法一旦失效 北台所发生的一切 全部会暴露在真实世界的眼中 如此猖狂的违背真实世界的规则 真实世界的力量一定会借入进来 替我们将老村长的阴谋打破 而我们只需坐山观虎斗 静等收拾残局 一副好牌是粒粒整整啊 空大阿晨小三大白 作为团队成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提出的细节和注意事项都非常有见地 一番商讨下来我们信心倍增 都觉得胜算极大 晚上空大赵就去养鸡镇守镇 我和其他人守着刘小满家这个根据地 入了夜 阿晨大白找我组队打游戏 我说我要检查网眼系统运作情况 没时间玩 阿晨大白呢把我好个夸 说我突然就出息 这不是出息 这是责任 作为领袖 我得对任务负责 更得对大家的安危负责 我躲进黑积积的卧室 拿出手机呼叫小三 三 我要抽查几个网点 你帮我调出来画面 没问题 你想看哪个网点 先放霍雪糕卧室里那个 小三露出惊讶的言文字表情 大白什么时候在那里安放一间位了 是我亲自安排 霍雪糕是马老太爷的外孙女 又是我的准女友 我当然得重点关注他的情况 你这不是偷窥吗 当然不是 出发点不一样 你他妈怎么都少管些事 小三不敢多嘴 检查了一番 顺便把我藏在霍雪糕卧室里那部手机 收集到的镜头掉了出来 画面中霍雪糕正好刚换完衣服 一袭质地松软的套头睡裙 从大腿上垂了下 把所有重点部位全都挡上了 我好像瞄到了一点点 你好像一点点都没瞄到 贼恍惚啊 看着霍雪糕上床盖上了毛巾被 我是又气又脑直拍床啊 就这么差一点 你不读说那一句正好全能看着了 还敢说不是偷窥 能倒放吗兄弟 倒放五秒呗 不行 人工智能不可以做这么无耻的事情 我送你一个新的充电宝 两个 撑脚 小三刚要给我回放霍雪糕睡衣的镜头 有人敲了空门 阿诚喊我 一身上 去开下门 我手机地呢 抽不开空 我不耐烦的起身 走出卧室去开门 边走边问 这么晚 谁啊 门外传了一个熟悉的女孩声音 阳光又爽了 似我 小户姑娘 嗯 第二百三十二章 真假霍雪糕 小户姑娘 我看了个手机 画面显示我们家小户姑娘 正床上玩手机呢 又看了个门径 走廊里小户姑娘拎着外卖 耐心等着开门呢 我有点想尖叫 有点想汗毛倒数 有点想冒冷汗 可我空止住了 我对小户儿 我对小户儿抱怨着 你给我看的小户家的监控 不会是昨天录像吗 不是 洛西昂 是实时监控画面 你别逗了 他实时还监控呢 你这延迟太夸张了 你看监控里小户姑娘才上床 现实里她都到门口了 这事确实很奇怪 你自己分析 别问我 我咽了咽口水 如果不是录像 不是网络延迟 就说明现在同时 有两个货血糕存在 这会是什么情况呢 敲门声加重 货血糕的脊皮就上来了 一开光 你干啥玩意呢 都听到你说话了 为啥不开门呢 阿陈 给我开门 我给你送消夜来了 阿陈硬了一声 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走了过来 想给货血糕开门 我轻轻拉着她 她看我 我聊聊头 等会儿 先别开 为什么呀 我自己都没弄明白 怎么回事 怎么和她解释呢 我只低声嘱咐她一句 做好准备 可能麻烦找上门了 货血糕在这种时候吗 我们马上翻盘了 少他妈废话 让你做啥你就做啥 小命重要 还是翻盘重要 说完我强装镇定 对门外敷衍道 你等一下 我找不到钥匙了 货血糕一开门 你从里边开门 要啥钥匙 你到底摸存啥呢 我不理她 让小三拨打了货血糕的电话 很简单 两个货血糕 货血糕同时存在 肯定一个是假的 百分之百就是 老村长他们使的 诡计手段 听我直觉判断的 门外就应该是假的 货血糕从来不会 这么晚出门了 换个角度思考 货血糕住在 治阳之地索轨阵法中 不可能有妖魔鬼怪 能进得去 可毕竟不是别人 我得加一百万个小心 万一搞错了呢 我可不想误伤了 真正的小货姑娘 电话拨通了 门外响起了电话铃 门外的货血糕 接了电话 对着门口的 你搞啥玩意呢 干嘛给我打电话呢 我连忙把电话挂断 又让小三 切出货血糕家的监控视频 监控里的货血糕 还在玩手机 漆黑的屋子里 他的脸在 手机光亮的映射下 显现出了 诡异的神情和色彩 我的汗毛 是终于竖起来了 冷汗也流了下来 因为我已经确定了 确实有什么东西 假扮了货血糕 更因为我还是 没法分辨 哪个才是真的 哪个才是假的 电话拨通了 并不能说明情况 如果说门外这个 拿着自己手机的 货血糕是真的 就说明 质阳之地的货血糕 是假的 那么就说明 货血糕有不受 质阳之地 锁轨阵法的影响 进入其中 所以他有可能是 偷了货血糕的手机 来假扮的 这好复杂的问题 学历明显不够用 阿晨不明状况 小三也论不出个结果 还得靠我自己判断 门外的货血糕 已经失去耐心了 你鬼鬼祟祟的 不开门拉倒我走了 他不能走 无论是真的 是假的 他都不能走啊 我不能让两个 货血糕见面啊 那样就等于 将我面临的威胁 转移到了 真正的货血糕身上 这么一想 如果门外这个是假的 他这句话 很有威胁的味道嘛 我强迫自己冷静 无非就是 妖魔鬼怪 又不是没预见过 不妨就放进来 是假的 怎么得逗一逗 是真的 我更得贴身保护他 关教士兵 你对那边 进行后台监控 发现一场 马上通知我 吩咐小三一句 我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一张 定界灵符 贴在了门上 调整两下呼吸 缓缓将门打开 门外的货血糕 都转身要下楼 听到我开门声 也不回声 继续往楼下走 没等他叫我 阿陈大喝一声 别想走 接着撞开了 我就冲出去了 难道阿陈感情 到这个货血糕 有异常吗 不愧是我家大狗 果然敏锐 阿陈冲过去 拉住货血糕 沉声道 我都闻住了 你休想一走了之 货血糕淡定的看他 你想咋的 吃的给我留下 这逼合着 冲夜宵去的 货血糕松开了外卖箱 吃的给你 我走 这里不欢迎我 阿陈又去拉他 你也留下 这么晚一个人回家不完全 我吃完送你回家 货血糕脸上的冰啊 都融化了 对阿陈一微笑 你真是一个超级大暖男 咳咳咳 就算是假的 看着他和阿陈互动 我也受不了啊 你赶紧进来 别生气了 刚才阿陈看片呢 不想让你误会 才没有立刻开门的 货血糕看我的脸色 立刻变得很难看 你以为阿陈像你那么变态呢 这话里说的我眼皮一跳 因为我故意在这句话里 暗藏了一个 只有货血糕 才会明白的看片梗 没想到这个 一次假的货血糕 这么直接的接下来 难道这可是真的吗 货血糕看阿陈的面子 才进了屋 门上的定界灵符没有产生任何的反应 这么一来 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货血糕拿着自己根手机 阿陈狼性意识 没察觉出异常的 我的话语试探顺利过关了 对鬼怪剧奇特的灵符也没生效 足以说明 这个货血糕是真的 家里有阿陈傍晚的楼下捡回来的桌椅 那都是准备卖房子的人丢弃不用的 我们正好有急需 就捡回了一些 不是有钱没钱的事 这就叫搬砖养主播 该省省该花花 阿陈把外卖箱打开了 里边都是我们平时喜欢吃的东西 麻辣烫啊 水煮串什么 货血糕跟我们相处这么久了 对我们的口味很了解 阿陈不客气 拿起来就吃 还问我呢 今天怎么不和我抢呢 他心可真大 我还惦记了家里那个冒充的霍血糕呢 我问霍血糕 你今儿出什么风啊 他晚上跑出来专门给我们送夜宵 以前的邻居给我打电话 说这边的房间崩盘了 那我赶紧出手 那你出手了吗 你傻了吗 忘了我的房子 被那些老家伙讹走了吗 我就是特意跑过来看看热闹 果然崩盘了 我心里边贼舒服 就去那边吃点东西 越来越对得上号了 这个绝对是真的 家里那个绝对是假的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那个假的霍血糕 为什么要跑他家里呢 如果想害我应该来找我呀 如果想害霍血糕 就没道理假扮他呀 这么说 这个是假的呀 不然我找不到动机呀 头疼啊 这已经不是以我的智力能解决的问题了 实在不行的话 我丢个纸团选答案吧 第233章 假窝 我就像个不怀好意的渣男 在饭桌上对一个良家少女 不停的动着歪心思 给他下点腰 还是灌点酒 或者说直接用墙的呢 我就这么盯着霍血糕 倒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 跟阿诚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看起来非常自然 可是他越自然 我就越绝出不对劲了 我尝试将自己带入到两个霍血糕的立场上 思考问题 很快就想通了关键 我突然一排桌子 阿诚立刻把自己的快餐盒都捧了起来 嘿嘿没想着 霍血糕也吓一跳 你干嘛呀 吃东西也作妖 我干嘛 这个问题我该问你才对 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冒成小婚儿姑娘 如果想对我不利 为什么还不动手呢 阿诚小声问我 这是什么新的撩妹套路吗 霍血糕迷惑了 发财神经啊 我冒出什么了我 还不打算承认什么事 那我就让我来拆穿你 三 把监控画面给我调出来 小三犹豫了 你确定会被当成变态的 我很确认 如果是假的小婚儿姑娘 我才不在意她对我的看法呢 如果是真的小婚儿姑娘 我又不是第一次被她当变态 有什么可担心呢 有道理 小三竟然能够理解我的清奇思路 果断把霍血糕家中的监控放了出来 手机屏幕上立刻出现了霍血糕躺在床上玩手机的镜头 阿诚的脑袋处了过来 看清之后惊叹 叶先生 你越来越没有节操了 还有其他方位的镜头吗 有 但那几个镜头谁也别想知道 被发现就真成大问题了 霍血糕看到画面之后 神色果然发生了怪异的变化 他惊恐万福的站了起来 你竟然偷拍我 这啥时候的视频呢 哼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没想到吧 没想到我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发现 有两个小伙姑娘的存在 那么请你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你开光 别跟我开这个玩笑 你吓着我了 被吓到的是我才对 你竟然可以将小伙姑娘模仿那么像 可你休想骗过我 两个小伙姑娘 必然是一真一假 真的小伙姑娘有理由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 就算你没编出那么合理的借口 这种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 但是那个假的小伙姑娘 绝对没有理由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他的家里边 阿晨抱着快餐盒呢 吃坐到椅子上 这么复杂的局面 以他五岁左右的智商很难理解 面对我的质问 霍雪糕一言不发 我继续争论自己的推理 能够进行这么逼真的模仿呢 只有老村长手下才有这种存在 利用霍雪糕的身份 确实可以很容易的接近我 并让我卸下所有防备 说实话 如果不是出于暗中保护小伙姑娘的目的监视着他 今天真有可能为你得逞了 你这是咋的了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啥 不明白吗 我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 你还要装胡同 真的小伙姑娘会来找我 但假的小伙姑娘没有任何理由出现在他家 还在他家里模仿他的日常作息 这两种情况利用排除法排除掉最不合理的 剩下的一个就是真相 你是个假货 说着我左手探出 天狼星从空间戒指跳入手中 时钟二指伸直了 激活了雷霆浮印 指尖电光闪阔 天雷之力随之会激发而出 霍雪糕在天狼手印的逼势之下花容失色 你还忘了做啥呢 做啥玩意吗 你别吓我 我可爱罢了 我明知道自己的分析推理绝对没问题 可这个霍雪糕实在是太像了 他这样一副惊恐莫名的样子 让我根本吓不去手 就怕自己作作聪明误伤了真正的霍雪糕 阿晨突然站起来又坐下来 叶先生 我 我好像中毒了 您竟然给我下毒 你是傻吗 弟弟 怎么会是我给你下毒呢 在你和小伙姑娘之间 我当然更怀疑你啊 他是假的 假的也比你面善呢 这话说的不正常 看来中毒不轻啊 毫无疑问 这个霍雪糕是假的 他在外卖里做了手脚 阿晨吃了没 我没吃 所以他中毒了 我没事 阿晨面色变得非常难看 我看得眼里急在心里 当下只想尽快解决假冒之人 再去解救阿晨 可趁我分心之际 这个假货竟突然发难 他推推推推 他撅着小嘴对着我手呢 连吐三口口水 我不知道他搞的什么名堂 下意识的收手闪避 没想到假货玩的是心里战 吐在我手上的就是普通的口水 见我收回的手 他一个灵巧转身 一头从窗口跳了出去 我大喝一声 憋跑 连忙下令 大白 跟着他 小三 给空大打电话 让他回来 一直冷眼旁观的大白得令 脑袋一转 对准了神窍灵符 化成鬼魂锥了 我开门顺楼梯 跑了下去 到了下边 早就没了假货的影子 小三顺利联系到空大 告知他家里出了事了 他又问我 接下来该怎么做 启动网眼系统 找住他的位置 大白能跟住假货 可是没法跟我们取得联系 但我们的网眼系统 已经遍布北台 他休想逃出我的五指山 小三立刻以我们所处的 石华名府为中心 由内向外逐个勘察 网眼系统的各个镜头 以小三的超级人工智能 进行这种简单操作 非常迅速 我能看到手机屏幕上的画面 飞速切换 很快就定格下来了 那是一条小路 假货的身形 在以超越常人的速度飞奔着 他在逃跑中 不停的挥舞双手 好像在驱赶着什么 应该是大白 在对他进行纠缠 小三说 他目前处在石华名府 通往北部吊气镇的路上 接下来不知道会去哪里 这条小路一直畅通 从石华名府出发 经过北部吊气镇 再路过我家祖宅 可以到达东部吊气镇 如果他不变换路线 可以一直跑到东部吊气镇 以东的云华名府锁轨镇 他是冲霍雪高去的 假货害人有人管吗 打12315好什么 这个假货太狡猾了 他肯定是看我不好对付 就去挟持货雪高了 如果被他以货雪高要挟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我一定得赶在他得逞前阻止他 提速提速 我不要命将电坡车的速度 提到极限 莫测地有二三十卖的样子 再确认这破碗 实在没有提升空间之后 我果断放弃骑车 选择步行 速度果然快了很多 难怪货雪高送个外卖 都不带边 就这速度 根本没法跟同行竞争 小三不断的调取 假货的行踪镜头 他果然是冲着云华名府去的 石华和云华正好处在 北台的一溪一冬 假货的速度比我快多了 估计最起码比他晚到五分钟 五分钟 一个妖魔鬼怪 可以对一个小女孩做很多事 小三引爆小货家手机 什么 我让你引爆手机 除了卧室的 衣帽间的 客厅的 全部都毁掉 我们联系不上他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他吓跑了 或者引来其他人的关注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确保他的安全 我可以用语音提醒他 为什么要爆炸呢 放屁 我在他房间里藏手机的事不就败露了 没问题 我可以进行操作 确认只有这三处吗 洗手间的呢 我没在洗手间里放手机 我又不是变态 假货已经跑到了东部调集阵 我才刚跑到我家祖宅附近 小三不敢再耽搁 赶忙将APP程序转移到对应的手机 然后进行超负和运算 活生生将自己憋着爆炸 头好疼啊 已经搞定了 北台面积很大 但住宅区相对集中 所以我从石滑跑到云滑 没用多长时间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到地方一切如常 这会儿已经半夜了 几乎没有住户还亮着灯 小区门口静悄悄的 门外刚好是保安队长值班 一见到我就打招呼 我本来不想搭理他 他却拉着我道 哎呦我曾有给你打电话呢 刚才你家那单员 传来一乱穿着爆炸 还着火呢 爆炸还着火了 你先别急 火就着了不一会儿 我们发现的情况 还没爆火警就灭了 这不正用联系 您确认情况 我知道怎么回事 你不用报警 我自己能处理 趁电梯上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我选择了不行 我怕有埋伏 被堵在电梯箱里 太被动了 右手背好了 铺魔灵符 左手天狼星 就为一层一层 通向了顶层 还上最后两层呢 我就可以闻到 物体燃烧过的焦壶 顶楼两户 左边那户呢 就是我送给霍雪糕的房子 此时房门大开 震震的焦烟 从里边我冒出 我一头扎了进去 直奔霍雪糕卧室 一进卧房 我立刻锁定目标 可破魔灵符 和雷霆手段迟迟没有出手 卧房里显然 刚刚经历了一场 不小的火灾 窗口处的窗帘呢 被烧成了灰烬 地面上和墙壁 有大片的烟渍和水渍 一个水盆扔在一边 明显有人用这个盆 打水灭火来着 我一阵后怕呀 从保安队长描述到现场状况 遗憾就知道 是我让小三制造的爆炸 引起了火灾 后悔的情绪没有持续太久 我马上警惕起来 保持着准备进攻的姿势 对墙角的两个人大声道 有什么事冲我来 与他无关 你要是敢伤他一根行 我发誓 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墙角的两个人相拥虚卷在了一起 他们有着一模一样的高挑身材 五官面容完全一致 都是货血糕 如果不是一个穿着睡衣 一个穿着便服 我根本分不清 哪个是真货 哪个是假货 真货穿着睡衣 他身上脸上充满了水渍灰激 一副瘦巾 不小十分狼狈的样 而穿着便服 刚刚被我一路追逃的假货 他的情况也不太好 头发有被烧焦的痕迹 我死定他的动作 想做出让步 你放开他 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今天我们都可以当做什么事没有发生过 或者给你提出条件 什么事都好商量 假货听了我的话呢 还真的放开了货血糕 他站起身 表情冷酷中带着明显的愤怒 他就这么走向了我 到我面前抬手 哗抽我一耳瓜子 我被打得有点发愣了 又听得像个女流氓似的对我呵斥 你大爷个死变态 不仅偷回我家大小姐 还差点害得出事 你别想狡辩 刚刚的爆炸和火灾不是粘起的 爆炸起火的位置 刚好是你头盔角度位置 他在说什么呢 他休想迷惑我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呢 我没去思考他的动机 只知道现在是个机会 我一抬手 就可以干掉这个假货 大白的声音从我耳边响起 是他救了他 我眉开阴阳眼 看不到他的身影 但我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贴在我耳边 靠着不高的智商 努力组织的语言 我追他来这儿 我刚要收到 是他灭的火 我满脑子十万个问号 是你灭的火吗 是你救了灰雪糕吗 你到底是谁啊 霍雪糕从墙角站起来声 小狐仙 你别闹了 先把那假货 招货狐仙 然后又对我道 你跟我老爷都不访 该知道他手下有四个大仙 这位就是马家四位大仙中的狐仙 在魔鬼事件之后 老爷派他过来保护我的安全 霍雪糕一句话 没解释清什么问题 反而更让我梦圈了 等等 我捋一下 你是说 你认识这个冒充你的假货 而且你也知道你老爷的真实身份 以及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 还有 难道说魔鬼事件中 你对我乱亲乱魔的事 你都知道吗 霍雪糕眼睛渐渐的瞪大 我对你乱亲乱魔 犯了过这种事吗 你别骗我 除非你想逼死我 有这么大罪过吗 你不就亲露一下 磨露一下吗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二百三十四章 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故事呢 每张字数大概两千到三千字左右 有的时候会长一些 有的时候会短一些 玩长短的大家 你听个乐 这搞笑故事呢 它并不像那些叙述的 形式的故事啊 就是 呃 长评大套 那一般情况下 讲的就是笑点呢 以及各个故事的一些连接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这跟跟跟大宝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作者有的 章节写的长 两千一百字 两千字 第二百三十五章 豪门千金 霍雪糕没事 从头到尾呢 也没有人想要害他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太敏感造成的 这件事想说清楚啊 得从很久以前说起了 虽然呢 我还是想试图将它简单的概括 没办法 一贯这么剧 而且还有才 冒充霍雪糕的假货呢 确实不是人 他的真实身份是 马老太爷麾下的四个大仙中的 五大仙 和那个败在我们手里边的长大仙 是一个组合里的 马老太爷呢 是霍雪糕的亲老爷 虽然他这个老爷不亲 但不代表亲老爷就不管他呀 几个月前呢 在刘老太爷派出魔鬼之一 祸害霍雪糕来报复我的事件之后 他就派出了胡大仙来贴身保护霍雪糕了 胡大仙呢 是一只修炼到灵王级别的狐狸鬼魂 没有太强的法力 但善于模仿变化和迷糊 变化后呢 可以具备模仿对象的一切特征 包括生理物种等等方面 所以呢 他才可以做到不受制阳之地 定界灵活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他经常和霍雪糕接触啊 才会对他的一举一动 和所有细节模仿的足以以假论真 霍雪糕当然知道他的存在 包括他老爷的真实身份 以及我们之间的纠葛 他都一清二楚 只不过平时不愿意提及 也不愿意参合罢了 那为什么一个送外卖的小女孩 会有这样的见识和诚服呢 因为他在出身不凡 马老太爷呢 是霍雪糕的亲老爷 霍雪糕他妈呢 是马老太爷的女儿 而霍雪糕的爸呢 则是马家在真实世界中 攀著的一个高枝 霍雪糕出生于真实世界的大祖 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千金 所以才对基础世界这些猫腻不屑一顾 什么凌王境界的胡大仙 在他嘴里就是小胡仙 全当作是小姐妹似的相处 其实我早在马老太爷 提到他和霍雪糕的关系时呢 就该想到霍雪糕的身份不凡了 马家刘杰从真实世界 败退基础世界15年 而霍雪糕19岁 4岁以前一直在真实世界生活的 下来之前都记事呢 那背景就是这样的 简单的概括就是霍雪糕来历不凡 至于今晚的事 小胡仙之所以会来找我 就是霍雪糕的意思 他想利用小胡仙的迷惑法力 将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诱出北台 避免我和老村长们继续斗下去 理由也很简单 霍雪糕知道我在准备和老村长决战 他认为我没有胜算 与其盲目自信的斗姐姐搭上性命 不如趁早放弃 结果小胡仙没定出手呢 就让我抓着把柄漏洞 揭穿了身份 还险些被我一天来也给劈死 我十分不能理解霍雪糕的行为 你怎么就知道我都不如老村长 你知道我在背地里做了多少周密的安排和布局吗 只要你不够添乱 我肯定能赢了 一个长着狐狸耳朵和尾巴的 身形小了一号 画着浓妆的小女孩对我吼 那你错话了吗 你跪好了 我立刻扶转了 老老实实贴着墙跪 挨声叹气 你说这我都听明白了 我解释你也能理解吧 当初魔鬼事件中真不是我主动摸你让你亲的 小三录了视频你也看到了 是你着魔了不能自己 至于这回在你家偷偷藏手机呢 也不是为了偷窥 我关心你的安全吗 霍雪糕冷大的声音传来 卧室 客厅 你冒几个手机监控我能理解 于是得咋回事 我洗澡时会有什么麻烦 那我不知道 可能是阿陈放的吧 这会儿闷骚的很 什么事都做出来 哎呀 说起阿陈我突然想起来 哎 小胡仙大姐头 你给阿陈下了什么赌啊 赶紧把解药给他送去 看有能不能把电话给我 我需要确认一下阿陈的状况 小胡仙用脚踩着我肩膀 你说啥话证 小姐姐我根本没什么下毒药 想明你们一口先气就够了 你没给我机会而已 霍雪糕还很刮心阿陈呢 阿陈中毒了 怎么会这样呢 大小姐 你别人再下嗶嗶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跟你说多少次了 不许说脏话 霍雪糕迅事了小胡仙一句 想了想 让小胡仙把手机还给我 司空大小和尚在照顾他吗 问一下状况吗 刚才聊得太投入 差点忘了大事 我赶紧给空大打过去 他正在医院呢 哎 阿陈怎么样啊 中了什么毒啊 阿弥陀佛 叶哥 虚惊异常 不是中毒 那为什么会有中毒反应呢 不是中毒反应 是巧克力过敏 善灾善灾 迄今为止 狗的特性在阿陈身上 一个都没少 叶哥 你那边情况咋样 我没事 你继续照顾暗尘吧 我放了心 挂了电话 第一声道 是巧克力过敏 小胡仙狡辩呢 我又不知道他过敏的事 二兄买的东西里边 有没有巧克力 哦 是有个巧克力生蛋 霍雪糕埋怨 祖咐过你的 阿强喜欢的是草莓生蛋 这段小季节还能记错了 大小姐 你只说了生蛋 没说什么口味 只强调了叶开光 喜欢煮串 越垃圾的食物 她越吃得起劲 让我都放辣 还一个劲的嘱咐 我不许买酒 怕她喝多了 背着你作妖 你还说 你给我住嘴 你是狐狸还是鸭子 你嘴脸这么碎呢 霍雪糕迅士姐的小胡仙 气势十足 真就像极了豪门千金大小姐 但我还是听出 她的做作伪装 分明是在掩盖 她内心里被我的关心 叶开光 你转过来 我跪在地上 双手撑着转盒 你站起来 怎么样你跪呢 我看见霍雪糕 她小脸微红 刚才看了小三所录的魔鬼 事件当晚的视频 过了许久 她有些难为情 我就对小胡仙一咧嘴 她斜眼哼了一声 盘着手看别处 我站起身了 也没敢太放肆 霍雪糕对我的态度我清楚 但对我和老村长 之间这事 她的立场还叫不准 霍雪糕清楚 我心里的困惑 主动解释出 很多事不是想瞒你 当初以为你是个局外人 就想着没必要让你多遇 直到最近小胡仙 听了你不少的事 就在老爷那打听了一点 才知道你已经跟陈姐 斗到了这种程度了 她说的陈姐 自然是指老村长了 厉害了 我以为你一直对你隐瞒挺好的 没想到事实正相反 对不对 不是你瞒着我 而是我瞒着你 所以我建议你听我的话 别再跟那个陈姐斗下去了 你能说出这话呢 说明你还是不了解我 不清楚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 这些对我都无所谓 你知道吗 我 我不想你出事 不想再见到自己在乎的人 因为真实世界的利益受到伤害 我已经受够了 再发生那种事 我会受不了的 你知道吗 霍雪糕的情绪有点激动 四岁离开了真实世界 大部分的人生都在基础世界 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 所以他在非凡的出身光环下 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甚至跟我一样 和普通人比起来 还有更加的脆弱 我还想跟霍雪糕解释 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信心 手机响了 时空大打我的 接听之后我的脸就沉了 我们的事呢 回头再说吧 霍雪糕一贯有小脾气 谁的电话呀 比较我们之间的事情 说清楚更重要吗 是阿晨 他在医院把大夫给咬了 现在正往那金生车转呢 第二百三十六章 虚拟大宝剑 给我打电话呢 告诉我阿晨咬大夫的不是空大 因为空大也惹事了 跟他比起来 阿晨咬人都是小事 空大这货 竟然在医院传起了教了 发展起了信徒了 这也没啥 传教的是 他身为佛门中的一项使命 可他不该跑糖尿病科 去给糖尿病人们上课呀 他跟人家们说了 反正你们这辈子也吃不了啥了 直接信佛吧 佛门的隐身文化 能够拯救你们呢 然后呢 有几个糖尿病的家属 就和他打起来了 那几个家属都是信佛的老太太 他们觉得空大是在亵渎佛法 我们到时候空大被隔离在警卫室呢 外边还有老太太在骂他 你这么羞辱佛门 会被钉到十字架上的 感觉这句话哪里有不对劲呢 昨晚一通捉腰 后半夜又在灰雪纲家呢 跟他谈了关于神志和立场的事 等到医院把哥俩接出来 都快中午了 除了这么多事 没个说 做个保健那是必须的 由于有霍小高的参加 我们不能太凑合了 选了北台最高档次的汉征大使界 也就是空大阿晨打工那家洗浴中心了 这阵子呢 他俩都没上班 汉征大使界到老板经理 一下子服务员搓到工 没有不麻爪的 老板经理呢 是为了客流让他锐减操心上火 搓到服务员的是因为 因客人对他们各种的挑剔 投诉 头疼不止 一看到我们露头了 经理立刻就跑过来了 我正在更衣室脱衣服呢 经理现阴晴呢 近乎变态的亲自动手替我脱呀 边脱边试探 哎呦 爷哥 兄弟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还是说 谁得罪您了 有什么不满 可千万别惯着 您直说 我跟经理抢自己的裤子 没别的事 你抽什么粉 来撒手 没得罪您呢 您干嘛不让空 拿成上班了呢 咱们就指望他俩呢 怎么呢 我们就不能有点别的事吗 啊 再说我也没让他们直接甩活啊 不是帮你们带徒弟了吗 哎呀 麻烦就处在这了 他俩要是直接不干就算了 我们认了 大不了还按以前的模式运营 可他俩带出的徒弟处处有他俩的痕迹 总让顾客忘不掉还不满意 这矛盾就多了 那是你们的事呢 少烦我 自己想办法去 我们想出来了 我们反思了 确实不该拿您的兄弟当高级打工载用 我和老板商量好了 让您入伍怎么样 只要您让空大阿臣继续上班 您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阿臣空大也不用做那么多活 平时呢 他当导师顾问偶尔为贵宾服务一下 经理被我们一顿收拾终于老实了 他也不敢再纠缠了 你说的事我们考虑好了 今天我就来放松一下 等我忙完这段的给你回复 你他妈快撒手阿臣咬他 今天的客人呢 本来就不多 经理干脆下通知了 以配合修房检查的名义清场了 把整个汉城大世界变成了我们的私人场所 按摩的床位被挪进了宽敞的墨浴厅 按照我们的习惯摆成了卧谈会的模式 我们一次谈好了 经理现阴情的问 可以选技师了吗 我爱搭不理的嗡了一声 经理拍拍手啊 工作人员休息室门一开 一排光着膀子 踢着秃头 穿着个三角裤衩 挺着小肚子的搓澡师傅并排走出来了 师傅们在我们面前站成一排 任由我们挑选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游走 搓澡师傅们普遍到中年了 长期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中从事搓澡工作 让他们的身形枯瘦 空大摇头 手头太粗 有茧子 搓澡还行 按摩不合适 阿晨也不满意 肚太瘦了 我喜欢吃劲 经理诚慌诚恐看向我 我以白手 欢一批 师傅们没被选中 不仅代表着少了一份收入 更代表自己的水平素养 不受认可 前程堪忧啊 第一批垂头丧气的出去了 另一批整齐就进来了 在洗浴保健行业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向客人推荐挫澡师傅 按摩师傅的时候呢 不能按技术好坏水平高低推荐 得按从业时间和资历排序 毕竟入行时间久啊 体力形象就会越差 如果不特殊照顾 很快就会被行业淘汰 那就太不仁性了 所以经理推荐给我们的第一批技师 都是体力不足 技术落后 形象较差的老师傅 第二批的水准明显就上来了 他们一般呢 都是厂子里的中流砥柱 技法成熟 体力充沛 可以满足顾客的一切需求 只要给了足够钱 甚至可以让他们出台的 跟客人回家或者去宾馆 提供一对一的 搓倒二模足疗服务 经理自信的询问 这会有中意了吗 空大双手合十 酥 阿臣一撇嘴 腻 我搓着下巴 经理啊 你这最近有心来的没 哥几个今天就想尝个鲜 哎呦喂 几个老板 原来是喜欢嫩的 说实话 肠子里确实新招了几个学徒 可他们都没开过事呢 技术经验都是零啊 经不起折腾都是不要紧 就怕伺候不好几位 哎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亲自的感觉 经理亲自带了三个小伙出来 空大一眼就挑中了 他问那戴眼镜呢 四眼前击 阿弥陀佛 你还是学生吧 四眼天机拘谨地回头 哦 可恶兼职 赚点生活费 做这种事 家里知道吗 千万不要让我家知道 我爸爸会打死我的 只要你听话就没事 来先给佛爷刮个纱 渐渐红 哦 哈哈哈哈哈哈 阿臣看着了一个肌肉发达 皮肤白质的 喜欢健身吗 肌肉男挺大 健身是我的兴趣 错到按摩是我的职业 兴趣能成为职业的助理 我很荣幸 肌肉男自以为是能说会道了 岂不知做这行 遇到的客人千奇百怪 不是靠一张嘴 或者是好皮囊就能摆平的 阿臣露出了贵秀 我喜欢有人 你受得了吗 肌肉男面色瞬间惨白 经理联邦提醒了 回答客人的问题 别忘了你的梦想 肌肉男犹豫了许久 才委屈了一点头 我 我受 受得了 那就来吧 我随便点了一个 一看就是有家事的 梁家富男行师傅 梁家富男搓枣的手法很熟练 我闭目享受 随意和他聊着 在家里也经常坐吧 富男羞涩的回答 我家那口袋还干净 每天都给他搓枣按摩 难怪技术这么好 原来每天都要坐 那你是喜欢在家里坐 还是喜欢在外边坐 富男的手有点颤抖 比较起来 我还是喜欢在外边给客人坐 这种陌生的感觉 很好 那你想没想过 以后只给我一个人坐 我可以把你包了呀 哎呦 客人不要说笑了 我每天搓得很多枣 很脏的 可是你心里干净 不要再说了 我不喜欢别人拒绝我 梁家富男不再反驳 轻轻嗡了一声 一直没说话的小三抱怨 差不多了吧 你们都把搓到按摩 做出了大保健的感觉了 我的呢 给我来个被主人卖掉的 我要玩十足冲电宝 第二百三十七章 坦诚 整个喜遇三楼休息大厅 我和霍雪糕第一次毫无遮拦的坦诚相见 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暴露给了他 阿晨 天地银河保险公司有缘 欣赏狼性文化 修炼的狼性行李权 拥有疾风灵符纹身 自创有反咬一口 快手包坑 口破飞行道具等技能 随着我介绍阿晨上前一步 补充道 我的血还拥有狗血一样的通灵能力 厉害吧 沐雪糕和小狐仙坐在塔塔米上 看到阿晨的样子就忍不住消 还互相耳语说着什么 小狐仙那些物种特性和修炼方法不同 所以在凌亡境界就已经拥有了人形本体 只有耳朵和尾巴还无法隐藏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平时的生活 现在COS多流行呢 多个狐狸耳朵尾巴算啥呀 那变形变种呢 都有的到处都是的 小狐仙长得还挺漂亮的 一脸的右气和机灵劲呢 本人就挑人喜欢的 一方又细又长的眼睛透着邪魅 可是不知道跟谁学的 把自己搞成一副小台魅的样 脸上的浓妆艳抹的 头发染的又乱又黄的 耳朵上还有五栋 得有四五个 那挂着各种绳子链 估计睡一觉醒的呢 结成的扣子比裤兜里的耳机线都乱的 介绍完阿晨 我就介绍空大 空大 入室修行了佛门弟子 修炼有施后功 天师伏法 拥有提制灵符纹身 通灵老虎钳 破铁丝网 掏尔勺 捏防盗门等 绝技 空大何时上前 先埋怨的看过一眼 阿弥陀佛 叶哥 修要乱语 孝僧是一个虔诚 正直 又可以随时还俗的佛学研究者 说完他不自在的 瞟了小胡椒两眼 瞟完以后就更不自在了 小胡椒也特别注意了这个俊俏的小和尚 他俩年纪差不多压大的样子 但身份物种和气势形象天差地别 霍雪糕碰了碰有些初识的小胡椒 毫不忌讳的提醒 这个小和尚心眼 最狠了 对我吓死我过好几次呢 霍雪糕一点没冤枉 空大确实因理解我错我的意图 那对霍雪糕有好几次不礼貌的举动 小胡椒呢 眯起了狐狸妹眼 瞪了空大一眼 一副你给我小心点的样 我又把手机放到榻榻米上 天地银河保险公司 开发的超级人工智能小撒币 收入了海量真实世界和基础世界的信息 具有机器的学习和信息处理能力 小三嗡嗡嗡振动向前挪动了一些 光线跳动 小伙姑娘你好 咋就想和你打招呼了 一直不方便 自私人工智能 自己说出来的话吗 它有思维吗 哎呀 其实有思维 它一直都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智力担当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被困在手机里的生命体 而不是APP 不许一样 身为APP也一样可以获得尊重 没别的毛病 说话怪一点 就是自尊心有点强 挺敏感的 挺有意思的小家伙 我打了个响指 说起来有意思的小家伙呢 我们团队还有一个成员要介绍 大埋咔哒咔哒从我身后走出来 在我们中间停下了 脑子转几圈 萌萌的眨了眨眼睛 小胡仙捧着自己的脸 发出小太妹的尖叫 哎呦 卧槽 好他妈可爱的大白 霍雪糕对大白眼熟啊 这不是你家那手办吗 难道他也是 啊 这也是个附体在手办中的鬼魂 拥有神鞘灵符纹身 接受了基础的小鬼训练 穿门过户呢 调查潜入 非常在行 女人果然以貌取人的身份 大白鬼魂的身份并不影响二女对他的好感 一口一个可爱的夸 先让他得意一日吧 要是个霍雪糕知道他是个色鬼 说不定会我对人品产生了新的质疑呢 我盘腿坐鞋一参手 最后是我了 叶开光 这个团队的领袖和灵魂 叶家本族继承人 至阴之地明府之门的守护者 北台著名诚实手信先进个人 石华名府影响力最大的业主 北台肿牛养制厂承包大户 拥有空间戒指天狼星 雷霆纹身 以及祖传的通明之术 还有足以迷惑敌人的帅气外表 和超凡的智慧 身心也非常健康的哟 敢做婚前体检那种哟 当我说完呢 众人一起去拿水果果盘吃起来了 嚷嚷的压一压 怕吐出来 我承认对自己确实 多了那么一丢丢的修饰 但基本是属实呢 护雪糕吃了一口小西瓜问我 你计算完了吗 对啊 这就是我们团队的所有成员 和基本信息了 实力够强吧 除了个人实力呢 我们跟老村长斗呢 当然还有周密的计划和方案 说起来比较复杂 如果你想听的话 计划不急的说 还有一个人你忘了介绍 还有一个人 你是说王盘吗 还是牛叔 他们虽然是我很好的朋友 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但并不是我们的队友啊 对我们所行之事 基本不知情啊 我问的是那个刘小满 那个大美女 啊 你说刘小满 那是阿诚的聘头 我跟他之间是清白的 或许呢 他对我有点好感 阿诚淡定的提醒我 放心吧 肯定没有 我没理他继续说 但对我来说 他就是个外人啊 如今他已经因不可告人 那边原因躲起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啊 护雪糕 欧了一声不再提问 等了一会儿呢 他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 我问他 喂 想啥呢 你不是要了解我们的实力吗 我接受完了 接下来跟你表态了 还是不支持我和老村长斗下去吗 我对你支持不支持 和你的团队实力关系不大 让你接受一下 仅仅想更加了解你们 说好的倘成相处的对不 那可是你之前 我之前确实让小狐心去把你们迷住 然后引出围台 这么做的原因是 出于让你们所做的一切没有意义 我不想让你为我没有意义的事情担任风险 啊 说明背景之前 我有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就要获雪糕 马家的外孙女 娘家是真实世界 修真技时代家族中 著名的药山护府 我的父亲是护府的家族 没有合体气修为 在真实世界中是一方童龄领袖的人物 我有些傻眼了 没想到霍雪糕娘家被影这么深厚 阿诚得意了 我可找不出这么高出身的 拿不起那个彩礼 阿诚窃笑 空大窃笑 难得起那也是上门女婿呀 我抽着他俩一人一脑勺 然后为彩礼和当上门女婿的事郁闷起来了 这咋整 这以后他爸要多了 你说我拿啥给呀 第二百三十八章 我反手就是一波表 女怕嫁错郎 男怕入错行 更怕当上门女婿天天受气钻厨房 一想到霍雪糕那么修真玄化的身份背景 在比照自个儿的条件 我感觉他这不是跟我坦诚加深了解 是一种带有威胁性质的方式对我进行劝推 可是他太天真了 我怎么可能面对这点挫折就放弃呢 正相反 我更期待和霍雪糕走一块了 拥肿富婆靠着财富 让多少男人放弃了尊严 放弃了梦想 少奋斗三十年的诱惑力 不是随便说说的 我家小货呢 要身材有身材 要颜值有颜值 家里条件还好 让我天天跪田也甘心呢 就算有机会让我分家出来单过 我都不干呢 那不是一名合格上门女婿该操得心呢 霍雪糕怎么也想不到 我心中会是这一副没截操的想法 还以为我被震住了呢 美滋滋得意了好一阵 她干咳两声将得意洋洋的样子 隐藏下去 恢复了认真 受审视影响 我对真实世界情况非常了解 所以我才说 你没必要跟陈家斗下去 因为他们的计划 就算成功了也没意义 通过了明府之门 获得那点力量 在真实世界连入流都算不上 最终结果很有可能是他们的行为 触犯了真实世界的原则 然后就像当初刘妈两家似的 被真实世界大能随随便便就打落凡尘 重新回到基础世界 你的意思是说 老村长也就是陈家 他们自以为通过了霸占明府之门 这种行为所获的力量 足以让他们在真实世界站稳脚格 实际则不然 那种程度的力量对真实世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对吗 就是这个意思 我的父亲曾经研究过 马家 刘家 请神和聪明之术 这两样技法都是来自明府之门 属于某个大体系内的个别技法 事实证明 就算将那个大体系功法修炼到大成 也难成大到 况且是以基础世界的环境和资源 根本就修不出太高的境界 哦 我明白了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呢 是大可以放手任由他们的所作所为 就算成功了呢 最终等待他们的也是来自真实世界的制裁呗 霍学高脸上有着淡淡的微笑 你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完全不是那个傻乎乎的样子 用我父亲他们话该怎么说来着 小胡仙呢 自顾自的修着指甲 懒洋洋提醒 有福源 没错 你就属于那种容易被真实世界接纳的福源之人 我摇头叹气抽出一根烟里 我可以抽烟吗 说啥诗文 你抽烟从来都没经过我允许 哦 可能是突然发现我们彼此并不是很熟悉很了解 所以让我有些拘谨了 霍学高没听懂我的话 你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一点都不了解你 因为我一直以为你懂我 其实我错了 没错 我确实很懂你 我见过很多眼 看透一个人并不难 你说你懂我 看透了我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和老村长斗到底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其他手段不光明 数次害你性命 后来又从我老爷那得知业界的来历死命 就想着学父辈那样固执 难道你没听说吗 早在刘家马家 摆脱基础世界进入真实世界之前 业界最初的委托人就不在了 所以我才说你坚守的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抽着烟低声头 这刘老太爷呢 向我透露过委托人一死的消息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看来这件事是真的 这样一来呢 业界的职守确实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如今呢 我只需放弃抵抗 让老村长计谋得逞 我不仅不用受到其他的威胁 还可以坐视老村长为自己的谋算付出代价 从哪方面来看 我似乎都没有拒绝的理由 我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显 霍雪糕小胡仙包括我身边的兄弟众人一起问我 说但是 但是我爸我妈的事怎么算呢 我爸我妈因为他们的阴谋 在我十二岁就离我而去 不仅让我当了八年的孤儿 还让我爸生死不知下了不明 害得我妈一个女人去蹲无期的冤狱 小胡姑娘 我不和你谈大道理 也不跟你解释人品信于一言九鼎的意义 我就问你 光是这家仇我该不该找他臣家 找他老村长 找他名府房地产 讨个公道 找个说法呢 霍雪糕被我问住了 小胡仙露出了钦佩崇辈的神情 这态度够爷们 够社会 我这气场刚坐足了 扎心的好友阿晨立刻对我进行了一步的杠客 他问我 你父母 因老村长 蒙元受累的事 你早就知道了 那时候你不是想选择妥协 想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 由着他们背负他们的命运吗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有情有义了 这就不是变不变的事 以前不是没实力吗 以前不是没资本吗 有情有义不代表就要躺臂挡车 不服不分 不代表就得拿鸡蛋碰石头 那你是说 你现在和陈姐有一争高下的资本和实力了吗 重点就在这了 我早就想说了 你打断我好几回来都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足以让老村长的阴谋落空 这样做就是我亲手向他报仇了 我在我爸妈那是不是只有面 他们老两口子是不是也能抬起头来 而且这么做 又不能辜负叶家职守 就算没有实际意义 作为本族的主持 这张脸咱们是不是得要着 这个名咱们是不是得调着 而且我这个跟你比起来啥啥都没有的穷小子 是不是得做出点什么事业成绩来 当进你家家门的界面里呢 替真实世界守护了基础世界的秩序 打破了三大家族违背规则的阴谋 这种不大不小的成绩说出去 最起码不至于让小伙姑娘 你在家长面前丢脸是不是 霍举高再次被我问住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做出成绩给他掌脸 他能说什么呀 难道劝我别那么要强吗 一辈子当个缩头乌龟就好了吗 空大阿尘大白凑近我的耳朵 小三也变化了切屏 说出和显示出的都是一句话 这波表白太溜了 老铁没毛病啊 第二百三十九章做自己 雪糕说了他改主意了 愿意支持我跟老村长斗下去 让我亲手为我们之间的世仇 为业家的命运职守斗个公道出来 雪糕说了让我别多想 他只是以朋友的立场支持我的 绝对没有男男女女方面的考虑 有我专心做事别分心 雪糕说了他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虽然有些背景和见识 但也不应该掺和这些阴阴摸摸打打杀杀的事情 作为大家鬼秀 他担心做这些事会影响自己的形象 雪糕还说了让我别叫他雪糕 给我点好脸没别的意思 要是敢乱讲乱叫 别怪他不客气 投放手机和差点烧死他 让还没跟我算呢 小狐仙就是有个性 小僧喜欢 从喜悦中心回来 我们家小和尚就没完没了的 反反复复嘟嘟这句 我讽刺的 别做梦了老弟 人鬼叔叔的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可以和一只死狐狸有什么结果吧 阿弥陀佛 众生皆平等 万象皆皮囊 小僧不会嫌弃他的 我推你个万象皆皮囊 当初在工本繁内产 遇到犬灵也是母的 他没见你动心呢 正打游戏的阿臣眉头眉尾的问 什么犬 什么母的 在哪呢 我激活着左手雷霆灵符纹身 对的二人就是一顿电疗啊 大哥 形式演变都正常一点行不行 做成了这一次 等我做了货家的上门女婿 兄弟们想要什么没有啊 小三立刻打我脸 充电宝他家肯定没有 那是修真修仙的真实世界 当然不会有充电宝这种东西呢 但我或许可以在真实世界里 找到为充电宝灌注灵魂的法门 到时候你就能有一个灵魂伴侣了 大白你也一样 我还欠你一房子的充气娃娃呢 对不 到时候全给你弄成活的 想象一下那种场面 我都替你爽啊 大白联想的能力和我不相上下 立刻就吟秀了 我自己能爽过来 不用你提 忽悠人 我是有一套的 忽悠个APP 忽悠个鬼 更是稀从平常啊 在刘晓满家 我把哥四个又聚了起来 兄弟们 霍雪糕的身份背景 对我们来说是个意外收获 他所提供的情报 让我们与老村长的对接中更占优势 所以 我觉得我们已经没必要再等下去了 老村长他们还太天真 以为我用贷款托死我 想用持久战逼我救犯 那咱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马上开始反击 我用左手打了个响指 因为有雷霆灵符纹身的存在 响指打出再脆响的同时 还跳起了一个电弧 这是我最新领悟的技能 纯装逼用的 我打算呢 开始着手削弱他们的残余力量 有马老太爷在 他手下的邪灵不会和我们为敌 老村长在基础世界中的势力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我们造成影响 最终他们赖以仪仗 还是刘老太爷手下的邪魔 咱们以有备无患 尝试干掉那些邪魔 阿臣推了推黑墨镜 那东西杀一个少一个 总归是不亏的 关键还能通过这种方式 给老村长施压 说不定不用等我提出谈判 他就得先找我和解了 无论出于哪种状况 我们都可以去改变 降龙父虎大阵的阵眼 按计划来 真实世界的干预 粉碎掉老村长一伙的野心和阴谋 众人欢呼 好耶 事不宜迟啊 冰柜神速 我们现在处在最佳状态 趁着老村长 他们还把我当成不成气候的臭弟弟 我就找一本麻烦给他们看看 合上 取北台时针图 三 标出网眼系统 小三根据我的命令 扫描了缩率图 用红点所有的网眼监控地点 在缩率图上显示出来 然后由空大 对住的标注在图纸上 再标出 所有属于我们 和被我们控制的地盘 我的视力范围和老村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如今的我 已经不是那个当初靠跑腿卖名币为生的小屌丝了 在他们一再逼迫和残害之下 我已经成长起来了 成长到足以给他们致命一击 足以让他们付出代价的程度了 新潮澎湃 我握起了拳头用力一锤桌面 大白 到你了 将这些日子探查到的邪魔鬼的位置标注出来 告诉我那些东西藏在哪 大白走到空大面前 冲着小和尚抬起了一只脚 空大兴领神灰 用雪灵伏笔在他抬起的脚心上涂抹了几下 大白抬着一只脚 在图纸上塌塌塌塌跳了起来 每跳的目标位置就停一下 用涂了灵血那只脚往下一度 留下一个圆圆的红色脚印 代表着邪魔所在 这么跳来跳去 一个个踩的很慢 大白一想 然后又跳到了空大面前 这回他坐下来了 把两条腿都举起来 让空大给他的双脚都涂上了泳血 空大满足他的需求 双脚是涂满了灵血的大白 站起来 迈开的小团腿 树上横下的一顿乱跑 样子是很萌很可爱 缩略涂上很快就布满了 红色的小脚印 那些都是隐藏在北台 各处的邪魔鬼怪的位置 数量还真是不少 大白终于完成了工作 累的坐倒在图纸上 长头一口气抱怨道 卖萌真累 以后还是做我自己吧 你还真是装的 是不是 第二百四十章 剑指六处阵 大白就是个色鬼屌丝 这辈子就在你那猥琐之路上 勇往直前的走下去就对了 兄弟们是不会嫌弃你的 但如果你仅仅想博取他人好感 或者为了一些利益 想隐藏本性 利用虚假讨喜的个性 来美化自己 来蹭加吸引力 那么相信不仅兄弟们很难接受 旁人也会对你冷眼鄙视 石阵图加上网眼系统和鬼怪的分布 经过了信息整合 我们手里有一份情报丰富 内容完整的作战地图 我们根据大白标出的鬼怪分布状态 和对我们可能存在的影响 决定先对距离石华名府 最近的欧洲名府进行扫荡行动 那里是北台池镇中的六处镇所中 是专门圈养灵怪的地方 之所以选择那儿呢 是因为白天在汉征大世界 有护血膏深残的过程中 小灰轩向我透露了一波 马老太爷的秘密 他说呢 马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马家 其实早就在老村长一会儿中 被边缘化了 原因无他 只因他手下缺兵少将 失去了竞争力 马老太爷呢 原本是靠着手下的四个凌王级别的大仙 和六处镇中的诸多低等级邪灵 和刘老太爷实力不分伯仲 可是因为种种不向外人所知道的原因呢 他手里的王牌 只剩下了实力相对较弱的 长大仙和胡大仙 后来呢 胡大仙被他派给汇血膏了 长大仙被我们弄死了 马老太爷已经变成了光杆司令了 当初马老太爷向我示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马家的落寞了 这样的局面呢 六处和里边的众多低级的灵怪 变成了老村长一会儿 专门用来作恶的魔窟 对那里的扫荡 将可以对老村长一会儿起到相当直接的打击 除此之外 六处镇所处地方 位置有特殊的作战意义 它不仅仅贴着石华名府 还与北欧名府相应 也就是说 石华欧洲和北欧这三个小区 彼此之间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互相之间距离近 影响大 还和我们的氧气镇是遥遥相望 如果不清楚那里的威胁隐患 一旦有一天和老村长了全面开战 欧洲名府的右树镇将成为我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鞋子里的沙子 牙缝里的韭菜 那是要多难受 有多难受 还不好处理 第二天呢 我们六点钟起床 我负责做早餐 空大负责带压尘溜溜溜溜 然后吃饭的吃饭 充电的充电 看片的看片 分别补充行动所需的能量 七点钟 完成一切祸尽宝浪之后 我们聚集在了电脑前 我先把大白看的片关掉 以后少看这种纯道具类的题材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就是没有灵魂 三啊 把王眼系统的监控画面切出来 小三连上了电脑 把六处镇所处的 欧洲名府内部的十几个要点呢 在电脑上显示出来了 通过监控画面 一眼就能看出这六处镇的独到之处 此时七点来中 欧洲名府的小区 园林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遛狗遛猫的人 我在侦察中发现啊 欧洲名府中的灵怪 在白天都会附身在这些宠物身上 到了晚上才会离开宿体 那么我们只需要强行摧毁他们的宿体 就可以让附体的灵怪死亡 这样就不必在夜间和他们进行硬碰硬 似乎就简单多了 如果我们选择的白天行动 最大威胁应该在这些被附体的宠物的主人身上 没错 小僧云游之初 有段时间奴米吓吹 必不得已只能铤而走险 行盗窃果腹 结果就因误伤宠物而受到宠物主人的追打 这些人对自己的宠物宠爱非常 一旦爆发 几乎丧失理智 你偷的是什么呀 为什么会误伤到人家的宠物呢 偷的是宠物 你偷人得宠物来吃吗 怎么被打死你呢 我了解宠物主人的心态 也知道所要承担的风险 可我还是决定按这个计划执行 对付灵怪 白天是最好的时机 在白天他们发挥不出本体的法力 所拥有的实力大部分来自附体目标的特性 最多就是增强一些体力耐力和力量 这次行动已经不仅关系了我们个人了 还关系了那些被附体宠物的主人安危 灵怪附体之物往往生性残暴 罪意伤人 某著名的教育篇告诉我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我已经拥有了远超基础世界概念的力量 在推进自己的计划同时 有责任 也必须去为这些无辜的北台老乡 消除半居身边 有害家业人身的血碎之物 计划一定 我对着监控图像和实证图 开始为众人讲解了欧洲名副的楼盘布局和道路走失 熟练的设计出了各种不同情况下所需的进退路线 然后我们各自检查了自己的斗法法物和各种装逼的状态 最后戴上了无线耳机 我伸出手 今天的行动策略意义重大 代表着向老村长一会反击的开始 我们一定要打出气势 打出风采 让那些一直鬼鬼祟祟 气害坑害我们的人 见识到咱们的厉害 阿臣把手呆在我的手背上 跟人交手 我咋处 追猫咬狗这种事 交给我就行了 大白举着手 蹦起来跟我们碰了一下 我一定会做好吸引火力和辨别 附体灵怪的工作 小三叔 通信和信息保障不用担心 有我在 阿弥陀佛 大家加油 行动成功 晚上就可以吃狗肉了 看我们眼神不对 空大联盟改口 你们吃肉就行 小僧只想喝点汤 第241章 伏鸡 欧洲民府 北台镇十大房地产项目中绿化最好 配套生活休闲空间最大的楼盘 正是因为这些优势 欧洲民府成为了经济条件 较好 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 喜欢休闲放松的闲事人员的首选 在这里居住 可以享受到公园绿地级别的社区 所以在这里居住时间绝无的人 都喜欢饲养宠物 闲着没事带宠物来到小区周边 风格不同的绿化区和小广场 宠物们嘻嘻打闹 人们畅谈欢笑 在现代化的社区内 一样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人杰地灵万物之心 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 欧洲民府也不例外 因为生活环境的特点 选择居住在这里 以养宠物为乐的人越来越多了 万物无论本质如何多则生变 刚开始聚集的只有养猫养狗的 养猫狗的 最为最传统最普及的宠物门 任何家庭都具备有饲养条件 人类既是随不出流 又是独立特型的 养猫养狗的人越来越多 品位就越来越乱 慢慢的有人开始不甘雷同了 选择标心立意 鸟类群体第一个加入进来了 选择养鸟的以老年人居多 化美百灵的出现 让欧洲民府的宠物圈 多添了三分声色 更具灵气了 可这年轻人不喜欢化美百灵 这类鸟觉得它们枯燥肤浅 年轻的养鸟爱响者 更喜欢养鹦鹉 这种鸟造型浮夸 很符合年轻人的个性 关键这种鸟还模仿人类说话 滋养起来 趣味性更浓了 在养鸟群体之后 还有很多的新宠物出现 有养冷血动物的 比如蜥蜴 乌龟 宠物蛇 有养冷屁动物的 比如春哥 河蟹 草泥马 还有养灵长类宠物的 比如猴子猩猩SM男等等 没开玩笑啊 我们亲眼在网眼监控中 看到一个女的 天天到了半夜 就牵个男的出来溜弯了 那男的穿着全套的紧身 皮衣皮裤 被女人用链子拴着到处爬呀 这种现象的发生 和灵怪的饲养技巧有关的 犬类是动物中智商相对较高的 生前智商越高 死后的亡灵 就越容易被人饲养 所以犬类亡灵就成了最优选的灵类 而犬类灵类最适合的附体对象 自然就是犬了 初步判定啊 欧洲名府内 共有犬类灵怪 七十余只 猫类灵怪十余只 蛇类蜥蜥等灵怪 总数也有十余只左右 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将它们一网打尽 我们选择的除魔手段 以基础的破魔灵符 和雷霆灵符为主 阿臣的聪明情义拳 不依靠符 也有奇效 我的雷霆手印作为必杀 留作应对突发事件 和集中消灭 大批量的灵怪石使用 我们所处的石华名府 距离欧洲名府很轻 都不用那打车的 出门呢 漫步十分钟就到了 我和阿臣在一个预先 选定的灌木丛绿化带 潜埋伏着 这里奇妖的草木密集啊 适合隐藏行踪 我们不能太张扬了 大白天搞人家宠物狗 被宠物主人发现会很麻烦 空大和大白负责应有目标 空大拿着个玩具车遥控器 假装大白是个机器人 控制他喀哒喀哒 走进了宠物聚集的小广场 今儿个是周六 忙碌了一周的人们 选择在上午这阳光明媚 气温还不是很高的时间段呢 溜一溜宠物 放松一下身心 我通过手机上的网眼监控视频呢 可以看到 戴着鸭舌帽 一副休闲打扮的小和尚 遥控着大白 悠闲的走向了小广场 他的出现吸引了现场的注意力 并且很快就一群宠物狗 向他冲了过来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 冲过来的基本都是哈士奇 我们的计划是利用大白进行勾引 让他在被灵怪附体的宠物面前呢 释放一定量的鬼器 同为亡灵的只要感应到了 就一定会对他发起进攻 因为动物灵怪都有着一个和阿尘一样的毛病 领力意识特别强 他的任务是将附体灵怪引到灌木丛这边 避开他们主人的视线 然后由我和阿尘出手进行歼灭 空大的作用是协助大白 如果有意外发生 他要为其提供保护和帮助 确保他顺利完成任务 行动才开始 意外就发生了 看到一群哈士奇向自己冲来 大白并没有按原计划向我这边跑 他转头跑向空大 连连求揉 快把我捡起来 这些狗不是灵怪附体 是真狗 别让他们祸害我 大白戴了耳机 我们之间是可以交流的 空大赶紧嗝的把他从地上捡起来了 冲过来那些哈士奇扑了个空 围着空大摇着尾乱叫 看起来不像有恶意 到现在在跟他玩 我问大白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以来没有被附身的狗呢 小三给出答案 哈士奇这种狗好奇心强 对外部异常的环境事物反应非常较快 那怎么办呢 大白引不来附体灵怪 我们怎么对付的呀 我们得先把哈士奇引开 让阿臣去试试吧 阿臣激动的舔着嘴唇 和他们干架吗 这个没问题 我早就忍耐不住了 哈士奇最好欺负了 不 那样做不能确保引开所有哈士奇 那你要我怎么做呀 你可以和他们的主人干一架 效果会更好啊 阿臣一听让他跟人干架呢 脸上的杀戏和身上的斗志 立刻就消失了 和人干架 我不行啊 不行也得行 就指望你了 只有我的雷霆手印 可以确保一次性消灭大批量的灵怪 不然我就去了 真不行 你拉着我点 我还能提起气势 没人拽着 我不敢张嘴 你说你这都什么臭毛病 你说 情报掌握不全面 局面把控能力不强 再加上队友弱机靠不住 导致我们的行动出事不力 第一步就卡阁了 但我没有埋怨 只用小眼神飞拉承一顿 就安排空大撤退 由他俩交换位置 重新展开了行动 这一次 依旧由空大先进场 他低那个脑袋 故意往养哈士奇那群人那边凑 没什么事情啊 比故意找茬更容易了 空大甚至无需进行任何操作 很快就有人主动送上门来了 一个牵着杂毛脏壕的中年大黑胖子 赖赖击击击凑在放养哈士奇的一群年轻女孩中间 给他们大吹特吹脏壕文化 狂袖无知和下线 空大好像被他的渣渣呼呼劲给吸引了 本能的往那看了一眼 这下可好了 一直没有得到姑娘们回应 正觉得下不来台大黑胖子立刻来了脾气了 对着空大是一声贺问 你凑啥呀 空大不是阿晨呢 哪是一句话就能唬住的 他不该招惹空大 更不该用这仨字 空大面露着嘲讽的笑 看得出他是多么的不情愿 可让我需要颇于无奈 他只能自降格调 运起了佛门施火功 对着大胖子回怼了一句 你出啥呀 同样仨字 被空大注入了佛门反音 空大明显控制了力道 但肉体反胎呢 可能还达不到正常烦人身体 状况的大黑胖子 依旧承受不住啊 被空大这么一吼 大黑胖子全身顿时脱力 脚下虚幅向后连退 最后砰了个一声坐地上 空大的任务 是引开那些碍事的哈士奇 而不是引起骚动 一语喝退的大黑胖子 他想继续执行任务 可是出现意外了 那个大黑胖子 众目睽睽之下吃了亏呀 虽心生俱异 但本性愚蠢恶毒 他竟然假借脱力 松开了牵着脏骜链子的手 还在脏骜身上拍了拍 十一脏骜呢 去咬空大 脏骜智商第一反应慢 大黑胖子连退败打了半天 他才明白主人的意思 嗷嗷嗷嗷 两声冲着空大就扑过来了 杂娇的脏骜啊 毛发凌乱如枯草 唾叶如流肮脏不堪 又丑又脏之下 更显得其凶暴之香 周围的妹子的吓坏 大声尖叫 而空大面对脏骜 气静神仙毫无惧色 也不见其躲闪反击的动作 我们却听耳中传来空大一声 嘀嘀的喝训 你出 佛门诗吼驱鬼降魔 你越是凶恶之徒 越无力承受这凡音神力 就算是低不可闻的清客 也足以让他脏骜肝胆俱烈 发出勾勾两声指着的脚步 颤为这虚拣在空大脚下 使尿横流啊 大黑胖子见此一撞啊 见到空大原本俊敲的脸庞 露出邪恶的笑 看着他 瞎来狗都不要了 连滚带爬的就逃开了 杂种的脏骜见主人逃了 也夹着尾巴低着头 一步三摇的追上去了 空大何时叹气 哎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这小和尚一顿秀 却把那帮小姑娘们给迷住了 好几个小姑娘凑出来 把空大拉到他们圈子里啊 各种关心的虚幻问暖啊 空大容貌上就是个十四五岁的 俊俏小帅哥 对寂寞小姐姐来说 再大一些不好意思 再小一些没有意思 这个年纪刚好是要什么有什么 又可以毫无忌讳的随便撩的年纪 空大有点懵啊 被一群小姐姐们围着连说带斗的 还有动手动脚的 肃然把他当成了消遣的宠物一般 那周围的哈士奇更能全了 那自己怎么说失宠就失宠了呢 于是他也围着人群各种撒花 得着机会还去咬空大的鞋子 还有裤子想把这个争宠的家伙赶走了 不管怎么说呢 空大成功吸引住了哈士奇的注意力 我赶紧下令 阿晨捉你了 带着大白越过哈士奇房间 向灵外附体最多的烈性犬区域靠近 一旦引起了烈性犬的注意力 你和大白一起撤回来 协助我将他们将灭了 阿晨呢 假装操作遥控器 大白自然是向烈性犬急急那边走去了 养烈性犬的人大多很社会 他们都穿着背心理着光头 前面是圆圆的啤酒肚 脖子后边是三四层的五花肉 身上纹满了看不出纹路的纹身 他们牵着粗实的绳子 叼着烟吐着痰 任由绳子另一段的藏壶 彼特互相的疯狂乱叫 自己脸上全都是一副不服不分的表情 非常享受这种人杖狗式的感觉 好像牵了条烈性犬 他们就成了高崖内似的 在距离烈性犬聚集区 二三十米左右 阿陈大白就停了 这个距离是小三计算出来的 是以他们的速度基础 在烈性犬的追击中 安全撤回去灌木丛的极限距离 抵达指的目标 大白立刻执行了既定战术 脑袋嗡嗡转两圈 将神鞘灵符对正 将自己封印起来的神鞘 脱离出鞘 身上的鬼气随之散发 这种行为对一般鬼怪来说很危险 光天化日之下 阳光就足以对他造成严重损伤 不过大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小鬼训练 摆脱了部分鬼怪的形态属性 再加上附体灵媒和神鞘灵符的保护 才可以让他短时间内暴露在阳光之下 刷的一声 一阵无忧而来的凉风徐徐吹过 吹得人们心旷神仪 吹得附体恶灵们一个机灵 所有被附体的恶灵猎性犬都在同一时刻转个头 又圆又小的盯豆小眼睛 恶狠狠的看向一脸无辜的手伴 刷的又是一阵凉风吹过 只因大白向前逼退了一步 进一步的释放了鬼气 吸引了灵怪们的仇恨 他的挑衅效果明显 附体猎犬们全部都狂躁了 冲着大白手伴头顶的空间是狂吼 并疯狂挣扎的想要冲过去 狗主人们都吓一跳 纷纷双手加劲想拽住狗链子 可人力本就不如猎性犬的力气 更不是这些被灵怪附体的变异猎犬的对手 很快有人拽不住了 猎犬是脱肩而出 其他没法挣脱的一剑之下 凶性更长了 回头就向自己的主人咬 狗主人吓得放开狗链子连连后退 傻愣愣的看着自己用来药物扬威的疯狗 向着一只大白手伴就冲过去了 勾引成功 大白联盟复回到了手伴之中 脑袋一转神窍灵符分离 鬼魂和手伴契合完毕 举起了手转回的身 迈开小端腿是撒腿就跑 阿臣联盟跟省 并在了三五步之间反超大白而去 说好的要跟疯狗恶狗动一动 那到了动真阁 所有的豪情壮志都变成呼呼打脸的耳边疯了 你看那家大白跑的 你能不能把那抱着大白跑 阿臣 第243章 一药狗命 故老相传着这么一个求生的绝迹 说见到了狗熊乃就装死 因为狗熊不吃死的东西 听听 这是人话 什么活的东西被吃两口都得变成死的 说狗熊不吃腐烂的东西还算靠谱 可谁家的装死技巧这么高超 还能装出腐烂的味道呢 你同样不像人话的言论 还有遇见狗不能跑 越跑狗越追 他妈的狗不追的话 谁愿意跑啊 越追才越跑好不好呢 如果说遇到了被狗碾 跑不掉还不想被咬的话呢 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头栽倒 说不定能色溜一波 前提这人还得演技高超 得栽得像条狗 不然呢 容易被一口掏当 想想都疼啊 阿尘显然并不知道这些技巧 堂堂狼性信仰者呢 被撵出了猫的动静 好在他体能出来拔萃 一路狂飙之下 疯狗呢 恶犬是根本就撵不上 他是安全了 一头扎起了灌木丛 还跟我显微呢 我已经甩开他们了 我把他拽出来一脚蹬过去 我他妈是让你甩开他们吗 给老子引过来 被烙在后边的大白枣就方了 他身在手背中跑得慢视线低 没头没脑的乱跑一气 已经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阿尘壮着胆的兜了个圈子 接应到大白 把他捡起来抱在怀里 引起了四五十只疯狗 重新回到正轨上 我赶紧退后几步 先以定界灵符 在身前布下了安全界限 然后取出天狼心 握在了左手手心 雷霆手印处于半激活状态 亡眼监控之下 阿尘终于是赶回来了 他在离灌木 从三米多远的地方 就急不可耐的跳了过来 三米远的距离 半米高的灌木丛 他一跃而过 这都不用狗急跳墙来形容了 狗急了他妈都会飞呀 在阿尘身后 那些恶犬也不甘落后 纷纷的跃起 头尾相接 跳进了灌木丛中 我要确保一次出手 尽可能多的干掉呢 附体的恶犬 否则一击之后 幸存的恶犬 必然会精于天雷之危而奔逃啊 所以我没有急于出招 任由越来越多的附体恶犬 钻进了灌木丛 隔着看似单薄 实则无法逾越的定界灵符 冲我乱吼啊 阿尘缩在我身后怂着 脾气却上来了 露出半个脑袋 对着群犬反吼 来呀胖你们呀 来站着 咬我呀 恶犬实在是太多了 后边跳进来的几堆的在前面呢 渐渐的越过了定界灵符了 定界除魔之力 被击活了 发出对灵体独具特效的高温 将踩踏到上面的恶犬 烧的是惨叫连连的 可惜 定界灵符限制灵体的主要效果 来自于属性震慑 而不是在区区的灼热 一旦灵体因为外力强行 突破了定界灵符的界限 也就不会再受其限制了 起到了一丁点的伤害效果 可以忽略不计 已经有两只恶犬 被同伴从定界灵符上挤了过来 他们才发现 自己并没受到什么致命伤害后 立刻向我发起了攻击 我赶忙以飞牌手法 丢出两张破魔灵符 将两只扑来的恶犬零空击落 这破魔符打的两只恶犬 晕头转向的 可还远远达不到致命的程度 两只恶犬是摇尾一战起 同时有三只恶犬 被推过了定界灵符界限 在发起了攻势之前 就被我以第二波破魔灵符 打了回去 阿臣看出了苗头不对 已经准备逃跑了 我一咬牙 不用跑 继续叫 等不下去了 拥挤的灌木丛里 容不下更多的附体恶犬了 再拖下去 只会让我承受更多的风险 在阿臣的叫嚣驻归声中 我将左臂向前端起 弯曲的食指小指 笔直伸出 笔出了一个经典的摇滚月金属里 手指上的雷霆灵符纹身 构成了完整的符印 激活了天狼心中运寒的天雷 激出一团 几乎不畏肉眼所见的天雷 精准的砸在了 拥挤成一团的附体恶犬中间 这回可没有击中电表箱 没器官 天雷没有引发 任何狂暴的噪音声响 只发生了一波超声波 在而中自有四无一闪而过 再去看那拳被天雷击中的附体恶犬 他们全部保持被击中瞬间所摆出的姿势 有的人站立 有的血口大张 有的撑在其他恶犬的背上 此时他们就像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蜡香 全部保持这个姿势 定在那儿一动不动 随着一声疯好 又有两只落后的恶犬迟迟赶来 越过了灌木丛跳进场中 他们冲得太猛 收拾不住 撞在了前边定型的同类身上 打宝灵球一样 将那些同类从固定的造型中击倒在地 那些原本形态无恶的恶犬 在倒地的瞬间全部化成了粉末 落入了地面杂草之中 转眼就消失的干干净净了 在天雷之危的掩灭下 这正是附体之物的特性 如果是普通的狗 不会出现这种反应 垫死了也能吃的 随后而来的恶犬 有十几只 他们跳进场中立刻感受到天雷的存在 瞬间就做出了反应 脚下像摁了堂皇似的 刚落地马上要向后跳了 反应之快 身法之灵敏 阿尘抓住我肩膀 大声鼓 操 想跑 追他们 干他们 小岂跳起了画面 爬了十只 这是他们的逃脱路线 大白骨气勇气从阿尘怀中跳出来 要不要我再去引他们回来 全扣莫追了 这波已经很成功了 就这么算了吗 我看着手机监控上正在向这边寻来的狗主人 哼了一声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咱们调整一下 慢慢把他们清理干净 当务之急 实际是把空大救回来 我从网眼上看到那群小姐姐正拉着他准备离开呢 时代变了 光天化日连和尚都拐呀 看他们的去向呢 好像还是水上乐园之所在 莫不是要打打闹闹 洗刷刷 洗刷刷 哈哈哈哈 么么哒 如此谐言之行 简直天理难容 朗朗乾坤之下 可否待我同行啊 第244章 偷狗团伙 这是一个卡脸的世界 只要脸好眼高 未成年的和尚都由小姐姐偷拍送抱来 哎呀 在这个看脸的世界 如果是脸不行 那就别要了 不要脸之后也很好吃 好混的 我和阿陈打着空大朋友的身份 死皮赖脸的 也成功的跟着混了一场夏日泳装派对 跟着一群小姐姐们疯了一天 唯一让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 空大阿陈都有小姐姐跟着玩 又是做游戏 又是按摩的 打白一路装手办 被小姐姐们抱着各种进出女更衣室 眼福大宝啊 连小孙今天都浪了 假装是线上网友 跟一个技术女宅聊的是热火朝天的 唯独我和他们不一样 被那群哈士奇缠了一整天呢 拉着我挤着我 跟他们又是跳水又是游泳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讨狗喜欢 就像我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讨阿陈喜欢一样 晚上呢 他们要张罗聚餐呢 此时此刻我已经混成狗王了 如果这餐聚不起来不用问 除了结账喂狗的活也都是我的呀 最后在我强烈要求吃狗肉锅的状态下呢 聚会才得以草草收场 不欢而散 在回去的路上玩嗨 这哥四个一起 合唱我们不一样 把我气得眼泪含眼圈啊 这种给别人当了一碗 这电灯泡的委屈 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啊 沾了一身狗毛 洗不干净的闹心劲 更是无法形容的啊 第二天呢 我早早起床来 因为我郁闻 所以男儿当自强啊 四点钟我就开始屋里屋外 楼上楼下的折腾 我从楼下越来越多 被仪器的家具中 捡回了需要材料的部件 然后进行了改进 装着满腔不服输的劲儿 还真被我捣捂出了想要的东西 哎呀呀呀呀呀 拿了成品 我是欢呼一声 惊醒了熟睡中的空大阿晨 哥俩揉着眼睛起床 迷迷糊糊开始了每天日程的第一项工作 喝上 带我溜溜 我要吁吁 空大打了个哈欠 从衣架上摘下了阿晨的领带 过去帮他套上了 牵着短暂失明性的阿晨下楼了 不多时二人返回来 我提前埋伏在了门边 手里拿着忙活的一早上做好的武器 这个摒弃呢 外形上看上去是一根一米五长的白钢管 钢管内部呢 穿入了一根绳子 绳子由钢管的前端穿出又折回 留下了一个绳套 套子两端在钢管中部呢 钻出的孔洞中出来 系在了一起 并包好了防护的胶皮护垫 钢管的尾部同样有防滑的设计 我一手抓着钢管尾部 另一只手拽在中间的绳子 空大打开门 先一步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我算好的时机差打了个提前量 抡起钢管 用钢管前边的绳套向门口一套 随后进着的阿尘反应不过来呀 等感觉不对劲呢 想躲避时已经晚了 绳套刚好穿过他的脑袋 套在他的脖子上 紧接着 我握着绳子的手 用力往回这么一拽 套着阿尘的绳套随之收缩 将我家大狼狗死死勒住了 我得意大笑 哈哈哈哈 尘后 受惊的阿尘一脚向我踹过来 这一步我没料到 被他踢中肚子 当场我就倒了我去 哥俩手忙脚乱把我扶起来 阿尘脖子上还勒着绳子呢 阿尘问他 丁先生你没事吧 一早晨做什么要呢 你知道这么无声无息 偷袭一个狼性意识大师 是多么危险吗 阿弥陀佛 你不会再为昨天没有小姐姐 跟你玩的事 既恨我等 想要杀人解气吧 刚才不想 现在我就特别想了 把我踢这样 你就别指望我给你们做早餐了 空大厦厨房煮着面 他煮着面从来都很好吃 因为油特别大 里边还有切的粉碎 看不出形态的肉丁 这和尚最近总用这种隐藏的手段破戒 吃着饭 我为二人解什么一团 我用筷子指了指 竖在墙角的新兵器 这是我发明的勒狗神器 我打算把欧洲名副 剩下的附体恶犬全收拾了 我担心他们有了防备 昨天的套路不灵了 也不想再引起太大动静 所以改变策略 打算逐个气魄 阿晨都呢 分明是不想让我们跟那些小姐姐接触 对啊 我就算了咋的吧 干活重要还是跟小姐姐指最亲密重要 我告诉你们 要么把任务完成了 要么也让我享受同等待遇 不然你俩这辈子都别想再让我出钱雇你们浪 阿弥陀佛 非是我等不带夜哥一起玩耍 实在是你没有这方面的技巧 谁说我没技巧了 没技巧能做出这么牛逼的勒狗神器吗 你们刚才看到的效果了吧 以阿晨的反应都躲不开 我还拿大白试着呢 对体型较小的目标一样有奇效 大白在电脑桌那边嘟弄 愿我腿短 腿长你敢蹬我吗 腿长你还敢蹬我咋的 这回呢 我们选择错开昨天的时间点 计划在下午行动 中午午饭前呢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竟然是王盘拿过来的 王盘因我们卖假话的事 被老村长控制在了明府房的山总部 迄今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一直没办法解救他 他电话里情绪好像很焦急 他说自己被放出来了 接下来呢 他会带着他的家人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躲着 让我不用担心 我问他是不是王老太爷放在他呢 他又为什么要躲起来 想躲哪去 王盘说呢 躲藏是为了防止他再陆入明府手中 其他的事情太复杂 现在不方便解释 只能告诉他 放了他的人不是王老太爷 而是另有其人 他要去的藏身之地 也是那个人安排的 王盘那边脱身不意 急着赶往藏身之地 简单说了几句就挂了 我让小三追查电话的位置 结果竟然是无法锁定 竟然能够屏蔽小三的追查 可见帮助王盘的人手段不一般 谜团可以以后慢慢解 目前对我来说 王盘的安全突身是个喜讯 除了这个暴平安的电话 我还得了一个喜讯 凤姐打了电话 向我汇报了二手房 收购进度 他已经收了二十多户 也就是说 我有了二十多套房子 把这些房子的房票 竖起来摆的话 我已经是房票等身的成功人士了 凤姐还对我说了 就在今天 石华名府本来已经跌到谷底的 房价突然有一波回升 原因它落实出来了 和与石华名府比邻的 欧洲名府有关 凤姐说了 这里的房价一跌再跌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欧洲名府那边老民 欧洲名府养狗的太多 每天天不亮就乱叫 一只叫起来全都跟着叫 对于爱狗人士来说 这是一个起床遛狗的信号 但对于旁边的石华名府来说 这边不养狗 就属于扰民了 再加上住得太近 总有狗跑这边的 由于石华名府没有封闭小区 导致很多狗 把他们当这里 虚虚变变的地方 不仅污染环境 他们还总惹事 动不动就发生 恶犬伤人事件 可就在昨天 突然传出了消息 欧洲名府那边 出了一伙偷狗的贼 一天时间 偷走了整个欧洲名府 一多半的大中型的猎犬 效果非常显著 今天来石华名府 这边捣乱的狗 明显大幅的减少 生活环境和出行安全 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所以房价一下就上来了 一得着这个消息 我主不奉进 不要在乎那些 回暖的房价 也不要再去想办法 打压房价 时间就是金钱 赶紧加速收房子 因为我有预感 那个偷狗团伙 今天还有行动 第245章 套狗 团队存在的意义 是为了补充个人能力的不足 通过配合与合作 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率 我们这个团队中具备了一个合格团队的基本条件 成员们有各自各的特长 彼此之间有很多共通的知识点 比如 小三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 就是信息库和通信枢纽 但在特殊情况下 也可以通过自曝的方式来进行火力支援 空大是我们的军火库 AOE火力手 它的天师伏法和那是火攻 是团队中最稳定的输出点 在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配合小三进行复杂的运算 就是这种既能各司其职 又能复合搭配的成员 可以将团队的加法变成成法 从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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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于五 变成一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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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反正就是团队更强大的意思 最后的算法就当我没说吧 今天下午的行动非常关键 午饭之后就开始进行准备了 我把空大阿晨都叫过来问他俩 今天的行动需要租一辆面包车 租车得有人开车 我没驾照 你俩谁会开啊 易先生 你是在变相效果我瞎吗 我黑了一声 忘了阿晨失利了 别说开车了 走路怎么都成问题了 我看向空大 你总该没问题嘛 行走江湖 历练烦凡尘这么久了 坏事被你做尽了 对于一个犯罪分子来说 开车这种方便又做案 又可以做逃跑的技能 肯定难不住你吧 一名合格的犯罪分子 不需要逃跑 阿弥陀佛 小僧一心向佛 始终没时间学车 山上的司机 一般都是由达摩院的五僧担任 我恼羞成叙叙叨叨 全是这些借口 不靠谱的玩意儿 废物点心 每次有点什么计划 肯定都卡在你俩身上 让我指望一下会死嘛 阿晨都呢 你还没有特殊理由呢 自己不也不会吗 我又问小三 喂 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能搞得定吗 你能找到 带自动驾驶系统的车 我就能开 有自动驾驶系统 我也能开 还用得着你 我们争论的不可开修啊 都在那推卸责任着借口呢 大白在电脑那边搭茬了 我会开车 我们说的开车 是驾驶车辆的开车 不是你在网上冒黄枪 讲黄段子 我说的就是驾驶汽车 活着的时候 我搞过证 曾经还梦想 弄一辆货车 什么都不拉 就去穿葬线上 泡穷油混车的妹子呢 这人性啊 二十来岁才死 有点晚了 哎呀 有了司机就万事俱备了 空大带大白去租车了 我就在家继续拿阿陈练狗套 下午五点钟 我和阿陈带上家伙下楼了 大白以灵魂形态把车开了回来 看着驾驶室空无一人的面包车 缓缓的驶来呀 这画面是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呀 出发前呢 我拿出了两张 以前布置剩下的大美妞海包 贴在了驾驶位置的挡风玻璃和车门窗上 怎么也得看着是个司机呀 不然被路人看了交警拍了 少不了又是一堆麻烦呢 傍晚遛狗的时间一般都在六七点钟呢 我们先把车开到了欧洲名府附近 逮了个路口猫着呢 一个人买了个卷饼边吃边等着 六月天呢 到了六点来中 天色慢慢就黑了 气温随之大幅的下降 天色欲暗 遛狗的基本都出来了 小三依靠着人工智能 绝对意义上过目不忘的功能呢 在网眼系统上精准找到了 昨天那些漏网之鱼 一共十只被附体的猎性犬 由他们的主人牵着 耀武扬威的围着欧洲名府的 各个大街小县晃啊 那些恶犬呢 不时对附近的行人过客狗吊着 瞎着人们纷纷躲避 狗主人是越发得意啊 没有人愿意接触这些猎性犬 和养猎性犬的人 他们就自己聚一堆互相吹牛逼 通过网眼系统能够听出 他们在探讨昨天大批量丢狗事件 都说丢了那些狗不生性 他们那就没事 还说如果偷狗的还敢来 非被他们咬死不可 我迫不及待想教训一下 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看了一下时间 七点十五开始行动 命令一下 阿神开坡门下跳了车 把头压得低低的 双手插兜走向猎性犬的聚集区域 今天由于他自己完成了勾引任务 空大昨天曝光率太高 容易被人认出来 阿神不用担心 被认出来只会把他当成名副职员 阿神准备了一些血灵的血液 我们通过了网眼系统 看着他走进猎性犬的聚集区域 逆着风将血灵之血挥洒在空中 这些血灵的血液来自于空大的血灵伏笔 铜元的属性 立刻吸收了那些腹体恶犬的注意 他们再次同时抬着头 一起看见了阿神 昨天我们就探讨过 被狗撵该不该跑的问题 得出的结论是跑不一定跑得了 狗肯定会撵 阿神在腹体恶犬的注视下缓缓后退 恶犬们更是步步紧逼 情绪持续嫩酿 阿神以狼性意识感知那些恶犬的情绪在变 它们即将爆发的瞬间 他又挥洒出一些灵血并进一步刺激了恶犬 恶犬们的情绪彻底被阿神点燃了 只见他掉头就逃 纷纷挣脱了主人的牵制 一股脑子冲着阿神就追 阿神本来就灵敏 就有疾风纹身加持 想甩开这些腹体恶灵 想甩开这些腹体的恶犬并不难 但他的任务不是甩开 也不是集中引到某个地方 而是引散开来 阿神逃到一个三叉路口 分别向两旁洒出灵血 自己挑了一条继续跑 后边追了的十只恶犬到了路口 在灵血的干扰下 感受到每条路都可疑 于是便各寻其路分散开来 阿神如法炮制 很快引出了两个烙单的附体恶犬 我连拍驾驶座上的鬼魂形态的大白 速度16点钟方向 有一只烙单的 大白娴熟的车技 掉头载着我们驶下那只烙单的恶犬的必经之路 大白喵的那只恶犬一个加速配合飘移 把面包车横着切在了恶犬身前 同时空大小和人猛的拉开车门 我抡起了套狗神器这么一套手到擒来 就这技术够养活五六家狗肉馆了 第二百四十六章挑战 阿神引诱 小三定位 大白开车 我套狗 最后由空大在父亲恶犬身上 画一道破魔灵符 将恶灵驱逐消灭 套路身配合好 没用一个小时 我们就抓住了九只 整个过程都是一击击退 最后一只还没落网 他感知气氛不对 接受到同伴遇害前发出的警报 早已经不再追赶阿神了 他怕了 他选择了逃跑 我们的基地目标 就是将这批附体恶犬全奸了 留不留这最后一只 关系着我们所表现出的态度 大家一直认为呢 除恶 物净才能展现出我们的实力和决心 这最后一只必须做掉 这回就不是他追阿神了 他想逃啊 逃回主人身边 利用主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阿神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 利用速度上的优势围追堵截 让他之前都跑出了欧洲名府的最后一只恶犬 无法如愿 被阿神追的围着欧洲名府逃命啊 我们也开着车追了出去 想跟阿神打个配合堵住那只啊 那可离开了半封闭的小区啊 外边路呢 四通八达呢 一条丧家之犬哪那么好追啊 就在我们好不容易缩小了围堵圈 将那恶犬逼向一条死路的时候 突然从旁边小路杀出了一辆面包车呢 死死别住了我们的车头 要不是大白呢 反应快及时刹车了 将车横着停下来 我们就得撞下去了 我以为是名府房地产的支援到了 犹豫着是该迎击还是该撤退呢 去见那车门开开 跳下来四个干瘦幽黑的汉子 形象打扮和名府的人截然不同 那几个人奔着我们的右侧车门就走了过来 二后不说就把门拉开了 我拿着套狗的杆子 空大守着一群死狗 我俩多愣了 不知道这会是干啥的 好啊 消息没错 果然他们是来抢生意的 你们不知道北台这一亩三分地 勒狗卖肉的活 一直是老子承包的吗 省这儿的昏饭吃 和谁打招呼了 我下意识的否认 大哥 我们不是四个汉子一起看向 我和空大脚边的死狗 一句话不用说 就把我们怼的没下文了 凶神恶煞的汉子将我不脚边 态度竟然一变 变成了一副苦口婆心的模样 三百六十行 行求香火 勒狗偷狗也一样 没有同行竞争 这行早晚衰败 我们作为前辈 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干劲 年轻人加入 可是你们得懂个畏惧 不能靠着一绑子力气一腔热血 是蛮干 要学会节制 要懂得保护行业的生态环境 不要杀鸡取卵 不要固责而语 细水长流 青山常在的道理 入行这么久了 没人教过你们吗 你们用两天时间就勒光了最出肉的大行犬 这季度剩下的日子 咱们吃什么呀 以后大行犬没人养了 怎么办呢 勒狗前辈一粒眼睛 说话 空大何时 阿弥陀佛 下山之后就再没听过如此言传身教的肺腑之言 孝僧好生感动 好生想念师父 想念他老人家的教化之恩 我也很感动啊 顺着他的话就说 前辈 您的话我记住 以后肯定不犯类似的错误 这两天捅了这么大娄子呢 我们向您检讨 向您道歉 向全世界勒狗同行做出深刻的反省 以后我们保证不在北台勒狗了 回去好好学技术 等你们退休了 再把勒狗借着接力棒接过来 哎 这一个态度就对了 哎 你这勒狗的家伙是挺新奇 拿给我看看 耳机中 阿臣大 一心人注意 最后一只被我赶过来了 做好经营 我急忙想把车门关上 哎 我还有事呢 咱回头再做学术交流 哎 你小子敷衍我是不是 啥狗没见过 还能让你唬住 我把勒狗人迹塞给他 送你行了吧 我真有急事 你小子到底打什么鬼肉业 没什么鬼肉业 有只狗过来了 我堵他半天了 必须得拿下 你们堵远点啊 这只狗你们对付不了 我们对付不了 我明白了 你小子是在向老子挑战是吧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这只狗咱们谁拿下 北台勒狗生计就归谁做 我是急得欲哭无泪 你他妈有病吧你 哈哈 这不是病这是热情 这是对勒狗行业的热爱 小子你输定了 说完呢 他们四个回到自己车上 把车到到和我们平行的位置 一边轰着油门 一边通过驾驶室的窗户 看着我销 他注意到我也在看他 还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一副前辈鼓励 后辈的样子 我嘀咕 狗肉少吃吧 对脑子不好 来啊 空打突然指着前方 我转头一看 一只强壮的比特犬 从前方拐角冒出头来 一个四爪乱蹬的转身之后 向我们这边就冲了过来 阿臣提醒 就是他 轰隆一声 我还没下病呢 雷狗前辈那边快了一步 白色面包车一猛迎了上去 我不敢落后大声吼着 给我追 不能输给这个傻屁 大白也来了脾气了 一找油门到底 借着车身调转的形态 以倒车形式的方式追了过去 两辆车一前一后一反一正 在并不算宽敞的小路 马力全开 甭管谁附了狗身 谁附了谁身 谁见了两辆五菱红光面包车 冲自己开过来都得迷糊 行动前我们已经开好了阴阳眼了 清楚看那只腹体的恶犬 在见到面包车开过来之后 是吓得连忙后退 体内的恶灵在惯性之下 被甩吹半截 从来不知道 惶恐后退的比特犬 今天有恶灵附体都撞不了胆 尾巴一夹就想跑 可是他一回头 又看到那一只 在追赶自己的奇特生物 堵在那 另一端 正是阿尘 他施展出狼形形一拳 四肢着地 迅速的逼近 腹体恶犬 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最终依靠本能选择 向阿尘那边逃 怎么看阿尘 也比有两辆五菱红光好对付 两辆五菱红光面包吃 一只腹体恶犬 再加上阿尘 几乎同级时间 四个独立单位交错在了一起 大白的驾驶技术技高欲筹 在交错的瞬间将车卡进了 勒狗前辈和腹体恶犬中间 空大看准了时机 大叫一声 拉开车门 鸡不可失 尸不再来 没了武器 我一咬牙探出了半截身子 徒手制住腹体恶犬的两个耳朵 将他生生拖进了车里 接着就是关门除魔的仪器合成 我和空大完成配合之后 互相机长欢呼 继位除魔计划成功 以为战胜了勒狗前辈那个弱智 可我俩仅仅做出了机长动作 四手相抵 却没有欢呼出来 因为我俩面向的方向 正好可以看到勒狗前辈那两个车 他们没机会给我们竞争腹体恶犬 可是他们还是打开车门 接着一个熟悉的套口工具就伸了出来 妈哩的套在了阿尘脖子上 阿尘一脸懵逼被嗖的一声拽了进去 还无头 那不是狗 第247章 众口味组合 你长得像个包子就别怪狗跟着 同理 长得像条狗就别怪被勒狗的盯上 我们用车身的十条丝狗 向勒狗前辈换回了阿尘 我家大人狗受惊不小 回头车上还浑身秃秃呢 勒狗前辈也算是丢了手艺了 自认在比武中输给了我们 答应退出北台勒狗行业 对此呢 我没有谦虚拒绝 这个行业挺操人恨的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是很多人家庭的成员 证明了一部分 不该受到这等无往之灾呀 就算社会需要出现 恶犬被勒这种大快人心之事 但不能改变这个行业 会被大部分正常的爱狗人士 来困扰和威胁的事实呢 那么就让北台勒狗行业在这里消亡吧 顺利清除了六处阵内的犬类恶灵 等于消灭了一只老村长的手下 数量是最庞大的亡灵队伍 大幅度削弱他们暗中作恶的能力 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先去退车了 本以为会顺顺利利的 没想到被租赁公司扣了200块钱 押金 说我们把车弄脏了 活该被扣钱吧 退车之前忘记把玻璃上的大美妞画豹 给扯下来了 退车呢 我们去开庆祝宴 空大嚷着要去狗肉馆吃素菜 和尚别闹了 狗肉馆基本算是素菜最少的地方 分明就是奔着狗肉区的 看他的跃跃欲是这样的 世门很有可能就是技工内卖的 最终在我们的提议下 我们选择了烧烤 牛羊也是人类的朋友 也很忠诚 和狗逼起来不慌多让 可谁叫他们更香呢 酒桌上我们是频频举杯呀 庆祝第一次主动出击的伟大胜利 我做了慷慨的神词 这次的胜利 代表着我们已经完成了 从防守到反击的重要一步 为敌人带去了沉重的打击 取得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事实中 团队的配合也是经受住了考验 总体来说呢 这是一次梦幻级别的行动 让我们这次行动 梦幻级别的行动来干杯 空大呢 喝着红包药酒 吃着藏着五花肉的生菜包 阿臣嘟嘟嘟嘟的端杯 半天才把酒喝到嘴里 我关心阿臣呢 是什么兄弟 还没还过劲吗 易先生 我得敬您一杯 今天要不是您 及时从把那些人手中救起来 我就玩完了 我冲上去的时候呢 他们正打算用棒子 敲阿臣的头呢 我跟他喝着一杯 既同情又怒其不争 你那一身能在哪去了 魔王灵王徒手逗一逗 遇上几个老爷们 就麻爪了 早上你是怎么踢我的 用大肠腿招呼他们呀 我也想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人身上有一股 无形的杀气 让我感觉到非常害怕 我大概猜出什么原因了 都说屠夫筷子 是我身上呢 有一种他们所杀目标 死前恐惧 情感所转化的能量潜流 这种能量残留 可以对同类目标呢 起到极强的压制效果 猪见到杀猪的会叫 牛见到杀牛的会哭 阿臣见到直接勒狗的 出现这个情况很正常啊 我们喝到小半夜呢 就散场了 散场的原因不是时间问题 是空大坐不住了 因为烧口摊的生菜 全被他用来偷偷卷肉吃了 到了后来没生菜了 他就没法偷嘴了 看着我和阿臣吃的还馋 于是一个劲的催促赶紧散场嘛 早点散场也挺好 七分坠一八分饱 十二点之前上床睡觉 已经算是很养生的生活方式了 大家喝的有点多了 尤其是大白和小三喝的最多 大白是鬼呀 喝在地上的酒都可以喝 这也是一种通灵手段 小三的喝法更独特了 他在网上找各种各样的代码 木马病毒的软件来下载 那些病毒呢 就会干扰他的系统正常运行 导致他出现了混乱和偏差 以及意识不清 狂妄自大等症状 跟人喝多了之后是一模一样 我们吃手稿的地方呢 在石华明府附近 也只有这种地方才会出现 接地气的接边手稿 从手稿摊回到我们暂住的刘小满家 只需绕过两栋楼就行了 我们互相攀着肩膀 在小三播放的配音之下 大蛇狼鸡合唱着狂浪 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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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担心扰民 正常情况下呢 石华明府的入住率呢 也不是很高 很多房子都空置的 最近两天赶上房市崩盘了 又被我收了二十多套 石华这三栋楼基本快空了 昏暗的老是小区 只有几处路灯 还亮着昏黄的灯啊 那灯光浑浊不清 亮度都不如路口的红绿灯啊 我们并不在乎这落魄的 近乎荒凉的环境 刚刚在酒桌上 我们就讨论过了 在这次行动中 顺便消灭了所有的烈性犬 单凭这一点 石华的房价就得涨着一截啊 等到石器成熟 我们再破了石器针 消除阵法带来的负面影响 届时房价肯定翻着翻的往上涨啊 故乡因我而繁荣 我因故乡而报复啊 越想我越得意 越想越膨胀 越想我就歌声越嘹亮啊 狂浪是一种态度 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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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到无被约束的时候呢 我们的歌声戛然而至 因为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被约束的人 皮衣皮裤 头戴口罩 六月中夏天 一个男人全身被包裹进了约束感极强的服饰之中 像一只智力还没开化的猴子 他的脖子上呢 还有一条柳丁的皮带 带着根亮晶晶的铁链 另一端被一名穿着白色睡裙的长发女子牵在了手中 男人的扮相和形态十分的诡异重口味 那个女人带给我的感觉更恐怖了 她微微低着头 顺直的长发 只有面前分开一个狭窄的角度 露出口皮 眼睛被遮盖住了 整体形态很像那个恐怖电影中的真子 这个诡异的重口味组合 在这种时间段出现在这儿明显来者不善呢 我第一时间就判断 他们很有可能和老村长是一伙的 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呢 他们俩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人呢 拘禁 露出 羞耻 调教 这些词汇离我们较远 但是并不陌生啊 我们出于好奇心观察过他们的行为 但没观察太长时间 因为他们除了一个牵着一个跟着以外 没有任何出格的行动 都比不上空大六阿尘呢 他俩还有虚虚和便便的限制机镜头呢 不过今天他俩把我们给镇住了 此时此刻近距离接触 我们在他俩身上不仅感受到了 新奇另类和刺激 还有一种熟悉的气息 这种气息只有高等级的灵怪才拥有 好事遇得多了 会失去兴奋幸福感 变得麻木贪婪不知足 坏事遇得多了 会失去恐惧警戒心 变得死猪不怕开水汤 就比如说现在的我 在路上百捡一万块钱 不会让我感到什么值得开心快乐的 那如果是以前 那就代表我一个月的贷款有着落了 可是对于现在我来说呢 无论额度还是获取方式 都没办法让我觉得开心幸运 妖魔鬼怪对我来说也一样 你半年前一只人畜无害的色鬼都让我如临大敌 惊恐万分 而现如今呢 面对两个最低也是灵王境界起步的敌人 我根本感觉不出丝毫的距异 甚至还有点想消 那两个灵王级别的声音我隐约间想到了什么 由于喝太多注意力没法集中 一时间又想不起来了 说实话呢 如果换作是这两个其中任何一个单独出现 我都会认真把他们当作敌人 可是他们却以这种组合的方式出现 还正好赶上我们几个喝多了 气氛中搞笑尴尬就大过于惊悚恐怖 阿尘都呢 哦 他俩看起来 好奇怪 空大合十 人品道德几度败坏 大白提醒 你俩溜溜也是这样 小三总结 变态 干没有 现在兄弟们多了 说餐就半都轮面上我了 我上前一步可不适合多了 酒精影响之下 我又退后了三步 我晃晃当当意志他们 喂 谁怕你们来的 又来送死了是不是 白衣女鬼阴森道 狗狗那么的可爱 为什么要伤害狗狗 我的狗狗全都死了 他牵着皮裤怪口中发出 哦呼呼的怪异低吼 像是在威胁我了 我们这边都喝了不少酒 没法思考太复杂的问题 但女鬼的表达还算清楚 应该是为了那些被我们干掉的犬铃来的 啊 那些犬铃就你家养的呗 找场子的呗 你看这事赔钱行不行 我说完阿晨那么都笑了 啊 别逗了一些声 人家像是差钱人吗 阿弥陀佛 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 这把女施主的宠物全套皮装 绝对是大户人家的手臂 我们一起说的你和尚嘴真损啊 对方果然被损急了 那白鱼女鬼尖叫一声 换我狗狗命来 说着他主动发起了信箍 手一松丢掉了手里 牵着皮裤怪的铁链子 身子扶起 像个白色索楼袋似的 伴随着一阵阴风向我们就飘过来了 我和空大在团队中都担任着远程攻击手段 空大将手物往黄衣包里边一掏 我将一是往空间进入一尘 接着各种福禄纷纷出手 乱七八糟 毫无章法的丢下了白衣女鬼啊 喝多了嘛 酒杯都端不稳 你就更别提什么专业的飞服了 根本就使唤不明白 空大咬牙切齿 面露着兴奋 一边大把大把丢着服一边叫嚣 您服佛爷有的是 今天非把你砸到躺下为止 也不知道他这套降魔手段从哪学的 透着一股的迪拜土豪重金杂美女的风格啊 我这边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可是祖传的手艺和行界的习惯使然 我扔出去的灵符都是往上扔的 漫天飘洒的灵符就像出遍路上的纸钱啊 看得让人悲从中来啊 这白衣女鬼辩不清形势 身子一顿 又按照飞出来的前路线飞了回来 空大两手抓着满满的灵符 抵御过头顶叫嚣 连呀 佛爷可以一直咋着天亮 咋着你心服口服 你连呀 你下来呀 我们都知道空大这活案绝对不是吹牛逼的 他整天没事就画符啊 多了不敢说 一天七八百道肯定是得有啊 你别以为这是多大的工作量 绝对没有一个中小学生一天写的作业多呀 空大每天画完这些符 至少还能干五菊王者荣耀五菊吃鸡呀 一天七八百道 空大这都修炼天使符 晚多久了 攒下的灵符家里都放不下了 只能求我往空间戒指里边装啊 白衣女鬼被这浮海逼退 她伸手向地上隔空一抓 吊在地上的铁链子自行飞进她的手里 她低着个铁链子 含含糊糊嘟捺了一大串听不懂内容的话 那条金属质地的白色铁链子 开始变换颜色 越来越红 而铁链子在女鬼手里边 显然温度越来越高了 我们隔着十几米啊都能感受到上边热浪随着女鬼诱发出的阴风阵阵向我们扑来 白衣女鬼的话越来越高 那是一种语调怪异的话种 我们听不明白 大白却听清了 是鬼话 他说的是鬼话 鬼话也会说吗 今天喝多了也之后也没少说呀 小三的信息库中有相关资料 他在念咒语 嘿嘿嘿 解除咒语 嘿嘿嘿 你再念一个试试 小三说话什么意思 我没理解 白云的运鬼那边却停止了话 他手中那条拴着皮裤怪的铁链子 已经在高温下开始融化了 亮红的铁水从铁链上滴落 很快就摊成了一摊 又重新凝固成了金属形态 随着整条铁链的融化 那只皮裤怪就像获得的女王射令 缓缓从匍匐形态中站了起来 他抬起了双手放在眼前看了看 口中发出哦吼吼吼的低吼 似乎在疑惑着什么 一副智商堪忧的样 我们都等得不耐烦了 不为别的 喝高了都在憋着跟他们斗法呢 你这么耗下去身份不清楚 我们是真的难受 阿臣夹了嘴直拧的呀 我真憋不住了 你们能搞定吗 我先去叙叙啊 他话一出口 整个人紧接着 就在一阵进风中倒飞出去了 我们都看傻了 阿臣的速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快了 而一声怪吼从耳边传来 那皮裤怪不知何时做到呢 越过了满地的灵符 瞬间来到我们的身边 他保持着公布出拳的动作 从姿态位置来看 阿臣应该是被他打飞的 皮裤怪将阿臣击飞 然后保持着出拳的姿势 歪头看着我们 昏黄色的眼眸 透过了皮质的面阁 透着野性的疯狂 我惊觉情况不妙 大吼一声 跑 逃命这种事不容而戏 大白空大 转身就跑 我都不敢耽搁 猛的向后就退 可我不喝多了吗 脚底下不是那么好空着 于是我是退了一步 然后晃晃荡荡往前走了三步 正好和皮裤怪 占了个脸对脸 空大大白 还有小三 乃至的白衣女鬼 忍不住的齐声夸我 有种啊 我他妈这是油肿吗 老子这他妈是喝多了 第249章 无敌皮裤怪 都到了这个年纪了 好莱话我还听不出来吗 女神说把你当哥哥 别以为自己真就成了女神的哥哥 那是怕你当被胎当的不完心 上单打野叫爸爸 别以为自己真就成了上单的爸爸 那是想逆风往你身上甩锅呢 商家无可管你叫上帝 你别以为自己真就成了商家的上帝 那是想抽干你这每一滴血 打架时说你真有种 自己怎么以为的不重要 说这话的人就是怕你死的不够快 我和皮裤怪四目相对 他有点被我的举动吓住了 野性的目光里甚至流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恐惧 直到害怕 不仅说明他心智颇高 还说明他理智 一个有了理智的恶灵 层次境界肯定不低 再看他一出手就能击飞阿尘 绝对实力不在我们交手过的 长大仙之下 而让我不敢相信了 一幕居然出现了 被十几道灵符忽脸的皮裤怪 竟然无动于衷 不可能 这些灵符是空大案 天师伏法正规法门 以通灵效果上加的血灵之血 写了呀 可是 他怎么就免医了呢 他可以无视地上散漏的那些灵符 突袭阿尘 当然就可以不惧怕我的灵符攻击 他不仅无视灵符的效果 对这种忽脸打法的羞辱性 都毫无反应 难怪是被我的王八之旗震慑住了 不能啊 我喝多的都不敢说 自己有这么大能的呀 你要说震住 也是他震住我呀 对立之下呢 他那将近两米的身高 压得我喘不过气的 比例苗头的腰部 都比我的肩膀宽了 一动不动 就能感受他身体里蕴含的爆发力 仰着头 面对那双野性的暗黄色的毛子 恐惧在我的心底 无限滋生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毙 念头一闪 求生的本能再次让我做出了反应 我掀出右拳 猛击皮股怪的小腹 触及到他的身体 我只感觉到他腹部坚韧异常 也不知是皮的硬度啊 还是他自身的肌肉硬度 反正这一拳跟那些灵符一比呢 没起到任何作用 我也没指望这一拳 能把这怪异的家伙解决了 在击出右拳的同时 我的左手回收到了妖际 在皮股怪肉眼看不到的位置 天狼星无声无息 空间戒指中落入手中 十中二指 笔直伸出 雷霆手印结成 咔哧哧电击之声响起 我和皮股怪都被笼罩在了 天雷闪烁的光影之中 忽明忽暗的光影之下 我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 不知道你这时皮衣绝不绝缘呢 我可不会犯这种 反派死于话多的低级错误 一句适当的嘲讽 雷霆手印已经夹带着 风雷之势击出了 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 甭管我僵硬不僵硬 能斩腰除魔就是好招数 噼里啪啦各种生效 周围的路灯全部受到影响 忽明忽暗 这是雷霆手印第一次 直接坐在目标身上 果然爆发出了无匹的声势 皮肤怪整个身体都被包裹在了 跳转浮现的曲折雷电之中 如此威能之下 我都受到了一定的波及 真的我手直麻 我咬牙坚持 从未有过的痛楚 在从未有过的求生欲和恐惧面前 变得非常容易克制 可是他竟然没事 那皮肤怪在天雷危机之下 竟然是一副毫发无伤的样 那些包裹着的天雷闪电 没有发挥出任何的作用 他低头看了看 我处在他胸口的雷霆手印 又抬起手 反复看着上边的天雷 最后那双让人绝望的野性荒谋 重新与我四目相对 慢慢的弯曲手指 解除雷霆手印 不然能怎么办 人家啥事都没有 我这等于是自己垫自己 我咧着嘴强笑一声 那啥大哥 你这皮衣是正品的 真绝缘 那天狼兄不起作用 除了舔他 我已经想不出任何标了 嗷了嗷了一声 皮肤外根本不领我了情 他不顾我羞耻的跪舔 向我抡起了拳头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怪异的法门 竟然可以将身上残留的闪电 和天雷向拳头集中 雷电越聚越多越聚越亮 皮肤怪就像手持一轮明月 他的昏黄眼眸争执越大 下一秒就会交回秒杀 嗖的一声破风之声传来 不是皮肤怪的拳头带出来 是从我身后传来的 一个白色的物体 擦着我头皮飞过 狠狠撞在了皮肤怪的胸口部位 是大白 他是以飞蛾扑火之势 妄图用肉身去攻击皮肤怪 大白的附体灵霉是纯金属制成的手办 硬度霉的说 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这种冲尖势头也没得说 撞的刚要落前的皮肤怪退了一步 灵符天狼星都伤不得分毫的皮肤怪 竟被大白撞退了一步 我趁这个机会赶紧跑啊 大白落在地上 也跟着我往回咔哒咔哒的跑啊 我边跑边夸他 舍命相救 一切兄弟 大白举着手抱着头 小碎步了紧刀他 我他妈不知道咋回事 是他妈谁把我扔出去的 对不住了 刚刚形势所迫 实在找不到趁手的家伙 阿晨 一听着闷骚的声音 我就知是谁了 你没事吧 任何正面袭来的攻击 对我都不起作用 我是实在憋不住了 才届时退出战局叙叙的 阿晨一边说 一边甩着手腕走了过来 他对灵符和天雷都免疫 可能是真的身上有皮装作怪 好在皮装不是盔甲 达到一定程度的物理攻击 还是可以对他做伤害的 空大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阿晨说的有道理 一切鬼怪精灵 在魂体时都免疫物理伤害 在修到一定境界 拥有肉身之后 就会逐渐失去这种免疫 修为程度越高 肉体越真实完整 对物理伤害的反应就越大 阿晨把大白捡了起来 所以咱们得改变战术 放弃斗法 改为斗 大白提醒了 你扔准一点 弹药不是很充足 说什么呢 跟土豪交朋友 还要为弹药操心吗 阿晨的出现和有效的反击手段 让我充实信心 我从空间戒指里直接取出了一锣的砖头 我从空间戒指里直接取出了一锣的砖头 斗欧的家伙事咱有的是 给我削他 第二百五十张 板砖忽脸 大脚不公 反谱归真 降魔初妖道的一定境界 就不一定非得依赖法宝了 审时夺势就地取材 板砖搞霸信手捏来 好用就完事了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将板砖 引入到除魔斗法中来的 反正皮裤怪肯定没遇到过 阿晨呢 臂力其大 我曾见识过的徒手搬起我家祖宅的一堵墙 方才他在如此等超人臂力揪出大白 砸的皮裤怪现在还站不起身呢 好不容易缓过气来 皮裤怪一抬头 也兴得松眼 眨了一眨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了一堵板砖 更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一脸邪削的看着他呢 皮裤怪的速度我们领教过了 哪能等他先手啊 我大好一声 Fire 众人又回头问我 啥意思 能不能有点文化 开火啊 我怕他听懂得有防备 所以才用英文指挥的 小三纠正 呵呵呵 不是Fire 是Fire Fire Fire the home 别管我说的对不对啊 目的达到了 自己人听不懂 敌人都能听懂吗 这么一耳朵 皮裤怪就有了发难的机会 大白用小棒锤一样的手指着皮裤怪啊的叫啊 急得说不说话了呀 我们看到他这身体都弓了下去 肌肉夸张的隆起在弹开的时候身形消失不见了 好快啊 快得肉眼无法捕捉了 So 啪的一声 我都准备承受冲击了 幸亏阿臣及时出手了 再次丢出大白 精准命中了急速冲击中隐去身形的皮裤怪 他这一次被击中了面门 捂着脸蹲在十米外的位置 大白落地举着手往回跑啊 阿臣醉醺醺的生气道 不要自己回来 等我捡你啊 被扔出这东西 要对象你这样 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我上街啪给了阿臣一嘴巴 你他妈别矫情了 我自己也不敢矫情啊 抓起板砖下令 给我胡他的熊脸 我们三人捡起了板砖 轮番向皮裤怪砸呀 蹲地上的皮裤怪是无处遵行 被我们砸的是无脸抱头 站都站不起来了 十米距离正处在我们的有效攻击范围内啊 空大的小胳膊小腿都能扔到那儿 小餐给我们放着一曲狂浪助兴啊 在背景音乐和没背景音乐 就是气氛不一样啊 我们一时间纷纷化身人形投掷器 一落板砖很快砸完了 皮裤怪都躺地上了 哦 耶 甚嗨 我和阿臣空大 机长庆祝一波 大白又喊 他又起来了 一眨眼 皮裤怪颤尘弯弯的想往起爬呀 一轮几百块板砖都砸不死你 那就再来一轮 我又从空间戒指里搬住一堆 幸亏刚才这一波没砸死 我们都没尽兴啊 又一轮板砖飞舞 目测皮裤怪肯定撤不住就这一波了 就在出手的板砖 从空中飞过 即将砸在皮裤怪身上的时候 那个白鱼女鬼出现了 他闪到了皮裤怪的身前 举起枯瘦惨白的双手向前一撑 一个无形的屏障将我们丢出去的板砖 全部挡下来了 那喝多的人呢 普遍倔强爱抬杠 不转南墙不回头 你能挡吗 我们还非得给你砸穿了不可 我们没停手 愣是把第二朵板砖都扔光了 在十米开派 那些被我们砸回去的板砖 不仅西数被白鱼女鬼挡下来了 不知道他用什么瓦门 竟然可以将那些砖控制的半空 怎么砸回去就怎么定在那 然后随着他一声尖叫 又怎么砸回来了 卧槽 眼看着一朵砖变成了一面墙 重新砸回来 我们下来是抱头鼠窜 万幸 板砖砸回的路线和砸出去的是一样 纷纷砸落在我们的身后 没能对我们造成实质性伤害 和鬼怪斗法就这点烦人 他们品种太多招式各异 总能打我们一个出其不易 咱们就不能正规一些吗 带一些规规矩矩 条条框框专业一点好不好呢 对方用实际行动回答的我的问题 不好 白衣女鬼一笔之道将我们逼退 接着向前一指 口中哇的一声惨叫 他在给皮股怪下令 原本都被我们砸得七笑生天的皮股怪 非常对得起他这时装扮 深刻领悟到他作为了一个M的福通精神 女鬼说啥是啥 做不到也是咬牙硬做呀 皮股怪是颤尘弯弯爬起来了 手足病用向我们跑了呀 速度越来越快 吃了一次亏 我们不敢再用砖海战术了 好在皮股怪受伤颇住 已经发挥不出巅峰速度了 一拳一拐的 再快我们也应付得来呀 我们一边后退尽可能拖延时间 一边商定战术 我分析 那皮股怪不吃魔法攻击 女鬼不吃物理攻击 咱们恐怕得分头行动 阿臣大白 你俩组一组 对付皮股怪 我和空大对付女鬼 都小心一点 注意做好支援 明白 那就行动了 小三 关天 我们听着的飞风呢 都是跟着空大来的 我和阿臣比较随意 听什么都行 就他对东北土海取风有独钟 土是土了点 不可否认节奏感特强啊 用来做法时的背景音乐很好踩点 刀个刀个刀刀那是什么刀 刀个刀个刀刀一把杀猪刀啊 一刀一刀刀刀刀刀催人老啊 我的青春小鸟已经飞走了 空大这曲儿太土了 空大面露着陶醉 小僧觉得很嗨啊 行了 你是主力 你嗨就行 来行动开始 阿臣率先停住了后退的脚步 弯胶抄起大白 不退反进迎向了皮股怪 他远远将大白丢出 皮股怪吃了两次同样的亏 这次总算长记性了 联盟转向躲避 岂不知阿臣丢出去的不是板砖 或其他普通物质件啊 是有鬼魂附体的灵媒啊 大白经过这么久的磨合 又接受过小鬼训练 已经可以将鬼怪部分特性 作用在灵媒之上 比如他现在虽然还不能控制灵媒飞 但是稍微调整方向 还是能做到的 皮股怪本来都错开在身位啊 没想到笔直飞出的大白 在皮股怪擦肩而过的瞬间 就突然转向 从侧面狠狠砸在了皮股怪的熊脸上 那皮股怪被砸得歪了歪斜的 横出跳着几步啊 已经被阿臣抓的机会逼近上来 抓着手腕子 抡起双腿 对着皮股怪肚子一顿连踢啊 大白也凑了过来 在皮股怪的身上 一蹦一票踩他的脚 皮股怪被打得全身无力还手 白衣女鬼也被我们这种 古怪的战术给惊到了 看着皮股怪那边直咽口水 此时我和空大已经走了过来 空大吟笑一声 哼哼哼哼哼 你知主 佛爷来超度你了 我颠乱了天狼星 哼 觉得他很惨吗 放心 我保证让你比他更惨 白衣女鬼说话了 没有威胁 没有诅咒 他咬牙切齿 对我和空大骂了一句 变态